昭州第十三集 书接上文 大掌公主神情复杂 去看看长安 以后会是什么模样 转眼间 永德七年进入了尾声 今年的长安城 格外寒冷 三天的大雪之后 积雪封路 城外已经很少行人 不过随着天空放晴 长安城里 有方丁武侯以及城方营的人 在金兆府的指挥下 清扫道路积雪 城里的街道上 已经到处都是行人 此时 王师入住长安 已经有两三个月时间 一些地方上的周骏 已经开始向长安城 送奏书以及公文 而此时的长安城 尚且没有朝廷 也没有六部 只有一个被军政府 负权的金兆府 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这些文书 按照道理来讲 此时的朝廷还在西川 这些公文送 也应该送到西川去 这些周骏之所以 送文书到长安来 多少有了一些投机的念头 他们 再赌长安 会不会有一个新天子 最开始的时候 这些送到长安的文书 还要由金兆府转送西川 但是到了后来 因为实在是太过麻烦 也太过耗时 三位节度使一商量 干脆就给西川递了一道奏书 由宰相曹松 在长安另成立一个 临时的正式堂 处理这些正式 除此之外 长安还行文各地 命令他们一切公文 据送诸西川 赞不送长安 何时转送长安 另行通知 随着朝廷收复关中 以及长安 也陆续有人拿着地气房器 回归长安城 拿回了自己在长安的产业 只要是拿着大洲朝廷开具的地气 金兆府那边一律发还了产业 这也让不少人口回流 长安城开始慢慢恢复元气 任何一个时代 都不缺乏聪明人 从三位节度使入主长安之后 每天都有不知道多少人 想要拜访三位节度使 也有很多读书人 争着抢着 要到节度使府上做门客 而在三位节度使当中 只有王府接纳了一些 有公民的读书人 充当幕僚 而林昭与其师道 都没有怎么接纳门客 不过这段时间 不少与林昭同年同客的近视 以及一些越州的世人 到长兴坊登门拜访 对于这些同客同年同乡 林昭还是给了点面子 一一见了的 这些人 在政治上 天然与林昭亲近 如果合适 将来也会是一些堪用的力量 那月二十七 长安城里路上的积雪 基本上已经清扫干净 十几个护卫保护着林昭的马车 离开了长兴坊 马车从长兴坊 一路到了长安西面的延平门 马车刚刚在延平门门口停下 一个袖口 袖了半枚铜钱的年轻人 便在林昭的马车旁边弯身 低头道 公爷 西川的车队 还有小半个时辰 才能到延平门 林昭微微点头 不着急 我等一等 这个袖口上 袖了半枚铜钱的年轻人 恭敬低头 属下明白了 当初 林昭在平如军军营之中 领选了十七个年轻人 各自给了半枚铜钱 组建了属于平如军的情报系统 如今近一年时间过去 这只铜钱卫 已经基本上成型了 十七个少年人当中 有四个被淘汰了出去 剩下的十三个人 组成了这个情报系统的高层 而这十三个人 每一个人的袖口上 都绣了半枚铜钱 现在 铜钱卫正在趋向等级化 用铜钱多少来区分等级 铜钱越多 等级越低 而等级最高的 便是这十三个半枚铜钱的年轻人 这只情报系统 在铃钊全力给予资源的情况下 正在飞速成行 相信再有一两年 或者两三年的时间 他就能真正成长起来 成为一个类似 私工台的组织 当然 现在的铜钱卫 还略显智能 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情报工作 距离私工台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年轻人离开之后 铃钊便坐在自己的马车里 闭目养神 就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 又一辆马车 从长安城里驶了出来 是河东捷渡使王府的马车 铃钊与王府的关系 属于单纯的利益关系 再加上因为储君之事的分歧 现在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因此便没有下马车 跟王府打招呼 王大将军也坐在马车里 装作没有看见铃钊 大概小半个时辰之后 严平门外的官道上 一百余骑护卫着四五辆马车 缓缓靠近长安城 因为道路上积雪严重 马队的速度极慢 当先一个中年人走在前头 大声呼喝 指挥着手下的将士们 在马车后面推车 这个中年人正是灵州大将军 朔方节度使骑尸道 早在一天前 他便出城二三十里 去迎接这个西川车队去了 即便是皇帝 这个时候 也未必值得让骑尸道这样 辛苦冒雪迎接 所以这个西川车队的身份 已经不言自明 丹阳大长公主母子 也只有他 能让长安城主寺的三位节度使 一起出城迎接了 此时 车队距离严平门只有两三百米 王府那边一个年轻人走出队伍 在几个护卫的保护之下 脉步踏进了鸡血里 亮亮呛呛地走到了马队面前 不由分说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侄孙李延给孤祖母磕头了 大殿下神态恭敬 一头扎进了雪地了 态度很是到位 正在指挥马队的骑尸道 剑状大皱眉头 对着旁边的马车车厢 说了两句话 很快 马车车帘打开 担扬大掌公主母子 先后从车厢里走出来 大掌公主 在齐轩的搀扶下 亮亮呛呛地走到了 跪在地上的李延面前 伸手把她扶了起来 微微摇头 这么大的雪 你这孩子 也太实诚了一些 李延毕恭毕敬地 对大掌公主低头 侄孙当作的 给大掌公主行礼之后 李延又看向齐轩 再一次低头坐一 只而见过表叔 齐轩是正统近世出身 比较手里 当下连忙坐一环礼 大殿下客气 此时 他们距离延平门 只剩下200米左右 马上的骑士道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鸡血身后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大殿下 且容我们先进城罢 李延慌忙点头 孤祖父说的是 李延让开之后 马队再一次缓慢前进 等距离延平门 还有百米左右的时候 鸡血就已经被 长安百姓 清扫出了一条路 这个时候 另外两位节度使 已经在路边等候了 邻国公面带微笑 看向眼前因为鸡血 有些狼狈的齐轩 齐轩 许久不见了 齐轩整理了一番衣裳 抬头看向林昭 神色复杂 是 许久未见了 林昭迈不上前 一把抱住这个太学同学 爽朗一笑 一别数年 齐轩怎么比从前还瘦了一些 原本有些拘谨的齐轩 被林昭这么一抱 直接愣住了 因为文人相见 是没有拥抱这个礼节的 齐大公子愣神了片刻 才缓缓吐出一口气 伸手也抱住了林昭 面露笑容 多有操心事 不得不受 数年未见的太学室友 今日终于见面了 当年在国子健里 三个摄友当中 林昭与周德 只能算是久落兄弟 哪怕是后来在青州 与周德见面 两个人之间 更多的也是利益关系 但是齐轩不一样 从在太学第一次碰面之后 两个人便很是投缘 后来的几年时间里 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可以说 齐轩是林昭最好的朋友 没有之一 先前齐轩流亡西川的时候 林昭还担心过他的安危 不止一次地 给他写信询问金矿 转眼数年时间过去 这对太学里的好兄弟 终于又在长安重逢 拥抱了一会之后 林昭伸手拉着齐轩的衣袖 笑着说道 齐轩一路辛苦 今日先回去歇歇歇歇 明日到我家里来 或者咱们去归云楼 你我兄弟好好喝上一场 不醉不归 齐轩这次没有犹豫 也是面露微笑 就去你家里 我在西川就听说 三郎你纳了清和崔氏的六姑娘为妾 从前与你介绍 你不肯 我那时候还以为你淤 不曾想 居然有这种手段 齐大公子伸出大拇指 由衷说道 真是厉害 这话倒是真心的 齐轩也已经成婚数年 以他的家世 都没有娶到千年世家的嫡女 而林昭不仅把清和崔氏的嫡女 迎进了门 还是以妾氏身份进的门 这在这些长安衙内心中 简直是比破反贼还要牛逼的事情 听到齐轩提起这个 林昭的神色有些不太自然 他咳嗽了一声 微微摇头 切实不切实的 不必多提 齐轩就当我娶了两个夫人就是 齐轩含笑点头 自然如此 多少万顾及崔家的脸面 林昭微微摇头 没有再搭话 他与齐轩两个人之间 是有一些价值观冲突的 比如说 在这件事当中 齐轩看到的是 清和崔氏的脸面 而林昭更注重的是 崔子晴本人的感受 与齐轩说了一会话之后 林昭才扭头看向 已经下了马车的丹阳大长公主 他整理了一番衣衫 迈步上前 对着长公主规规矩矩的坐衣行礼 晚辈林昭 见过大长公主 见林昭行大礼 长公主也不敢怠慢 上前把林昭扶了起来 轻声道 从前便跟你说 让你称呼姨娘 怎么三郎现在发迹了 炮高攀不成 林昭起身 微笑摇头 姨娘这是说的什么话 不管怎么说 都是我高攀才对 当年林昭出入长安城 第一次见到丹阳长公主的时候 丹阳长公主 的确跟她提过林二娘的事情 那时候 长公主似乎也随口提过 说林昭私下里 可以称呼她为姨娘 但是这句话 她随口一说 林昭也随口一听 之后在两个人 为数不多的接触里 林昭一直规规矩矩地 称呼长公主 或者称呼殿下 从来没有称呼过什么姨娘 而长公主 也没有纠正过这个叫法 现在 长公主突然开口纠正 很明显 并不是因为林昭与齐轩的关系 或者是她与林二娘之间的闺蜜情分 而是因为地位不一样了 眼下的长安城里 朔方君还在朔方 以及萧关与大政关 长安城是林昭的平鲁军 与王府的何东军在接场 而在平鲁军与何东军的实力对比中 林昭是占优的 一方面是因为人数 更多的是因为火药以及火气 现在的林公爷 是长安城里拳头最大的那个人 就连李家的这位大长公主 也因为实力关系 开始有意无意地与林昭攀亲近了 而林公爷也很给面子 直接就叫起了姨娘 一旁的王府也上前 对着丹阳大长公主行礼 事实上 如果只是齐轩回长安来 王府根本不可能出城迎接 就是因为大长公主 在皇族之中地位很高 而且又有歧视到这个丈夫 王府才不得不一大早出城相迎 大长公主对王府笑了笑 开口道 大将军不必多礼 不是大将军 本宫这辈子都不知道 还能不能返回长安 说着 这位大长公主 抬头看向面前的长安城 神情复杂 仔细算起来 已经三年不曾见到长安了 林公爷侧身站在旁边 微笑道 姨娘 王室已经恢复长安 以后您再也不用离开长安城了 但愿如此 大长公主扭头看向林昭 轻声叹道 多亏了你们 是你们救了大昭 林昭缓缓摇头 平叛之中 出力最多的是其大将军 晚辈不敢鞠躬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继续说道 今日本来长安城里现有的官员 都要出城来迎接大长公主的 但是城中 现在只有一个经兆府 吴有六部 以及其他衙门 许多事情纷繁错乱 曹香与其他官员 实在是分不开身 没有办法到场 还请姨娘见谅 本也不该来 长公主看了看自己的丈夫 又看向林昭与王府 低声叹道 我一个无用之人返回长安 你们也不该来接我 耽误了国家大事 便是我的罪过了 林昭面露微笑 其他人不知道 我可是长安城里的闲人一个 肯定是要来迎接姨娘的 听到林昭这句话 一旁的王府 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但是眼神已经有些不太自然了 因为林昭 与其家走得太近了 偏偏这种清静 还是天然清静 他找不到任何不当之处 一群人在严平门外 寒暄了许久 最后还是齐大将军咳嗽了一声 沉声道 两位节度使能来迎接我家七二 齐某心中很是感激 只是天寒地冻的 实在不方便说话 咱们还是先进城吧 他开了口 其他众人自然开口附和 林昭看向齐轩 微笑道 我马车里点了炉子 齐兄与我同乘一车吧 齐轩看了一眼父母 见二人没有反对 便笑着说道 我可不是一个人 七女都跟我一起 回长安来了 齐兄不说 我差点忘了 林公爷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早听七叔说 你在成都府上来的女儿 快抱来与我看看 齐轩对着身后的马车招了招手 一个身着冬衣的年轻女子 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姑娘 来到了林昭面前 这是齐轩的夫人与女儿 她是在林昭之后成婚 夫人在长安怀孕 但是怀孕之后没多久 长安便遭逢巨变 他们一家人搬去了西川 最后在西川生下了这个女儿 林昭与齐夫人见礼之后 伸手把这个小姑娘 抱在了自己怀里 朝着自己的马车走去 齐轩夫妻二人 也跟着上了林昭的马车 马车里 林昭抱着小姑娘 在火炉旁边烤火 小姑娘睁着大眼睛 看着林昭 一点也不畏生 林公爷越看越是喜欢 抬头看向面前的夫妻二人 对着面前的齐夫人微笑道 嫂夫人 我这么一抱 这可就是我林家的儿媳妇了 林昭的儿子林青 只比齐轩的这个女儿 大了一岁左右 按照两家人之间的关系 这门青史的确可以定下来 不过现在林昭的身份不太一样 齐轩听到这句话之后 与夫人对望了一眼 然后对着林昭苦笑道 三郎 如果咱们还在太学的时候 这门青史 我立刻就能许给你 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了 徐的回家问一问父母 倒不是说齐轩与林昭的感情浅淡了 而是因为 现在林昭代表着平如君 而齐家则是代表着朔方君 一旦两家结亲 哪怕是定亲 都意味着两股庞大势力的结合 这种影响力 不只是两家人的事情 还会影响到朝堂 乃至于影响到整个长安未来局势的走向 林公爷闻言 哑然一笑 只是随口一说 他们两个人现在才两三岁 也不能就这么定下来 否则将来长大了 你家闺女看不上我那个儿子 闹了矛盾 还要埋怨我们这些父辈不负责任 听到林昭这句话 齐轩微微松了口气 他笑着看着林昭 开口道 这两年我在西川 常常听到三郎你的消息 三郎这几年的经历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齐大公子看向林昭 感慨道 当初我送三郎出长安的时候 你还只是门下省几市中转任青州刺史 一个中州刺史 不要说高高在上的天子 就是六部的郎中 恐怕也未必看得上 可三年之后 齐大公子低声道 三郎竟然凭空弄出了一只平卢军出来 摇身一变 成了天底下声音最大的几个人之一 林昭 把怀里的小姑娘 递还给了齐夫人 然后在身前的炉子里丢了两块炭 微笑道 哪里有凭空弹出来的军队 三年前 我刚到青州的时候 也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范阳军作乱 我也是没有办法 才把青州的团结兵组成的青州军营敌 一来二去 便有了现在这个平卢军 时事使然 林昭抬头看向齐轩 笑呵呵地说道 三年前 我离开长安的时候 就曾经与齐兄说过 范阳军迟早作乱 如今我当初说的话 果然一一应验 作乱的范阳军也已经被朝廷打散 不复成威胁 眼下的局势 齐兄做何想法 齐轩沉默了一会儿 片刻之后 他才抬起头看向林昭 低声道 这句话 三郎是问我 还是问我夫 林昭大皱眉头 他有些不悦地说道 要是有什么话问齐师叔 我自去寻他就是了 怎么齐兄去了几年西川 变得这样身份了 林三郎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开口道 这里没有什么越国公 我也不是什么平卢节度使 你我仍是太学智友 在马车里闲聊 齐轩摇头苦笑 我这几年在成都府 做成都饮 处理的事情太多 忍不住就会多想 说完这句话 他抬头看向林昭 已经被动出洞窗的手 身在火炉前烤火 齐大公子一边看着月动的火焰 一边低声道 范阳叛军只用了一年时间 便把先帝三十年辛苦 打成了灰烬 听到这句话 林昭点了点头 颇有同胆 不错 先帝费尽心血 甚至不惜陆沙恩师 造就的中心局面 只一年时间 就被范阳军破坏殆尽 齐大公子低眉道 这两年时间 我在西川 常常想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假如当年先帝 没有宠幸康贵妃 假如先帝临终之前 解决了康氏的隐患 假如 假如先帝 把该做的都做了 本朝还会不会有 这种弥天之祸 林昭面带微笑 看向自己的太学同学 齐兄想出答案没有 或许想到了 齐轩微微低眉 开口道 先帝最后几年 有没有能力消灭掉范阳的隐患 现在已经无从考究 但是先帝考量了 经上足足三十年 仍然有些放心不下 大抵 可能他留下范阳的隐患 就是想让给 新街掌天下的圣人 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对手 好让圣人不至于沉迷享乐 说到这里 齐轩便没有再说下去 他给出的答案 已经很明显 以当今天子的德行 就算没有康东平 给他安稳 当个几年十几年天子 必然会给大洲 带来其他的隐患 到时候爆发出来 结果可能会比范阳之乱更甚 因为在李勋刚登基的时候 只要操作得当 康东平根本没有机会 在范阳造反 即便范阳军造了反 也有很大机会 把他们拦在同关之外见面 所以 是这个皇帝不行 林三郎闻言 呵呵一笑 齐轩也不喜欢当今的圣人 齐轩微微摇头 低声道 臣不言君过 不喜欢便换了他 林昭笑眯眯地说道 只要齐师叔跟我一起点头 他便做不了这个皇帝了 齐轩脸色骤变 他扭头看向身边的妻子 低声道 什么都没听见 齐夫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 听到林昭这句话 也被吓得不轻 文言立刻点头 是 夫君 切身什么都没听见 齐轩深呼吸了一口气 驻马 林昭咳嗽了一声 驾车的照程立刻停马 齐轩把自己的老婆孩子 送下了马车 嘱咐道 去后面的马车里去 齐夫人神色复杂地点了点头 抬头看了自己的丈夫一眼 转身抱着孩子去了 等齐夫人走远之后 齐轩才重新回到了林昭的马车里 看着满不在乎的林昭 摇头苦笑 记得从前在长安的时候 三郎是个非常谨慎的性子 怎么现在变得这样大胆 这种话 也是随便可以说得的吗 怕什么 林昭微笑道 且不说没有外人 就是有外人 也没有什么关系 要是被圣人听见了 说不定他还会对咱们两家人更可气一些 齐轩看向林昭 声音沙哑 三郎你 还是周成吗 还是 林公爷微笑道 大周的臣子 未必就一定要做当今圣人的臣子 他造了那么大的孽 总不能当全然没有发生过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齐轩 轻声道 我与齐师叔已经商量好了 如果天子 在永德八年下还没有返京 那么 无非就是在换一个李家人而已 齐轩这会儿也冷静了下来 他默默地看着林昭 大殿下 还没有定 林公爷微笑道 大周二百年 天底下什么都不多 李家人却是一捞一大把 到时候找一个顺眼的 抬到那个位置 上去就是 说到这里 林昭伸手拍了拍齐轩的肩膀 微笑道 说起来 齐兄你也有一半李家人的血脉 不是关系很好的话 林昭是不可能跟齐轩说出这番话的 正是把他当成自己的挚友 林昭采用这种半开玩笑的形式 把长安城里的局势 很形象地说给了他听 听到林昭这句话 齐轩连连摇头 苦笑道 三郎莫要害我 我可全然没有这个念头 咱们 还是不要说这个了 齐大公子显然受不了这种刺激 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之后 苦笑道 我无权无事 听不得这些 咱们叙叙旧就好 这些朝堂上的事情 你跟我爹说去吧 过了年 齐兄你就是长安的金兆尹了 林三郎笑呵呵地说道 到时候 我们这些长安城里的人 都受你这个金兆尹约束 还说自己无权无事 齐大公子翻了个白眼 莫要取笑我 说好听脸是金兆尹 说不好听 就是个干杂活的 齐轩掀开车帘 看了看外面的长安城 微微叹息 无论如何 长安经不起第二次犯羊之乱了 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马车已经进了长安城 不多时 在永兴方门口停下 林昭把齐轩送下马车 笑着说道 今月齐兄刚到家 要陪一陪家人 我就不拉你喝酒了 明天 林公爷微笑道 明日我在家中备酒 齐兄一定赏光 你要是不去 我便亲自登门来抢人了 一定去 一定去 齐大公子连忙点头 见齐轩硬了下来 林昭满意点头 又走到已经下马的齐师道 与丹阳大长公主面前 拱手告别 齐师道对着林昭还礼 目送林昭上马车离开 等林家的马车走远之后 丹阳大长公主 站在自己丈夫面前 看着马车远去的影子 轻声感慨 几年前还是长安城里的一个齐居郎 现在 已经这样了不起了 齐师道也正正出神 听到夫人的话之后 他才吐出一口白气 扭头看向长公主 像不像正师 长公主猛的一愣 半天没有说出话 齐师道缓缓说道 这些日子在长安 我看到了一些私工台的技术 先帝最后一年 患上了一种怪病 每日被梦魇缠身 不得安眠 齐大将军目光悠悠 那时 林三正在宫中任起居郎 每次只要他一进宫 先帝就能够泰然安睡 不被梦魇侵扰 私工台的技术里 先帝曾经怀疑过 林昭氏 听到这里 长公主也觉得脊背发麻 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扭头看向自己的丈夫 笛声道 私工台的技术 夫君是如何看到的 尾延占据长安之后 工程里不少文书流落坊间 私工台也流散了一些 碰巧我寻到了几本 齐大将军目光复杂 我从前从来不信鬼神之说 长公主没有说话 而是拉着骑士道的衣袖 夫妻两个人 一起走进了长公主府 夫君的朔方君 要不要 调一些到长安来 不必 骑士道拍了拍长公主的手背 压低了声音 朔方君 伤亡太重 除非动用灵州那边的本部兵力 否则就算调到长安来 也唬不住人 为夫人在长安就行 朔方君 只要遥遥控制西边与北边两关 为夫说话 就仍然有声音 至于咱们家的安全问题 齐大将军微微低眉 声音平静 他称我一声诗书 称呼公主姨娘 又跟薛儿交后 怎么样也会忽能护住 咱们一家人的周全 长公主忍不住摇头感慨 游记的数年前 薛儿第一次带她来咱们家的时候 永德七年 那月三十 那月三十是不宵禁的 长安城元气慢慢恢复 这个新年也变得热闹了不少 再加上大学已经停了好几天 街道上没有什么积雪 此时 长安城里也挂起了不少彩灯 街上显得极为热闹 不过这会儿 林家就只有林昭 还有崔芷晴两个人在长安城 过年也就是他们两个人过 多少有些冷清 林家大宅里 林昭亲自给门口挂上彩灯 庆祝新年 崔芷晴也准备好了一桌子饭食 夫妻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 虽然不热闹 但是多少有些温馨 两个人落座之后 崔芷晴看向林昭 轻声道 夫君 吃饭吧 再等一等 因为前两天一直跟齐轩喝酒 这会儿林公爷不怎腰有精神 他看向门外 低声道 一会儿 可能有人要过来 谁啊 崔芷晴有些好奇 开口道 裴叔叔还不是明日才要来吗 今日他要来 都被你给否了 这会儿 林昭的平卢君 大约有一半是驻扎在长安城里 另一半在长安城外 而平卢君的三个将军 也只有裴姐一个人在长安 赵府平仍旧在关中 到处围剿范阳君余孽 而齐盛则是在帮着林昭 打理洛阳城 除夕晚上容易出事情 因此 今晚就没有让裴姐过来过年 而是让她待在城外的军营里 明天再进城过年 林昭正要回答崔芷晴的问题 赵成便迈步走了进来 对着林昭低头道 公爷 郑老爷到了 林昭回头看了一眼崔芷晴 笑着说道 二就来了 咱们出去迎一迎 崔芷晴慌忙站了起来 整理了一番衣着 这才跟在林昭身后 走到了自家宅子的门口 门口处 一身厚衣服的郑通 正笑呵呵地站着 而在郑通身后 则是她的儿子郑元 林昭低头拱手 旧父年节安康 崔芷晴也跟着低头 旧父年节安康 郑通摆了摆手 把扶起来掺了起来 然后上下打亮了一眼林家的大宅 嘖嘖摇头 三郎也太简朴了一些 我以为你到了长安之后 哪怕不住在太极宫里 最少也要在城北 给自己寻个王府住一住 不曾想还住在原来的宅子里 这时她身后的郑元 对着林昭夫妇低头行礼 小弟见过表兄表嫂 她态度十分恭敬 崔芷晴微微欠身 见过叔叔 林昭站在郑通旁边 无奈一笑 真要像旧父说的那样 恐怕还不等朝廷返京 我就要成第二个康东平 被长安父老赶出长安城了 说着 她侧身道 知道旧父还有二郎要来 年夜饭都没有吃 现在还热 快进屋吃饭 郑通笑眯眯地走在前面 你有这个想法 便说明 你比康东平强出不少 旧生二人先后在林昭的郑堂落座 郑通被林昭按在了主位上 崔芷晴则是给郑通倒酒 林昭的年夜饭 这才算正式开始 在林昭的强烈要求之下 郑通只能坐在主位上 他看向崔芷晴 正要夸奖两句 林昭的院子里 再一次传来动静 一个袖口袖了半枚铜钱 左手藏在袖子里的年轻人 躬身走了进来 来到林昭的身边 低下了头 公爷 赵将军那边传回消息 他们似乎捉住康东来了 林昭微微侧目 手里的酒杯也放了下来 他看向这个年轻人 开口道 在什么位置 笼山里 年轻人恭敬低头 赵将军带领青州军 追捕了这只泛阳军残部 足足三个多月 最后才在笼山里围捕了他们 根据赵将军传回来的消息 这只叛军残部的领头之人 似乎就是康东来 我知道了 林昭微微点头 轻声道 告诉赵府平 让他把这人送回长安来 亲自处理他 另外 林昭顿了顿 继续说道 关中战士 已经基本告一段落 跟赵府平说 让他择机 返回长安休整 让他麾下的青州军歇一歇 年轻人恭敬低头 属下遵命 说吧 他躬身退了下去 等这个年轻人走出林家的正堂 一直在旁边没有出生的正通 才笑呵呵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大外甥 开口道 这人 似乎不是军中人物吧 同前卫是林昭刚弄起来的情报机构 在此之前 林昭主要的通讯工作 以及情报来源 都是来自于正通的大通商号 听到这句话 林昭重新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微笑道 曾经都是平卢军将士 西征的路上伤了 没有办法再跟着打仗 便让他们送送信 现在多少也成一些模样了 说到这里 林三郎轻声道 舅父 赵甫平传来消息说 他们在笼山捉住了康东来 刚才同前卫跟林昭说话的时候 本来就站在一边 再加上声音也低 所以 说话的内容正通并不知道 郑大观人神色微动 然后面露笑容 这是好事啊 他辅长道 康东来这个人 最重兄弟感情 当年康东来在长安吃官司 他不惜放弃朔方节肚使的位置 也要把自己的这个弟弟救下来 提起当年的官司 郑通忍不住低声感慨 如果康东平作乱的时候 仍然在执掌朔方 那么攻取长安 就要轻松太多了 泛阳在大州的东北 距离长安城有2000里多的距离 而朔方距离长安只有千余里 而且 除了一个宵官之外 再无遮挡 如果康东平造反的时候 仍然是朔方节肚使 那么其他节肚使 根本没有机会持员官中 康东平可以轻易拿下长安 如今康东来西逃 如果奈把他的这个兄弟握在手里 将来在跟康东平对话的时候 三郎就大有优势了 林昭低头给自己倒了杯酒 然后端起酒杯 敬了郑通一杯 笑着说道 话是这么说 但是这个康东来 估计不会活太长 郑通与林昭喝了一杯 然后看向林昭 静静地等待下文 我在长安有个朋友 林公爷亲生道 他是曾经蓝天县令 寒退之之子 当年因为一些纠纷 与康东来起了冲突 结果一家老小 统统被康东来烧死 只剩下他一个人 当年还是先帝朝 康家人在长安如日中天 他一度萌生死至 我把他救下来之后 曾经应承过他 要帮他报仇 越国公微微低头 如今一眨眼 已经七年多时间过去了 当初说过的话 不能不算数 郑通微微一愣 随即哑然失笑 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 三郎是个蜘蛛在握的智者 如今转念一想 三郎你现在 也不过二十三四岁而已 这般年轻 无怪如此想 郑通伸手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年轻是好事情 你既然如此想 那便如此做吧 林公爷微微一笑 再过十年二十年 我大概仍然会如此做 生就二人碰杯 饮了一杯温酒 崔芷晴坐在一边 很是懂事的 给三个人煮酒 喝了两三杯之后 林昭看了看 跟着郑通一起到长安来的郑园 然后扭头看向郑通 微笑道 舅父带二郎过来 是想给二郎某个差事 也不能这么说 郑大官人笑眯眯地说道 是知道你在长安缺人手 特意把他带过来 给你大把手 哪怕他做不来 最起码也能够 帮你占个坑不是 林昭现在 的确很需要人手 大周朝廷被打碎之后 现在正在重建 这种扑而后立的状态 从上到下 从郑世堂宰相 到金吴魏的校尉 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而在这个过程中 三位节度使 难免会在这些 大大小小的职位里 安排自己的人手 哪怕是骑士道 也不例外 要知道 长安城里 最重要位置之一的金赵尹 已经被骑士道的 长子齐宣给占了 因此 林昭也需要在长安城里 安排自己的人 不然他好容易建立的功勋 以及现在手中 掌握的巨大权力 都会成为空中楼阁 无有落脚之处 而郑通这个商人 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 从他得知林昭打进长安城 驱逐长安叛军之后 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个时候 他就带着自己的儿子郑元 动身赶来了长安城 林三郎微微低眉 思索了一番之后 抬头看向郑元 开口道 二郎读书否 郑元看了自己父亲一眼 连忙低头 自小读书 那便做个文官如何 郑元愣住了 茫然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就做文官吧 郑通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笑呵呵地说道 你祖父 便是大周的宰相 你也多多努力 争取继承 你祖父的衣钵 郑元脸色尴尬 他对着林昭低头道 兄长 小弟虽然读书 但是 无有功名 这个容易 林昭沉音片刻 开口道 等这个年过了 我就跟另外两位 节度式商议 奏请圣人 在长安开一场智科取士 到时候 二郎去应试就是 应试之后 便自然有功名了 大周的科考 分为长科与智科 林昭考的那种是长科 而智科就是某一方面缺人才了 弄一个专门的题目出来 招纳一些专业对口的人才 去办这些事 郑大官人咳嗽了一声 三郎 李皇帝还没有回京 长安城连礼部都没有 你们三个 就要在长安弄智科 正是因为朝廷没有人 才要弄这场智科 林昭端起温酒抿了一口 微笑道 朝廷被尾烟打得四分五裂 眼下各个衙门都缺人手 等天子回来 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如这个时候 在长安弄一场智科 选拔一些人才 尽快恢复朝廷 说到这里 林公爷微笑道 另外两位节度使 恐怕也在为如何安排自家人发愁 这个时候 只要我提出来 他们头都要点到地上去 郑通捋了捋自己的胡须 微微眯眼 李氏这个李 只是 郑大观人微微叹了口气 只是你们恐怕会被天下读书人 狠狠吐几年唾沫了 二十多年的江湖行走 让郑通这个大通商号的大东家 已经到了人精的地步 在许多方面的事情上 林昭都不如他看得通透 尤其是 现在林昭作为长安城实际上的主宰之一 更不能行差他错 有许多事情 都要跟自己的 这个娘舅请教 因此 这个年夜饭 就生二人坐在一起常聊许久 一直到深夜时分 二人才各回房间歇息 到了第二天初一 平鲁一系的人 纷纷到长安城 来给林昭这个大老板拜年 不过也不是谁都有这个资格 亲自见到林昭 只有在平鲁军 坐到都尉以及都尉以上的 才能进长新芳 来林家见林昭一面 用了差不多一天时间 接见了这些下属之后 到了初二 林昭开始给其他人拜年 事实上 现在的长安城里 能让他亲自 登门拜年的人家并不多 差不多就是宰相曹松 以及长公主府两家 到了长公主府之后 林昭不经意间 跟其师道提了一句 治科的事情 这位其大将军面露一色 看向林昭 久久没有说话 不过 林昭也就是提了一嘴 并没有声谈下去 在长公主府拜访完之后 就起身离开 回家去了 本来王府也算是林昭的长辈 林昭应该亲自去的 但是这个老东西 与林昭暗中交锋过不少次 林公爷爷也懒得 做什么表面文章 干脆派人送了点礼物了事 不过在礼物里 林昭还加了一封短信 信里没有多说 只说了一句 长安百费待兴 急需人才 于是 在越国公有意无意的 穿针引线之下 在永德八年年初三的下午 三位节度使 再一次齐聚归云楼 归云楼顶楼的雅间里 三位节度使 互相寒暄之后 各自落座 林昭神色轻松 骑士道微微皱眉 至于王府 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但是从眼神里 可以隐约看到 一些急切 林公爷端起酒杯 摇摇地敬了两个人一杯 低声道 二位大将军 咱们到长安 也有几个月时间了 长安城现在是个什么模样 二位大将军心里也清楚 就连经兆府 都是个空壳子 全靠军中将士 来维持长安秩序 况且 即便填满经兆府上下的空缺 一个经兆府 也管不了长安城 更没有办法 为圣人恢复朝廷 骑士道静静地看了林昭一眼 沉默不语 而王府 难得十分赞成林昭的想法 他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林公爷说得不错 我大周朝廷的根基 被尾焉破坏得一干二净 现在长安城里 虽然还有不少当初的旧历 以及近事 但是这些人许多都在尾焉做过官 朝廷总不能再用着这些屈服尾焉的软骨头 咱们需要 为国取材 骑士道终于开口了 他声音低沉 我等军武中人 如何能 做礼部的差事 林昭还没有说话 王府便微笑道 齐大将军 你我是彻头彻尾的军武中人不假 但是林公爷却不是 他是科甲进士出身 从前是朝廷外放的青州刺史 正儿八经的文官 如今非常时刻 市集从全 由林公爷负责为国取士 王府微微低头 都是为了朝廷吗 王大将军莫要胡说 林昭咳嗽了一声 摇头道 我虽然是文官出身 但是现在身上也有平卢节度使的武职 无论如何 也不能擅自替朝廷选拔官员 说到这里 林公爷抬头看了看另外两个节度使一眼 然后咳嗽了一声 继续说道 我的意思是 我等三人再一次联名向朝廷上书 请求圣人恩准 我等在长安开一课治科 为朝廷取士 这样也能为朝廷补充一些官员缺口 陛下回京之后 朝廷不至于手忙脚乱 朝廷不乱 才能正通人和 王大将军文言 立刻喜笑颜开 他正要开口附和 一旁的骑士道 再一次皱眉 这样 语举了吧 王府有些生气了 这位河东节度使 怒视骑士道 笛声道 齐大将军 你儿子已经是板上钉钉的金赵颖了 莫非只许你其家人做官 不许让人做官吗 王府这句话 虽然保持了最后的克制 但是实际上 已经把这一次治科的目的 直接说了出来 许你其家人做官 不许我王家人做官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齐轩这个金赵颖的位置 想要做得安稳 必须要得到凌王二人的支持 这就需要三个人之间互相妥协 齐轩拿了金赵颖的位置 齐家就已经得了好处 因此 齐轩道再也无话可说 他张了张口 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始终张不开嘴 便叹了口气 默默地坐在了原地 王府抬头看向林昭 笑着说道 林公爷这个建议 老夫是完全同意的 这样吧 仍由林公爷起草奏书 我等三人联名上奏 如何 林昭微微低眉 还是 请他人代笔吧 这道奏书 本质上是攫取朝廷一部分的人士任命权 从而让三位节度使的权力落地 而这种从黄泉上硬生生薅一把的举动 最是得罪人 谁干了这件事 就会被李家人恨到骨头里 请皇帝回京的文书 林昭可以写 但是这封文书 他不能写 另外两位节度使也不能写 随便找个人代笔 皇帝不清楚 这东西到底是谁发起的 这份仇恨就会落在空处 因为 他不敢 也不可能同时仇视三个节度使 林公爷心思缜密 王府府长道 那这件事 就由老夫去安排 估摸着明后天 这份文书就能写出来 到时候 老夫再与二位一同署名 说吧 王大将军对着林昭 还有骑士道拱了拱手 兴刀采烈地去了 王府离开归云楼之后 一直沉默不语的骑士道 才转身看向林昭 他盯着林昭看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 林公爷 想要做什么 索要报仇 骑士道微微一愣 问道 什么 我帮着李家 收复了长安城啊 林昭低头喝了口茶 笑呵呵地看向骑士道 骑士叔 我从前 住在越州的东湖镇 进城给我现在的乐账做工 帮着他卖书 那个时候 他一个月给我四百钱 帮别人做事情 就要索要报仇 他看向骑士道 淡淡地说道 区别是 我原来是给谢家做事 现在是给李家做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既然做了事情 报仇总是要给的 林昭的逻辑 直接让骑士道愣住了 因为这番话 与他从小接触的 天地君青师那一头 全然不一样 只做事不要钱 便会给人亲见 当年外祖便是如此 说话间 林昭站了起来 对着骑士道微微一笑 对了师叔 我二九前几天回来了 你若是有空 可以跟他见一面 叙叙旧 一个简单的三人议会 只要其中两个人点了头 那么第三个人 如果不想被淘汰出这个游戏 哪怕不情不愿 也得捏着鼻子同意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虽然骑士道对这件事仍有疑虑 但是另外两个节度史都点了头 再加上他的大儿子 即将就任金赵颖 骑家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拿了好处 所以不管他心里怎么想 在王府弄好文书之后 这位骑大将军 还是在文书上数了名 随后 奏书被加急 送往西川 当然了 这封奏书上写的内容 不单单是一个智科 还有询问圣人何时返金 等一些杂事 奏书被六百里加急 送往了成都府 此时 是永德八年的正月初 因为路上还有积雪 这一次 奏书送的过程并不顺利 一直到正月十三 这道奏书才被送到了西川朝廷 而这个时候 林俭虽然已经在准备 搬回长安的事情 但是皇帝陛下 还没有动身的念头 整个西川 小朝廷上下 都充满了一种类似尴尬的气氛 三位节度使联名尚书的奏书 被立刻送到了正式堂 而正式堂没有拆封 静止送往了天子行宫 送到了皇帝陛下手中 大周的皇帝李循 拆开这封奏书看了之后 沉默良久 然后 他才缓缓抬头 看向林俭 这道奏书 林师看了位 三位节度使署名 想来应该是国之大事 臣未敢看 便静止 送到陛下这里来了 皇帝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 把奏书递在一旁的大太监周振手里 声音沙哑 去 递给林师看一看 周振连忙双手接过 两只手捧到了林俭面前 低着头 林向公 林俭双手捧过这份奏书 只扫了一眼 便脸色微变 他自小神童 有一幕十行过目不忘之能 一眼看去 已经把内容看了得七七八八 袁达公沉默片刻 又认真看了一遍这封奏书的措辞 然后抬头看了看天子 低声道 陛下 此时半知科 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却不能有几个节度使去办 依臣的意思 这件事可以准了 但是须得由成都府往长安派遣礼部官员 去主理此事 天子微微低眉 到了长安 谁都要被他们拿捏 派礼部的人去 反而让他们面子上更能过得去了 他们要办知科 就让他们去办 礼部的人 朕一个也不会派去 天子闷哼了一声 就让三个节度使 去办这种抡才大典 看他们三个人 脸面挂得住 还是挂不住 林元达再一次低头 公申道 陛下 如果这种事情 朝廷连礼部官员也不派过去 那么那三位节度使 固然要挨骂 但是朝廷的体面 也就一点都没有了 天下人 会如何看待朝廷 皇帝再一次皱眉 许久之后 他才默默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老师 开口道 一灵师的意思是 无论如何 都要派礼部的人去主理此事 袁达公低头道 不管那三个人心中是如何想的 他们既然还给陛下上书 便是仍旧任大周朝廷的 陛下派个礼部的主官去 那么这场智科 至少名义上 仍然是礼部的智科 陛下派出去的这个礼部主官 也会成为这一次 智科索取世人的做主 林检不紧不慢 继续说道 而且 现在长安明面上里是的是曹相 陛下可以给曹相去旨 让他暗中相帮此事 这样 即便这一次智科索取官员 可能会 被那三个人操纵 但是怎么样也会有一些 忠心朝廷的人在 不至于取世之权 全盘落入人手 皇帝陛下低头沉吟 片刻之后 他才缓缓低头 开口道 那就照此办吧 他抬头看向林检 声音沙哑 礼部的人 由林师你来挑选 没有别的要求 但求对朝廷中心 林检低头 臣 遵旨 林相说完这件事之后 再一次低头 开口道 陛下 这奏书上询问陛下 何时返金 理寻脸色阴沉 返金 朕这就准备返金 他声音沙哑 左右躲不过去 再不返金 大周都要被这些秦王功臣 给瓜分干净了 传朕照命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元宵节之后 朝廷便搬回长安城 届时 朕一龙驾还金 林检心中输了一口气 低头道 臣 遵命 臣这就下去准备 皇帝陛下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个老师 突然开口道 林师不急着走 林检低头 陛下尚有事吩咐 李寻直视林检 目光悠悠 林师家里的这个林三郎 现在是个什么意思 臣 不知 林检叹了口气 低头道 陛下 臣也跟三郎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他这一趟去青州 经历了许多事情 现在他是什么想法 臣也不好说 不过 袁达公微微低头 继续说道 不过如果只说这道奏书 三郎麾下的平鲁军 只是长安的驻军之一 他在长安 也需要看另外两个节度史的意思 假如另外两个节度史主导了此事 那么他 也不得不低头 这就是当初 林昭不肯起草文书的原因 只要他不亲自起草文书 哪怕皇帝事后追究此事 三个节度史都可以推托自己 是另外两个人逼的 人心格肚皮 只要三个人互相推诿 除了他们三个当事人之外 谁也没有办法分辨 天子面无表情 灵师 不是经常与他通信吗 袁达公面色微变 低头道 陛下 臣与三郎通信 只问近况 其他 臣是不知道的 殿中 陷入了一阵漫长的寂静 许久之后 皇帝陛下才缓缓开口 罢了 他挥了挥手 对着林简说道 阵乏了 灵师且下去准备罢 上元节之后 阵便动身返回长安 说到这里 天子闭上双目 深呼吸了一口气 朕生于长安 死于长安 长安便是龙坛虎穴 也不得不闯一闯了 林简没有说话 对着皇帝恭敬低头 慢慢退出了大殿 走在天子的行宫之内 这位大洲的相国 北望长安 默默无语 他夺步回到了自己的马车里 然后乘车回到家中 家中林夫人 已经准备好了饭食 大儿子林默站在门边 对着他躬身行礼 林相公默默地 坐在自己主位上 沉默许久 终于 他看着自己的妻儿 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夫人 大郎 袁达公深呼吸了一口气 再一次露出笑容 咱们 可以回家了 三位节度使 送到西川的奏书 很快就有了回复 正月24 朝廷给三个人的诏书 就送到了长安城 诏书里的内容很简单 告诉三个人 朝廷将于上元节之后 返回长安 另外同意长安城 开治科取士 诏书里明确说明了 怕三个节度使 对于治科流程不熟悉 已经派礼部的十来个官员 返回长安 主理此事 对于最后这段话 几位节度使 都没有放在心上 现在 不要说是什么礼部官员 就算是皇帝陛下 亲自返回长安城 也拧不过他们这三个大腿 也就是说 不管谁返回长安城 这一次治科真正的主导人 只会是三个节度使 林昭也没有放在心上 只不过 在看到这个派回长安的 礼部官员名字的时候 他微微皱了皱眉头 随即就舒展开来 有了朝廷的旨意 金兆福很快开始 在长安张帖榜文 同时布告各州县 将朝廷将举治科的事情 公告天下 按照往年的经验 这个时候发布告 至少要到三月份四月份 这个治科才能办得起来 那个时候 如果皇帝陛下走得快 可能已经回长安了 不过皇帝陛下赶路 与寻常江湖人赶路 自然不一样 且不说成都行宫里的那些财物 单说历代列祖列宗的牌位 就要整理 收拾一段时间 再加上皇帝 以及西川官员 都脱家带口的 回城的速度将会极慢 之前这些人狼狈逃出长安 身后拥有追兵的时候 到达成都府 尚且用了三个月时间 现在能在五月之前 回到长安城 就算是动作利索了 不过西川朝廷 派回长安的 十来个礼部官员 动作倒是不慢 他们在上元节前夕动身 返回长安的时候 也就是二月中旬 只不过这些人 回到长安的时候 局面有些冷清 基本上没有什么官员 来城门外迎接 这些礼部官员之中 领头的是个身材有些瘦弱 但是模样 颇为俊朗的中年人 中年人神色复杂地 看了一眼长安城 然后回头看了看 自己身后的这些礼部官员 微微低眉 好了 今日就能进长安城 莫要再叫苦了 能在这个时候 被编入礼部返京的 最低也是近视学历 这一路从西川赶回来 着实是有些艰难 其中有两个人 还在半道上病倒了 只能被安置在地方上 不曾跟着一起回来 更重要的是 因为要赶路 他们一行人都不能坐马车 都是骑马回来的 这些没有怎么长途 奔行过的读书人 可是吃足了苦头 听到这句话 整个队伍神情振奋了不少 其中一个年轻一些的官员 上前对着这个中年人低头道 陈尚书 您是陛下新任命的礼部尚书 怎么回到长安 一个来接赢的都没有 你想要谁接赢 陈尚书瞥了一眼 这个年轻人 微微低眉 能好生生回到长安 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记着 进城之后 凡是收敛一些 现在的长安 与四年前的长安城 可不一样了 说完这句话 陈尚书整理了一番心情 便开始朝着长安城门走去 这个时候 城门里缓缓驶出来一辆马车 马车 在一行人面前 两三丈的地方停了下来 随即一个一身 黑色袍子的年轻人 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年轻人下车之后 左右看了看 便看到了陈尚书一行人的马队 他夺步朝着这只马队走来 走到陈尚书面前 拱手行礼 脸上带着笑容 老上司 许久未见了 陈尚书在一旁 年轻人的搀扶下 翻身下马 有些踉呛的 来到了黑衣年轻人面前 先是打量了一番后者 然后叹了口气 恭敬低头环礼 见过越国公 这个黑衣年轻人 就是现在长安化石人之一的林昭 而被他称为老上司的这个陈尚书 就是圆门下省黄门侍郎陈鸿 林昭曾经在门下省做过起居郎 又做过给世中 加在一起 统共有三四年的时间 这三四年的时间里 陈鸿这个门下侍郎 一直是他的顶头上司 而且在那几年时间里 陈鸿一直颇多照顾林昭 两个人之间相处的还算不错 因此 当林昭看到是陈鸿任礼部上书反经的时候 才会微微有些诧异 老上司这么说 就太见外了 林昭微笑道 早听说老上司要回来 我在城里备了酒席 给老上司接风 陈鸿往林昭身后看了看 没有看到有什么特殊的人物 便又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三位节度使同气连之 我原以为你们三个 要么一起来接我这个礼部上书 要么就全部对我置之不理 不曾想林公爷你独自来了 如果没有门下省的交情 今天我也是不打算来的 林昭微笑道 前两天就有人打招呼 说我们谁也不要理 这位新任的礼部上书 这样事情就会顺利许多 说到这里 林公爷顿了顿 然后继续说道 不过我既然来了 另外两位节度使 很快也会收到消息 他们即便不来亲自迎接老上司 接下来对老上司 也会客气许多 作为长安城的三个化石人 他们面对这些礼部官员的态度 就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自己该做什么做什么 完全把这些礼部官员当成空气 第二就是争相拉拢 好让接下来的智科 对自己这一方有利 原先王府 是准备是对这些礼部官员 视若无睹 并且给另外两个节度使都通了气 不过林昭 还是念及当年的一些香火勤奋 亲自出来接迎了 陈红扭头看着林昭 忍不住摇头感慨 短短数年未见 林公爷比起从前 已经判若两人了 哪有什么判若两人 林昭呵呵一笑 开口道 只是从前在门下省任给世中的时候 相对白净一些 在青州干了几年地方官 现在变得黑了 两个人闲聊了几句 林昭看向陈红 笑着问道 是圣人派陈公回长安来的 陈红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微微摇头 是圆达公跳的人 林昭沉默了 脸上的笑意 也微微收敛 不过他很快平复了情绪 轻声问道 西川那边传回来消息 说陛下 已经在返回长安的路上了 我欺恕他 陈红因为一路骑马 这会儿步履有些盘山 文言停下脚步 抬头看了林昭也 圆达公他 应当随着陛下一期反惊 说到这里 陈红顿了顿 看向林昭 林公爷 我刚回长安 对长安的局势一无所知 还需要你 给我通个气才是 林昭哑然一笑 别让我不敢说 陈红你放心就是 我保你这个礼部上书 做得平稳踏实 陈红在先帝朝的时候 就是门下省的大黄门 距离宰相位置 只差一步的处像 理论上来说 当年他的位置 比林昭距离正式堂更近 只是林昭是帝师 他却不是 因此经上即位之后 林元达进入了正式堂拜相 陈红依旧在门下省 做他的大黄门 长安陷落之后 他便被带到了西川去 跟着林昭一起忙活西川朝廷 现在朝廷 要派礼部官员 先回京打理治科的事情 林昭几乎没有怎么考虑 便奏请皇帝 任命陈红为礼部上书回京 陈红坐着林昭的马车 进了长安城之后 便从车帘里伸出头去 看长安街道上的景象 林昭见状 便让赵成驻马 他陪着自己的这个老上司 在长安朱雀大街上不行 陈红左右打量 然后摇头叹息 在西川的这几年 我曾经多次打探过长安的消息 都说长安城被泛洋叛贼给糟蹋了 破败荒废 现在看来 长安城已经逐渐恢复元气了 这位礼部上书 抬头看向林昭 轻声道 这都是公爷你 还有另外两位节度使的功德 林昭站在陈红身侧 微笑道 陈公不必这么拘谨 仍旧称呼我三郎就是 陈红微微摇头 没有说话 在珠雀大街上走了一劫之后 陈红突然扭头看向林昭 轻声道 三郎 咱们去寻个地方坐一坐 这会儿已经接近中午 林昭抬头看了看天色 便开口道 近五十了 不如去我家吃顿饭 陈红微微低眉 没有说话 林昭哑然一笑 是了 现在不太方便去我家里 他左右看了看 便在路边寻到了一个茶摊 林昭也领着陈红走了过去 两个人在茶摊边上坐了下来 坐定之后 林昭端起茶壶 给陈红倒了杯酒 笑着问道 陈红这两年 在成都府可还好 苟且偷啊而已 陈红微微摇头 叹息道 要不是三郎你 还有另外几位节度使 我这辈子还不知能不能重返长安 说完这句话 他抬头看着林昭 深呼吸了一口气 既然三郎还愿意认我这个曾经的上司 那有些事 我就跟三郎你明着说了 这个瘦削的中年人微微低头 喝了口茶 然后开口问道 这个智科 三郎想要如何办 林昭也低头喝茶 闻言放下了手中的杯盏 哑然道 陈红这是什么话 既然是朝廷的智科 当然按朝廷的规矩来 圣人派陈红会长安主理此事 一切就由陈红主持 我等三人 会全力配合陈红 为国取士 陈红微微叹了口气 真的是为国取士吗 林昭看着陈红的表情 然后轻声道 陈红放心 大周朝廷还在 没有人想要翻天 这一次 智科你照常主持 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说句心里话 这一次智科 就算我等真的要安插人手 也不会超过总数的一半 不至于让陈红你难做 也不会坏了朝廷的脸面 听到这里 陈红松了口气 他抬头看着林昭 端起手中的茶杯 如此 我便提前谢谢三郎了 两个人碰了碰茶杯 林昭才微笑道 如果陈红不方便去我家里吃饭 我便送陈红回自己的宅邸 现在工程里的礼部衙门已经疯了 陈红歇息两天之后 我亲自领你去礼部衙门赴任 陈红缓缓点头 如此 多谢公爷了 林昭闻言 默默从茶滩上起身 对着不远处的赵承辉了挥手 走 宋陈尚书回开画坊 陈红的返金 让长安的礼部衙门 重新开始运作了 但是因为朝廷还没有返回长安 整个礼部衙门要做的事情 也就只有一个志科而已 三位节度使无论如何 也要顾及朝廷的脸面 因此 这一次志科表面上扮得还很像样 一切的流程都是礼部的人负责 三位节度使看起来都没有干预 但是实际上 这一次志科录取的近视名额 已经被三位节度使提前瓜分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名额 才是其他人争夺的目标 志科真正要举办 还要到三四月份 而三位节度使 预定了属于自己的名额之后 便没有再如何重视这些礼部的官员 让他们自己干自己的差事去了 而这个时候 皇帝陛下 已经在返回长安的路上了 时间从永德八年的二月 来到了永德八年的四月 此时天下间大部分的周郡 都已经恢复了秩序 最起码是恢复了基本的秩序 因为长安要举办志科 领选官员的原因 天下间许多人物 开始涌向长安城 此时 礼部上下的官员 也就二十来个人 根本没有办法独自举办这一次志科 因此 身为礼部上书的陈宏 只能找到了金赵尹齐轩 联合金赵尹 共同举办这一次志科 而在这个时候 三位节度使 已经不怎么关注 这一次志科的经过了 他们的目光 全都放在了 即将返回长安的皇帝身上 此时 距离皇帝陛下从西川动身 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朝廷的一部分官员 已经开始慢慢进入长安城 而天子的皇驾 也已经进入了关中 距离长安 还有三百多里的路程 确切地说 皇驾正在金赵府的武功县 相比较于朝廷的官员 皇帝陛下行进的速度 明显是偏慢的 不过没有关系 即便是按照天子的这个行进速度 最多再有十天半个月 龙驾就要返京了 到了四月底 在武功县修整了整整五天的皇帝陛下 终于宣布起驾返京 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 开始从武功县启程 返回长安 但是 事情总是不会这样顺利的 就在朝廷的队伍返回长安的时候 在武功县返回长安的官道上 皇驾的必经之路上 意外发生了 随着一声巨响 官道的一节道路被轰然炸开 整整七八米的道路被距离直接掀翻 巨响同时经了天子的马队 一时间整个队伍瞬间大乱 至少有二十个人死在了这场爆炸之中 如果有平卢军的火药老手在场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是有人提前许久 在官道的正下方挖了个坑洞 并且在坑洞里填埋了火药 而这个火药爆炸的地点 距离天子的车年 只有不到三丈的距离 有刺客 大太监周震高声立鹤 数十个护卫 同时把天子围在了中间 四面警戒 龙脸上的天子 看着眼前几乎被先飞的道路 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最后 这位皇帝陛下脸色阴沉 看向了身边伴驾 同样脸色难看的袁达公 皇帝陛下声音沙哑 甚至还带了一丝颤抖 这长安 朕还回得去吗 林简同样脸色难看 陛下 臣立刻想查此事 天子面无表情 挥手道 回武功 赞不返京 长安城里 三位节度使 几乎是同时收到了 天子遇刺的消息 这一次 三个人没有选择在归云楼聚会 而是在皇城里的兵部衙门碰面 此时 朝廷的兵部上没有回长安 兵部还是个空壳子 正好给他们三个人议事 三位节度使 各自坐在一张矮桌对面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尤其是林昭 脸色最是难看 因为这一次行刺皇帝的手段 火药 众所周知 火药是他越国功弄出来的东西 林三郎默默站了起来 直接看向了王府 咬牙道 王大将军 陛下已经准许立大殿下为太子 这个东宫之位 大殿下也已经到手 何苦在这个时候 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王府微微色变 也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 抬头看向林昭 闷哼了一声 林公爷莫要含血喷人 这火药乃是你青州特产之物 老夫如何能在官道上埋伏火药 当初打长安 你跟我要了八桶火药 林昭闷哼了一声 当时我就觉得你不老实 没想要 居然要用这些火药 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王大将军也来得气 他看向林昭 怒声道 老夫那些火药 在攻长安的时候 就用了七七八八了 只剩下了两三桶 现在还在我何东军大营里存放 林公爷要去查看否 两三桶 林昭冷笑道 当时说好的 你何东军打长安的火药 我平如军全包了 再额外给你八桶火药 怎么这个时候 就剩下两三桶了 你 王大将军怒不可遏 你还有脸提 当时你给老夫了火药 老夫差不多用尽了 事后跟你讨要 你便百般推托 说什么 你们平如军的火药也用尽了 迟迟不肯兑现沉默 这位何东杰度使唾沫横飞 当初食言而肥 现在又用火药刺杀圣人 还想栽赃老夫 他伸手指着林昭 气得颤颤巍巍 小而被好狠毒的心肠 林三郎自然不肯落入下风 正想继续跟着老头对喷 一旁的骑士道微微皱眉 开口道 二位 他站了起来 看向面前的两个节度使 微微低眉 二位 当真没有做吗 王大将军立刻摇头 大殿下已经是太子 该征的东西 老夫已经征到了 何苦这个时候 去惹这一身心骚 林公爷也摇了摇头 非我所为 平如军自打进入长安之后 便没有调动过 更不要说派去武功买火药了 王府冷眼看向林昭 闷哼道 林公爷在长安的平如军 的确没有调动过 但是攻下长安之后 林公爷还派赵府平 带着一支青州军离开了长安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听到这里 骑士道皱起了眉头 开口道 赵府平是带兵支援 我们朔方军去了 这一点我可以佐证 说到这里 便没有办法继续说下去了 骑士道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就是在这里吵个三天三夜 也吵不出什么结果 这件事 咱们三个人都会派人去查 迟早查出一个结果出来 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问题是 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骑士道声音低沉 圣人受了惊 已经回了武功 无论如何 不肯回长安来了 林昭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默默说道 我可以去一趟武功 把圣人请回长安来 骑士道与王府对视了一眼 然后两个人一起看向林昭 林公爷微微低头 继续说道 我只带二百人去武功 无论如何劝陛下返回长安 如果我劝不动 林昭抬头看向另外两个节度时 继续说道 到时候 再请二位动身去武功 王府低着头 没有说话 骑士道若有所思 开口道 如果我等三人都劝不动吗 林昭微微低眉 那就不用劝了 说到这里 林昭抬头看向王府 淡淡地说道 大将军 武功那边传回来的消息说 当时刺杀圣人的刺客 有两个人都是躲在地下引爆火药的死士 这个地洞 足足挖了近百米 看起来已经挖了半个月了 林公爷声音低沉 要是大将军你做的 现在便直接说出来 咱们三个一同商量出一个补救的法子 如果事后被我们追查出来 莫怪林某不念并肩作战的情分 王府抬头直视林昭 声音低沉 这番话 王某也要说给林公爷听 林公爷年纪轻轻 莫要走入歧途才是 林公爷洒脱一笑 我没有刺杀圣人的动机 而大将军你却是有的 林昭看着王府 笑呵呵地说道 大将军若是真的没有做过 不妨回去问一问你那个女婿 说不定他背着大将军 干出了这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王府先是脸色一变 然后抬头瞪了林昭一眼 冷笑道 你林公爷没有刺杀圣人的动机 旁人不知道你外祖是谁 但是老夫与其大将军 可都是知道的 细究起来 林公爷你跟朝廷可是有仇的 说到这里 王大将军默默起身 环顾了另外两个杰度使一眼 然后声音沙哑 今日老夫严禁于此 说着 他瞥了骑士道一眼 就现在的三个杰度使当中 林昭与王府的嫌疑自然最大 但是骑士道的嫌疑也不是没有 因为当初平鲁军支援 给朔方军不少火器 这些火器里的火药加在一起 恐怕也有好几百斤 二位杰度使 认真思量思量 最好能够妥善处理这件事 说吧 这位河东杰度使 默默起身离开 林昭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痴笑一声 多半是回家 问他那个女婿去了 骑士道也站了起来 走到了林昭面前 神色复杂 这件事 当真与三郎无关吗 不是我 林昭面色平静 缓缓摇头 按照武功那边送回来的消息 当时那些火药炸开的时候 距离天子只有三丈左右 而我叔父便在天子身边半价 我从来都很敬重叔父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 林昭微微低眉 就算我很下心要刺杀圣人 为了叔父的安全 我也不会用火药埋伏在关道上 骑士道皱了皱眉头 难道 真是王府甘呢 他有嫌疑 我也有嫌疑 林昭爷面色平静 淡淡地说道 就连骑士叔你 现在也洗不脱刺王杀架的嫌疑 不过现在看来 嫌疑最大的 应该是长安城里的那位大殿下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微微皱眉 或许 还有可能是其他人 此时此刻 林昭想起了 自己在帝州的火药生产基地 帝州火药署 是林昭最大的火药生产基地 除却三位节度使之外 现在天下间 如果再有人有火药 应该都是出自平如君的帝州火药署 我需要给帝州去信 问一问情况 这件事情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是却很是麻烦 皇帝陛下此时回不回长安 对于林昭等人来说 其实并不怎么要紧 说句难听点的 他就是突然暴毙而亡了 也没有多大关系 李家子孙千千万万 想要当皇帝的多得是 但是皇帝在关中境内遇刺 传出去就很不好听了 林昭与其 王二人商量了之后 稍作准备 便让裴俭暂时进入长安城 主掌平卢军全局 而他本人则是带着自己的亲卫营 离开长安城 直接奔向了关中的武宫县 武宫到长安 也就二百里左右的距离 林昭这一次又没有坐车 统统都是骑马 一行人早上出发 奔行了一天之后 就已经看到了武宫县城 不过林昭并没有急着去面军 而是在城外住了一晚上 到了第二天清晨 才带着卫队 来到了武宫县城城下 与天子随行的禁军接触 听到是平卢节度使亲自到了之后 天子身边的禁卫也不敢怠慢 立刻飞速通报了 正在城中生闷气的天子 此时 皇帝陛下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任谁也不肯见 听到林昭亲自到了的消息之后 这位皇帝陛瞥眼看了看身边的大太监 声音沙哑 周震 替震请越国公进城 周震连忙点头 迈着小碎步就下去了 这位紫衣大太监 是现在皇帝身边司公台的首领 帝位与曾经的大太监位中差不多 能让他亲自去迎接 差不多已经是人臣极致了 周震刚走出去没有几步 就听到皇帝陛下传来的声音 越国公勘乱平叛 公莫大焉 传令正式堂 让林相代朕出城相迎 宰相迎接 也是人臣极致的殊荣 很显然 皇帝陛下对于林昭的到来 还是很上心的 周震微微低头 奴婢知道了 这位大太监离开了天子居所 然后在武功县城里寻到了林检 大致与林检说明了情况之后 他才对着林检微笑道 林相与越国公叔侄一别数年 今番终于得见 奴婢提前恭喜林相了 林检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只是微微叹了口气 若是能在长安相见 才算是完满 原本已经快要回到长安了 不曾想诱出了这种事情 说吧 袁达公默默起身 叹息道 既然陛下有了诏命 老夫与周公公同去 说吧 林检就上了自己的马车 与周震一同出城迎接林昭 这两个人 一个代表天子 一个代表朝廷 就迎接规格上来说 已经给足了林昭脸面 此时的越国公 正在城门外等待天子的召见 他从城市一直等到了四十正 才看到武宫县城门缓缓打开 两辆马车一前一后 从县城里驶了出来 马车在林昭马队前不远处停下 一个一身轻衣的中年书生 从第一辆马车里缓缓走了下来 原本坐在马上的林昭 深呼吸了一口气 立刻翻身下马 迈不来到了中年人面前 毕恭毕敬地下跪磕头 指而林昭靠见叔父 他这个头倒是磕得心甘情愿 自他长城以来 对他帮助最大的便是林昭这个堂叔 如果没有林昭提携 此时的林昭最多是个大商人 说不定还没有进入仕途 况且这个时代 讲究长幼尊卑 林昭是他叔父 在外面跟亲父也没有什么分别 一别数年 林昭看到自己的这个七叔 心里也十分高兴 看到跪在这里面前的林昭 袁达公沉默许久 才伸出双手 把后者扶了起来 弯下身子 帮着林昭胆去了膝盖上的灰尘 这位支撑了西川朝廷好几年的大周相国 叹了口气 已经是越国公了 干什么行这样大的礼数 平白坏了你的脸面 林昭起身 对着林昭微笑道 七叔这是什么话 我便是七老八十了 见到您也该磕头 说着 林昭上下打量了几眼自己的七叔 长叹了一口气 七叔离开长安这两年 着实是苍老了不少 没有办法 太多要操心的事情了 正当叔侄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大太监周震也下了马车 他来到了林昭面前 笑呵呵地对着林昭拱了拱手 林公爷 奴婢奉陛下之命 特来寄营公爷 周震曾经去过青州 替皇帝考察青州的情况 并且在青州 住过一段时间 与林昭也是老相识了 林昭也对着周震拱了拱手 脸上露出了公事化的笑容 有劳大公公了 稍后见到陛下 我再向陛下谢安 袁大公轻轻拉着林昭的衣袖 开口道 好了 既然已经到武宫 就莫要让陛下等了 坐我的马车 我领你去面胜 林昭立刻低头 神态恭敬 侄儿遵命 说完这句话 林昭跟身后的卫队打了声招呼 命令他们在城外就地驻扎 而他自己 则是跟在林昭身后 上了林昭的马车 马车缓缓开动 车厢里 叔侄两个人相对坐 一时间默默无语 袁大公抬起头 认真看了几眼自己的侄儿 然后轻声感慨 虽然不知道你这几年 在青州是怎么过来的 但是想来 应该吃了不少苦头 才能走到今天 袁大公看向林昭的面旁 叹了口气 记得三郎外放青州的时候 才刚马二十岁 林昭摇了摇头 指而这几年 还算顺遂 没有碰到太大的难处 反倒是七叔你 岳国公也叹了口气 齐兄回长安之后 我跟他长谈过好几次 每一次提起七叔 他都说 七叔你在西川一个人支撑朝廷 很是艰难 这个便不提了 袁大公微微摇头 开口道 将来诸事平定之后 你我叔侄坐下来 慢慢续这些家常 现在 他声音沙哑 现在要谈的是 前两天有人刺杀天子的事情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然后看向自己的侄 开口道 这件事 三郎你怎么看 非侄所为 林昭微微摇头 低声道 这两天侄也派人想查了 还没有查出什么究竟 不过在侄看来 这件事也没有做 河东节度使王府 应该也不会做 嫌疑最大的 应该就是 说到这里 林昭刻意压低了声音 轻声道 应该就是 那位大殿下 以及 朔方节度使 听到第一个人的时候 林昭并没有如何吃惊 而听到后一个人的时候 即便是袁达公的心理素质 也微微皱眉 歧视道 他看向林昭 皱眉道 三郎为何如此猜测 因为他也有火药 林国公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而且天子遇刺 明面上看折 与王府嫌疑最大 三位节度使当中 歧视道 看似是最不可能刺杀天子的人 也是最不可能用火药炸皇帝的人 但是正因为这种不可能 反倒让林昭对歧视道 也有了一些怀疑 这件事情一出 所有人的怀疑对象 都是林昭和王府两个人 只有歧视道 一个人置身事外 如果这件事情继续发酵下去 三个节度使当中 林昭与王府的声明都要大损 只有歧视道会安然无恙 如果这件事操作得当 甚至有机会把平鲁军与河东军 统统驱逐出长安城 而这一层 是林昭再来武功的路上才想到的 林昭微微低眉 这件事的影响很不好 几天时间就已经传遍了观众 最好 能把这件事查出个究竟 大白于天下 否则恐怕会很难收场 没有什么好不好收场的 林昭看向林昭 轻声道 七叔 这件事到最后 总是要收场的 至于如何收场 就看圣人如何抉择了 袁达公大皱眉头 他已经听出了 自己这个折儿的话里话外 似乎有了 不臣之心 三郎这么说 袁达公低着头 认真思考了一番用词 然后缓缓说道 似乎 对圣人有些不敬 明俊才值得尊敬 林三郎微微低头 开口道 这几年时间里 叔父一直是跟在陛下身边的 陛下登基之后 是个什么模样 叔父是一一看在眼里的 别的不说 林国公眯了眯眼睛 缓缓说道 就说圣驾南巡成都府之后的事情 到了成都府之后 圣人不说历经屠治 行兵练武 智力还于旧都 至少也应该振奋精神 联络大洲旧臣 攻伐逆臣 可结果呢 躲在深宫里 埋着头不见人 朝廷诸事托付于叔父 军国大事既往于少年 说得难听一些 林昭微微低眉 声音低沉 就是那位看起来不怎么靠谱的大殿下李延 也比当今圣人要强出不少 叔父放心 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好处理的 等会见了圣人 哲与他分说就是 袁达公神情复杂 他看着林昭 两久之后 才艰难地吐出了一口气 似乎是在喃喃自语 圣人说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君要是君 臣才是臣 林三郎微微欠身 缓缓说道 便是圣人 也不能做毒夫名贼 林俭抬头 定定地看着林昭 久久说不出话来 林昭说出的这番话 与他自小读的圣贤书严重冲突 偏偏林昭说的还很有道理 这让他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 他并不是什么愚衷之人 只是短时间内 没有办法接受 臣不敬军的这种现状 见林俭一直皱着眉头 林昭对着他笑了笑 开口道 这件事 叔父就不用操心了 用不了多久 叔父就能返回长安城 这儿在青州又讨了个媳妇 等到了长安 林给叔父看一看 我听说了 林俭看向林昭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听说是崔莹的女儿 崔莹这个人 我是认得的 以她的脾气 居然没有跟你翻脸 秦和崔是一家老小 都是侄儿从叛军手上救下来的 林三郎笑着说道 到了这个份上 他还能说什么 不过我这个阅仗 还是太执着于家族体面 现在明面上连女儿也不肯认了 叔侄俩说话的功夫 马车已经到了天子的临时行宫门口 这里说是临时行宫 其实就是武宫县的一处豪宅 暂时被征用 给天子做了居所 周震仙从马车上下车 来到了林简的马车面前 微微欠身 林公爷 天子行宫已经到了 您下车吧 奴婢带您去面圣 马车上的林昭 扭头对着林简笑了笑 开口道 叔父 侄儿先去了 今年晚上回家里去住 让叔母给做些好吃的 好几年没有吃他老人家 做的饭了 心中怪想念的 林简露出了笑容 好 我让人智慧夫人 林昭这才跳下马车 与林简挥手作别 转过身子之后 林公爷脸上的笑意 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 他默默地看向周震 开口道 劳烦带公公带路 周震看着林昭的表情 心里没来由 生出了一股寒意 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公爷 随奴必来 周震迈着小碎步 走在前面带路 没过多久 便把林昭带到了 这处豪宅的后院 此时 已经是牧春时节 这处后院里颇多花草 各种鲜花盛开之下 显得很是热闹 而皇帝陛下 则是穿着一身蓝断袍子 正坐在亭子下面赏花 周震通报之后 林三郎默默上前 走到皇帝面前 规规矩矩的下跪行礼 臣 平如节度使灵昭 叩见圣人 这个时候 大家都还没有翻脸 那么 一切就要 按照原先的游戏规则来 按照大周的规矩来办事 皇帝陛下扭头 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灵昭 沉默了一个呼吸之后 才勉强在脸上 挤出一个极为热情的笑容 上前一把把灵昭搀扶了起来 灵青快快请起 把灵昭扶起来之后 皇帝陛下满面笑容 上下打亮了一遍灵昭 开口笑道 只几年未见 当年朕亲自外调地方的青州刺史 便摇身一变 成了大周的平庐节度使 真是了得 圣人伸手拍了拍灵昭的肩膀 笑呵呵地说道 三郎可能不知道 这两年朕在西川 常常跟旁人提起 你是朕的东宫官 是朕的前邸之臣 你呀 可是给朕正足了脸面 灵昭站了起来之后 很是自然地站在皇帝身侧 先是看了看这个好几年未见的圣人 然后微微低头 轻声道 陛下过誉了 臣只是做了一些分所当围之事 臣这个节度使的职位 也全靠陛下栽培 若无陛下 臣现在也还是大周的青州刺史 等诸事平息之后 臣便辞去平庐节度使之职 倒是回到长安城里 陛下能在六步之中 给臣一个郎中之职 臣便敏感五昧了 很显然 两个人都是在说漂亮话 至于这些漂亮话的内容 一个字都是不能信的 皇帝陛下再一次伸手 拍了拍灵昭的肩膀 笑道 我大周的岳国公 也太妄自菲薄了一些 灵清什么时候 如果要回长安做官 镇的正式堂里 定然有你的一席之地 到时候 岳州临时一门双炭花 一门双宰相 一定能传为佳话 灵公爷恭敬低头作一 臣多谢陛下 谢恩之后 他抬头看向皇帝 再一次低头 陛下 王师心赴长安 已经半年有余 长安父老都在等候 陛下重履皇庭 臣此来迎驾 斗胆请问 灵公爷面色平静 陛下何时返京 陛下何时返京 灵昭微微抬起头 看向天子 这个姿势是有些 不太对头的 仰面是君 本身就是不敬之罪 不过这个时候 灵昭已经懒得 在意这些细节了 他对眼前的这位皇帝 是有很多不满的 当初他在长安 任几世中的时候 这位皇帝陛下 放着泛阳的编幻不管 一味在长安满足一己私欲 那时候的灵昭 在心里就对这位大周天子 颇有富费 不过 那时候他 只是一个无品的给世中 在朝廷里最大的倚仗 是他那个做宰相的七叔 他又不可能因为自己 对皇帝的个人观感 给自己的七叔 带来什么麻烦 因此就一直对皇帝的 所作所为 视而不见 后来皇帝 在应对泛阳之乱时候的表现 更让灵昭感到失望 说句不客气的话 假如现在各路兵马 都是他灵昭说了算 假如长安洛阳 都在他一个人的掌握之中 李寻的这个皇帝 肯定是做不下去的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一来是因为 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二来是因为李寻这个人 依旧做皇帝 是三位节度使 互相妥协的结果 就目前而言 李寻的这个皇帝 恐怕暂时还要做一段时间 当然了 这是在他自己 不做的情况下 听到灵昭这句话 皇帝的笑意也将在了脸上 他看向灵昭 沉默片刻之后 才缓缓说道 灵清应当知道 朕前日遇刺 那场刺杀太过害人 朕至今还觉得心惊胆战 况且 现在幕后的黑手还没有查出来 朕此时反惊 难免还会招来刺客 灵公爷微微皱了皱眉头 然后对着皇帝低头道 陛下的意思是 再等一等吧 皇帝陛下看着灵昭 咳嗽了一声 缓缓说道 最起码 要给朕先查出一个结果吧 陛下想要个结果 灵昭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这件事 经兆府以及臣等都在追查 迟早可以查出一个究竟 不过这件事情 先后想要查明白 少说 也要十天半个月才有可能 陛下 九五之尊 总不能在武功去尊半个月吧 说到这里 灵昭不等皇帝答话 继续说道 至于陛下说的安全问题 臣可以沿途护送陛下返京 臣亲自走在陛下前面 若还有刺客 臣愿以身替陛下探险 灵公爷深呼吸了一口气 再一次低头 陛下 国不可一日无君 臣请陛下 不要顾及暗中的跳梁 立刻返回长安 主理朝政 皇帝脸上的笑意 终于彻底消失不见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灵昭 缓缓说道 灵昭 这是在逼朕回去 臣不敢 灵昭微微摇头 只是陛下离京太久 长安父老都很想念陛下 可是有刺客 皇帝陛下为数不多的耐心 终于消失得一干二净 他低头看着灵昭 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了 刺客的事情还没有查明白 灵昭就这么急着 催阵回长安去 莫不是 说到这里 天子闷哼了一声 强忍住说下去的冲动 低声道 郑问过了 那天刺杀朕的两个刺客 用的东西叫做火药 如果朕所知不错的话 这火药应该是灵昭在青州弄出来的 不错吧 灵昭垂手站在皇帝陛下面前 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他微微抬头 平视了一眼天子 然后再一次低下头 开口道 陛下 青州的火药有很多 难免会流露出去一些 这一次刺客的事情 与陈无关 也与平卢君无关 陛下 既然不肯返回长安城 陈 也不敢抢求 陈明日 便动身返回长安城 将武功线的情况 告知曹相 与两位截度使 说到这里 灵昭低下头 对着皇帝拱手 陛下既然受惊 陈 便不打扰陛下休息了 陈 告退 说着 灵昭就要低头退出去 皇帝陛下愣住了 一直到灵昭即将走到门口 这位皇帝陛下 才伸了伸手 开口道 灵 灵青捎蛋 灵昭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天子 微微低头 陛下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 天子微不可查地 咽了口口水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问道 灵青 就这么离开了 陛下是君 臣是臣 灵昭微微低头 陛下既然执意要留在武功 臣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尽快返回长安去 与那几位商量 如何处理此事 说到这里 灵公爷顿了顿 继续说道 不过臣还是多嘴一句 若暗处真有刺客要刺杀陛下 那么陛下在武功这么的县城 肯定不会比在长安安全 臣 严禁于此 具体如何 还要请陛下决断 说着 灵昭再一次低头 陛下若没有其他吩咐 臣 便告退了 见灵昭走得着急 皇帝陛下眼皮子跳了跳 此时此刻 如果灵昭在这里 诚诚恳恳地请他回长安 甚至是苦苦哀求他回长安去 这位皇帝陛下 都不会改变 自己留在武功的决定 但是灵昭只劝了两句就不劝了 反倒让他有些心惊胆战 因为 这三个掌握长安的节度时 手里还有另外一个 可以当皇帝的人选 如果他们愿意 甚至可以有千千万万个皇帝人选 这皇帝 并不是非要他理寻来做不可 皇帝陛下深呼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灵昭 灵 灵清 他尽量温和地露出了一个笑容 先不忙走 这位大周天子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转眼间 朕也离开长安两三年了 心中很是挂念长安城 能尽快回长安区 自然是最好的 只是 皇帝陛下走了两步 来到了灵昭面前 拉住了灵昭的衣袖 微微叹了口气 只是 就这么回去 朕心中有颇多顾虑啊 灵昭低头看了 看他拉着自己衣袖的手 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头 然后缓缓低头 把自己的表情遮掩了过去 陛下有什么顾虑 尽管说出来就是 臣力所能及之处 定当尽心尽力 朕的那个长子 皇帝松开灵昭的衣袖 叹了口气 当初朕让他北上靠军 原本是让他靠军之后 立刻返回成都府 没想到他找借口留在了太原 还娶了王府的女儿 如今 长安半城被王府掌握 他们 未必就没有害朕的心思 话说到这里 天子看向灵昭的眼神 已经清静了不少 他伸手拍了拍灵昭的肩膀 声音诚挚 朔方君不在长安 正在长安的安危 就全靠灵亲你了 灵昭仍旧微微低着头 微微扯了扯嘴角 皇帝这番话 到了长安之后 恐怕还会跟另外两个 节度使美人再说一遍 想到这里 他再一次低头 声音平静 陛下放心 平如君 便是天子进君 此时 表面上看起来 君臣一团和气 但是两个人说出来的话 基本上没有一句是真话 他们也都知道 对方在说假话 甚至知道对方 知道自己知道 对方说假话 比如说灵昭说的 平如君就是天子进君 实际上 就算灵昭愿意这么干 皇帝也不可能放心 让一个边君 来给自己做进君 真这么干的话 说不定晚上睡觉的时候 便莫名其妙 龙头落地了 与皇帝有好沟通之后 时间已经临近中午 皇帝陛下非常热情地 挽救灵昭一起吃午饭 灵公爷抬头看了看天色 蜿蜒推剧 陛下 陈宇家叔已经数年未见了 早上到武宫的时候 已经跟他老人家约好了 一会儿去他那里吃饭 灵昭微微欠身 请陛下成全 皇帝微微叹了口气 颇有些遗憾 那好吧 等朕回了长安之后 再请正经请三郎吃一顿饭 灵昭面带笑容 臣 不胜荣幸 说完这句话 灵昭对着皇帝低头行礼 然后慢慢退了出去 等灵昭走远之后 这位皇帝陛下脸上的笑意 慢慢收敛 然后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副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将自己书桌上的一方鼻息 直接扔在地上 摔了个粉碎 养不熟的狼 他咬牙低吼 此时的皇帝陛下 心中又气又怒 因为他觉得 灵昭在跟他的对话当中 表现得不够恭敬 不止不够恭敬 话里话外 甚至还隐隐有一些威胁的味道 这让他有些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仅仅是在三年前 灵昭还是一个小小的门下省给适中 当时的他在自己面前 连大气也不敢喘 皇帝陛下狠狠咬牙 但是又不敢声音太大 只能握紧拳头 狠狠砸了一下桌子 咬牙切齿 非是朕 你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刺史 在皇帝陛下看来 灵昭的平如君能够发展起来 在皇帝看来 也是自己那几道家官的诏书起了用处 不过气归气 这个时候他拿灵昭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 甚至还有许多 需要仰仗灵昭的地方 天子的行宫外面 灵昭的马车依旧在静静地等着 等着灵昭从行宫里走出来 灵昭在周震的陪同下 走出行宫之后 便看到了灵昭的马车 他三两步跑到马车旁边 对着马车微微拱手 长长地喘了口气 七叔你还没走啊 左右无视 便在这里等着你 车厢里的灵昭 掀开车帘 看了看灵昭 微笑道 已经让人去通知你叔母了 这会儿 他多半已经弄好了饭食 我领你回去 灵昭哀了一声 回头跟周震打了个招呼之后 弯身上了灵昭的马车 依旧坐在灵昭对面 他坐下来之后 袁达公看向自己的侄儿 问道 与陛下 谈得怎么样 还算顺利 灵昭微笑道 陛下已经松了口 估计不是明天就是后天 他就会同意 启程返回长安 灵昭微微点头 没有再说话 许久之后 灵昭才若有所思地看着灵昭 继续问道 如果 陛下一就不同意返回长安呢 那侄儿就先回长安去 让其 往二位节度使来劝 灵昭呵呵一笑 相信两位节度使 一定有法子劝的洞陛下 袁达公微微叹了口气 你们三个都来一遍 那便不是劝了 武功线并不大 再加上灵简 也只是暂时 在这里住几天 因此他的临时居所 距离皇帝的临时行宫 距离并不远 很快马车就停了下来 灵昭率先跳下马车 然后伸手就要 搀扶灵昭 袁达公摇了摇头 又不是七老八十了 用不着服 灵昭闻言 乖乖地站在一旁 看着灵简下车 灵简在少年带路 两个人很快进了一处小院子 进了院议之后 灵夫人便迎面走了出来 灵昭上前 就要给灵夫人下跪行礼 扯而扣见叔母 只不过这个院子实在是不大 他跟灵夫人的距离也很近 还不等他跪下来 灵夫人便快步上前 一把把灵昭扶了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 堂堂的岳国公 跪我一个父道人家 像什么样子 灵夫人上下打量灵昭 脸上带着笑容 上午收到老爷的消息 我心里很是高兴 一别数年 终于又见到三郎了 在长安城的时候 灵夫人便跟灵昭关系不错 后来灵昭 在长安做了几年官 两家人感情更加清静 他一直把灵昭 当成了自己的半个儿子看待 灵昭顺势站了起来 看了灵夫人一眼 只见灵夫人 比起在长安的时候 瘦了不守 没有从前那种 略显富态的模样了 看来这两三年在成都府 她的日子过得 也不是如何舒坦 叔母还是风采依旧 与从前一样年轻 灵昭笑着说道 猛的一见 还以为这几年是黄粱一梦呢 少要有嘴滑舌 灵夫人笑骂了一句 然后对着房间里喊道 莫 三郎来了 快出来见一见 很快 一身青涩衣裳的灵墨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灵昭的这个大儿子 向来沉默寡言 见到灵昭之后 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默默上前拱手行礼 灵昭连忙拱手还礼 见过大兄 兄弟俩行礼之后 灵夫人看向灵昭 问道 三郎 我家二郎他 现在青州呢 灵昭回头看向灵夫人 微笑道 我从青州出征的时候 二郎他死活要跟着我一起 争讨叛军 不过我想着军中凶险 便在青州给他寻了个差事 没有让他跟着 等叔父叔母回到长安城 我便给二郎写信 让他也来一趟长安 一家团聚 听到灵湛一切都好 灵夫人忍不住眼睛发红 他用袖子抹了抹眼泪 低声叹息 有劳三郎了 叔母客气 都是一家人 不必说两家话 灵昭正跟灵夫人说话的时候 灵箭已经提着一壶酒 从里屋走了出来 他看向灵昭 笑着说道 从成都府带回来的酒 是当年十股书院的铜窗送的 今日你我叔侄 好好喝上一杯 灵昭含笑点头 七叔既然开口了 只而自然从命 今天的事情 也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就陪七叔好好喝上一场 灵夫人用袖子擦干眼泪 对着灵昭露出一个笑容 我去给你们拿杯子 很快 七八个菜便摆满了桌子 这个时候是回长安的路上 灵家没有吓人 这些菜 都是灵夫人自己亲手做的 四个人各自落座 袁达公亲自给灵昭到了杯酒 然后自己端起酒杯 看向了自己的这个侦儿 他神情复杂 三郎 这杯酒未叔尽你 他端起酒杯 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越州灵氏 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 朝廷开始搬迁 朝廷的正式文书 都已经移交长安城 交给长安的正式堂处理 因此 这两个月时间 灵昭难得清闲了一些 吃完午饭之后 也没有再出门 而是在家里陪着灵昭 下了一下午期 期间 叔侄两个人 聊了很多 关于长安城的事情 到了晚上的时候 灵昭便在灵昭的院子里写信 这个时候 他的数百个护卫 都在县城外面 不曾跟他进城 只有赵成带了三四个人 贴身保护 因为昨天赶了一天的路 此时的灵昭 也有一些疲惫 吃完饭洗漱之后 便被安排在灵末旁边的房间里 很快沉沉睡去 赵成等人 便在外面提到护卫 可能是赶路辛苦 这天晚上 灵昭睡得颇为香甜 正在他酣睡的时候 他的窗户 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击声 有人在窗户外面 声音焦急 公演 灵昭这几年 一直都在跟军队打交道 也遭遇了不少次危机 再加上他睡眠本身很浅 几乎立刻醒了过来 披上外衣 走到窗边 打开了窗子 一个袖口不起眼出 袖着半眉铜钱的年轻人 就站在他窗户外面 呼吸微微有些急促 公演 城里有动静 武功县 是关中的县城之一 当初范阳军撤出关中 三位节度使 就开始陆续收复关中的城池 其中 武功县 就是青州军赵甫平收复的 至今武功县城里 还有不少平卢军的人 这也是林昭敢不带亲卫 就进城的原因 同时 因为林昭要来武功 他麾下的铜钱卫 已经提前在武功县有所布置 现在铜钱卫里 最少有二三十个童子 在武功县里活动 我知道了 林昭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去叫醒我七叔他们 掩护他们撤出去 他这句话刚说完 赵成也一路狂奔过来 到了林昭的门前 公演 院子外面 有动静 赵成句话刚说完 林昭便皱了皱眉头 因为一股颇为浓重的铜油味 便扑面而来 随即一个火把 被人从院子外面丢了进来 有人往院子里撒了铜油 又扔了火把 在夜色之中 林昭隐约看到 有人翻越上了院墙 岳国公深呼吸了一口气 很快穿上了衣裳 他瞥了一眼赵成 闷哼了一声 干什么吃的 他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有人摸进来了 到现在才发现 这个右手断了两指的铜钱卫 微微低头 开口道 公爷 当初赵将军打下武功之后 在城里留了一只500人的驻军 势态紧急 属下已经通知他们 来保护公爷了 铜钱卫最高等级的13个首领 林昭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权限 比如说 势态紧急的时候 有灵机处置之权 眼前的这个断指年轻人 便是13个半枚铜钱之一 当然了 这种灵机处置之权 不包括调兵 铜钱卫现在也只是 知会武功的平卢军驻军 前来保护灵昭 不可能做出其他的举动 而他现在跟灵昭说这件事 就这是 在向灵昭请示 知道了 此时 火光已经在院子里蔓延 灵昭看向赵成 深呼吸了一口气 去 把我七叔还有叔母 统统带出院子外面 若是伤到了他们 唯你是问 赵成看向灵昭 面露为难之色 林三郎脸色一黑 怒声道 我七叔救了你们赵家站上下 你忘了吗 赵成这才咬了咬牙 狠狠转身去了 灵昭这会儿已经穿上衣服 他看向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深呼吸了一口气 咱们的人什么时候到 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 现成不大 最多斩查时间 灵公爷微微点头 转身在床头摸出了自己的配件 声音低沉 他们放火 应该是锁了院门 或者是有人在门口看着 造成他们很警觉 这个时候才被发现 最起码 现在摸进来的人不会很多 灵昭看向这个年轻人 开口问道 你是怎么进来的 后门 年轻人低头 脸色有些惭愧 属下失职 没想到他们动手这么快 后门多半也走不通了 灵昭拔出陪茧 默默推开房门 深呼吸了一口气 走 我们从前门 休 灵昭话还没有说完 一枚箭矢 便从不知名处激射而来 灵昭下意识侧身躲过 箭矢贴着他的头发射了过去 带走了他一柳长发 母剑 高手 灵昭脑子里闪过这两个词 在这个冷兵器时代 武力值高就是可以强人一头 因此 的确有那种从小练武的武人 也有陪茧那种 沙场之上左右 冲震的猛将胸 而在夜色之中 能够精确定位到灵昭的位置 并且差点一击射中的人 自然就是这些从小接触冷兵器的高手 好在赵成带在身边的几个属下 也都是好手 弩箭激发的一瞬间 灵昭的其中一个轻位 便发现了敌人的位置 当即翻身爬上城墙 这个时候 大火已经完全烧了起来 灵箭夫妇还有灵末 都被赵成等人叫醒 然后赵成带着几个护卫 强行冲开了院子的后门 保护着灵昭等人 冲出了这个院子 身后院子里 三四道黑色人影 或者提刀 或者耻弩 追了出来 一直紧紧跟在灵昭身边的那个同前卫首领 从袖子里取出一个哨子 狠狠鼓起 一声凄厉的哨声 在寂静的武功县城里响起 不少人被吵醒 走水了 走水了 不少人从家里跑了出来 各自提着木桶水盆 跑到灵箭的院子里救火 与此同时 隔壁街正在飞奔过来的几十个平卢军 也听到了哨声 朝着灵昭一行人奔来 而那三四个刺客 也遇见了情况不对 各自举起弩箭 朝着灵昭这边射了一箭 然后便各自朝着不同方向 窜进了各个巷子里 消失不见 而在他们用弩箭的同时 赵成等护卫不约而同地 用身体挡在了灵昭一家人面前 死死地挡住了这四根弩箭 好在情急之下 这四根弩箭只中了一箭 被灵昭的一个亲卫 用后背挡下 入肉尽寸 血流不止 这个时候 城里的平卢军 也及时赶到 为首的是一个都尉 曾经在青州见过灵昭 他见到灵昭之后 静直跪在地上 低头行礼 被一直潜涌见过公演 此时的灵公爷 脸色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从前他势力弱小的时候 只能按照朝堂上的规矩 一点一点往上爬 如今他的实力 终于到了可以上牌桌 与最顶尖的那一小撮人 博弈的时候 这些人当中的某个人 或者某些人 却不讲规矩了 想到这里 灵公爷脸色一沉 声音沙哑 带着你的属下 护送我们出城 灵公爷瞥了一眼 那个倒在地上的亲卫 深呼吸了一口气 在城里找个大夫跟着 城中五百个青州军 把灵昭一行人 连夜护送出了城 与城外灵昭的亲卫会合 把灵昭一家人 送了大营里 到这个时候 他们一家人 才算彻底安全了 灵昭守在那个 替他们挡箭的亲卫面前 旁边一个胡子花白的大夫 正在查看伤口 又给他搭了麦 许久之后 这大夫才有些畏惧地 看着灵昭 低头道 这位老爷 看伤口 应该是有毒 小人只能先给他驱毒 再开一些轻毒的药 至于能不能扛过来 灵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微微欠身 辛苦先生了 请先生务必救活他 老先生叹了口气 然后让身边人搭把手 开始从伤口里往外挤血 这里可没有麻药 灵昭的这个信赫的亲卫 便立刻痛得死去活来 没多久 便活活痛昏了过去 此时 正在一旁看着的灵昭 也叹了口气 撇过头去 不忍心再看 当时 这个信赫的年轻人 就是挡在他的身前 如果不是此人 这会儿中见的 应该是他灵昭 袁达公默默走到灵昭面前 微微吐出一口气 这件事 三郎有头绪吗 灵公爷微微低眉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是冲着我来的 叔侄俩迈步离开这个营帐 行走在月色里 我已经给裴简去了信 明天就会有五千优州军 开到武宫来 灵公爷脸色阴沉 这件事没完 灵简站在他旁边 看着自己侄儿 已经有些扭曲的面庞 叹息道 三郎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 灵昭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心中的愤怒才稍稍止歇 灵简看向武宫线方向 开口道 究竟是谁 在这个时候 要对三郎下手 灵昭微微冷笑 那要看这个时候我死了 谁的好处最大 一旦我死在武宫 我麾下的平鲁君 不说立刻土崩瓦解 最少也会四分五裂 再不会成什么气候 到时候 长安城里只剩下两个节度史 只要拉拢其中一个 另一个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说到这里 灵昭冷冷地看向武宫线城 一个很高明的计划 就算是我坐在那个位置上 说不定也会忍不住这么做 袁达公深深皱眉 三郎是说 不是他 就是王府 灵昭声音沙哑 这件事 他们都要给我一个说法 不然便闹一闹 了不起再在关中打上一架就是 这会儿 灵昭是不怕打仗的 论兵力 他现在在长安的兵力 是要胜过王府不少的 而且在西征的过程中 他的平庐军伤员大多是轻伤 这会儿已经基本恢复健康 寿方军已经被打残 而且不在长安城 王府在长安的河东郡 兵力也不如灵昭 真打起来 灵昭甚至可以在关中实现一打二 当然 灵昭虽然小有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并不是压倒性的 了不起 大家把关中打烂了 各自回到自己的地盘过日子 立一兵莫马 将来再拼个你死我活 说到这里 灵昭回头看向灵简 声音低沉 叔父 最让我生气的 并不是他要派人刺杀我 灵昭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开口道 说得难听一些 哲现在是拥兵自重的节度使 天子想要除之而后快 无可厚非 但是今夜 哲与叔父是住在一起的 灵昭眼神阴沉 如果真是他的话 那他让人放火 就是想把叔父一起杀了 叔父你是他的老师 先是扶他登基 这两三年又在西川丹京节律 若真是他 灵昭黑着脸 这种人也配称圣人 一旁的灵简 面无表情 两久之后 他才缓缓说道 三郎 事情尚未有定论 以我对陛下的了解 他应该 做不出这种事情 叔父 人是会变的 灵昭冷笑道 当年他在前邸之时 不也是一副温良公俭的模样 那时的叔父 想过他登基之后 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灵简脸色变得灰败了一些 两久之后 他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声音沙哑 三郎 我累了 他默默转身 先去歇息去了 说吧 袁达公迈步离开 单单一个背影 便能看出无限凄凉 灵昭看着他的背影沉默良久 然后自己搬了把椅子 一个人在大营里默默静坐 到了后半夜凌晨的时候 脸上仍有羞愧的赵成 低着头走进了灵昭的大帐 跪在了地上 公爷 周公公来了 正在大营外面求见 灵昭面无表情 不见 让他滚回去 赵成立刻点头 转身去跟周震复述了灵昭的话 周震好歹是司公台的大太监 如果是在先帝朝的时候 即便是节度时本人 也要对他客客气气的 听到了滚回去 三个字之后 这位大太监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许久之后 周震脸上才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他对着赵成低头道 小兄弟 老你转告林公爷 就说咱家今天一定要见他一面 他若是不见 咱家便不走了 说吧 这位司公台的魁首 便站在平卢军的大营里 静静地等候 而赵成回去再一次通报之后 大营里便再也没有动静 周震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在大营门口等候 就这样 他一直等到了第二天天色大亮的时候 赵成才再一次来到了他面前 周公公 我们公爷愿意见你了 此时的周震 正蹲在平卢军大营门口 显得颇有些狼狈 听到赵成这句话之后 他慌忙站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请 请小兄弟带路 赵成瞥了周震一眼 转身在前面引路 没过多久 便来到了林昭的大帐里 见到了正坐在主位上的 脸色阴沉的林某人 周震先是对着林昭作一行礼 见林昭不为所动 他一咬牙 直接跪了下来 林公爷 昨天晚上 您一定是 有了什么误会 什么误会 林昭从自己的椅子上站了起来 冷眼看着这个大太监 周公公今日来 是想看看昨天晚上 你挥下司公台的刺客 有没有得手吗 现在皇帝 能够直接动用的武力 也就只有一个司公台了 假如昨天晚上的刺客 真的是皇帝派的 那就必然是司公台的刺客无误 周震被这句话 吓得连连摇头 公爷 这其中误会大了 周太监低下头 苦笑道 公爷是国之助食 我等保护公爷还来不及 如何会刺杀公爷 林昭走到周震面前 面无表情 那周公公说 昨夜林某遇刺 是何人所为 周震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想 想来 应该是那些该死的叛君余念 周震 跪在林昭面前 战战兢兢 这件事情大了 这位手握重兵的平如节度使 在天子架前遇刺 更要命的是 这位节度使 很年轻 年轻人血气方刚 有些时候 棱角都还没有磨平 碰到事情 往往就会血气上涌 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 如果是寻常年轻人 最多也就是寻衅姿势而已 而这位越国公 要是真的生了气 很可能就是血流百里 周震 跪在林昭面前 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他低头道 公爷 陛下没有理由要害您 现在司公台的人 也在城里追捕刺客 等追捕到了刺客 一定审个清楚明白 给公爷一个交代 林昭面无表情 你们自己的人 捉得到吗 捉得到的 捉得到的 周震硬着头皮 咬牙说道 公爷放心 至多两天 司公台一定把这件事情 查个清楚明白 司公台去查 林昭冷哼了一声 开口道 那也不必 林某手下也有一些人手 他们已经在开始查这件事了 若真查实了是司公台所为 林昭冷眼看向周震 声音沙哑 那朝廷对待功臣的手段 未免也太让人心寒了 周震头更低了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低头道 公爷 别的奴婢不敢说 但是这件事 绝对不会是司公台所为 他抬头看向林昭 咬牙道 不瞒公爷 司公台在武功线的人手 有近二百人 昨夜如果是司公台动手 二百人 林昭冷笑道 这武功线 就是我平如军 从叛军手里夺回来的 城里还有五百青州军 你们司公台动手的人 只要超过十个 连我的院子也接近不了 昨天晚上 那几个刺客 之所以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 接近林昭所在的院子 就是因为 人数 只有四个人 如果他们人数再多一些 不要说同前卫会发觉 就连赵成等人 也会提前发现 不至于给逼到那种险境 周震声音苦涩 公爷 司公台是奴婢在掌握 昨天夜里 司公台绝对没有任何动作 这种话说出来全无益处 林三郎面无表情 冷声道 周公公也不必跪在我这里装可怜 请回去转告陛下 我平如军已经从长安赶来武功 迎接陛下还经 说到这里 林昭对着银帐外面低喝道 赵成 替我送周公公 赵成连忙走进银帐 把地上的周震扶了起来 把他送出了大营 就在周震在林昭这里苦苦哀求的时候 武功现成的天子行宫里 一个脸色有些憔悴 看起来三十来岁的中年人 垂手站在皇帝身边 微微低头 皇兄 林昭在城里有眼线 我的人刚接近那个院子 他就已经有所察觉 并且城里的平如军 提前动起来了 可惜 中年人低眉道 这是最好的机会 如果昨天晚上能诛杀林三 平如军将会轰然瓦解 皇帝陛下有些无力的 瘫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他沉默许久 才抬头 看着眼前熟悉而又陌生的中年人 苦笑道 老八 你太急躁了 这种时候急不得 更不能惹恼了林昭 司公台的消息 林昭昨天晚上出城之后 便连夜派人往长安调兵 眼下他的平如军 已经在路上了 能够被皇帝成为老八的人 自然就是跟着他从小一起长大 并且在当年皇权成帝之时 出了大力的宋王世子李旭 当年长安破城在即 皇帝都被迫逃往西川 而李旭却怎么也不肯离开长安 选择留下来与长安共存亡 长安破城之后 这位曾经的世子殿下 便再没有消息 不管是林昭还是天子 都以为他死在了那场战乱之中 一直到龙驾进入关中之后 这位消失了好几年的世子殿下 才偷偷联系到了司公台 并且成功在武宫见到了皇帝陛下 这个时候 皇帝才知道 这几年时间里 李旭到底经历了什么 长安破城之后 李旭因为腿脚不变 再加上受了点伤 根本没有办法逃离长安 他原本准备已身训成 结果被那个从青州跟过来的小丫头小桓拦住 两个人便在长安城里的怀远方躲了起来 最开始的一段时间 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一直到几个月之后 李旭伤势康复 范阳君对长安城的管控 也放松了不少 他才得以从长安脱身 并且积极在关中联系关中父老 对抗范阳君 关中的关中义君 之所以能够这么快成行 这位李家的世子殿下 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只是因为先师洛阳 再师长安 李旭一度觉得 无言在见世人 因此 他就一直躲在幕后 不曾做关中义君的首领 也不曾再用李旭的名号 更不曾联系西川朝廷 这几年时间里 他在关中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做李富 外号叫做李瘸子 而这个李富 正是关中义君的二号人物 在关中义君的地位 仅次于首领史方 史方带人扣开销关城门之后 关中义君大部分被朔方军接收 李旭也没有怎么参与 带着一小部分关中义君 再一次躲在暗处 随时准备替朝廷出力 他在七八天前才见到天子 而这一次刺杀林昭的人 也是他手下关中义君的死士 听到皇帝这句话 李旭深呼吸了一口气 声音沙哑 陛下 这个时候不得不搏一搏 如果做事事态发展下去 李家的江山不丢也丢了 说到这里 他一瘸一拐地走了两步 对着天子低头道 祖宗姬业为重 不得不起行险招 只是没想到 林昭见机的快 给他躲了过去 眼下 只能把事情往外推 推到康东平头上 推到王府头上 或者是推到姑府头上 曾经风华正茂的世子殿下 如今的李瘸子 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迎接陛下还经 应该是他们三个节度时 一起商量出来的结果 林昭即便再恼火 也不可能因此私行费力 陛下只要死咬着不松口 林昭寻不到把柄 还是会把陛下迎进长安 可惜的是 这次没有得手 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次了 李旭深深低眉 眼下所有的困局 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只有他死了 江山才可能依旧幸灵 皇帝陛下看着眼前 有些陌生的兄弟 低声叹息 老八你 从前与他私交不错的 私是私 公是公 李瘸子微微低头 让人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为了大周二百年基业 他抬起头看向天子 声音沙哑 便是灵师 我也杀的 因为武功 距离长安实在太近 林昭遇刺的第二天下午 幽州将军裴俭 便带着进迁骑兵 来到了武功县外 林昭的大营里 这位脾气火爆的幽州将军 见到林昭行礼之后 先是询问了一番林昭的伤势 然后便大声嚷嚷起来 他娘的 裴俭怒骂了一句 一口唾沫吐在了地上 公爷一路千辛万苦 从青州打到了关中 替李家人拿回了长安 现在李皇帝还没有回到长安 便敢对公爷下黑手了 裴俭怒火中烧 叫嚷道 公爷放心 属下现在就带人闯进城里去 把李皇帝捉来 让他给公爷一个交代 裴俭怒火冲冲 实在不行 干脆一刀砍死这个软蛋 再让李家重选一个皇帝 林昭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微微摇头 裴叔声音小一些 我七叔住得不远 被他听到了不太好 那有什么不好的 裴俭挠了挠头 开口道 难道林相公他到了这个时候 还向着外人不成 林昭张口想说些什么 随即默默摇头 没有说话 事实上 他还真的弄不清楚 林俭现在究竟向着谁 自己的这个七叔 自小读的是圣贤书 从小学的就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那一套 如果皇帝现在下诏让他去死 并且正式堂也通过了 一切程序合法 他大概会毫不犹豫的 自己上吊抹脖子 这种儒家忠君的观念 早已经深入其心 一时半会之间很难改变 林昭也没有想让林简 做这种二选一的残酷决定 想到这里 林昭看向裴简 声音低沉 长安城的事情 安排好了没有 林昭离开长安之后 长安的军务 都是裴简 在打理 听到林昭这句话之后 他连忙低头 开口道 公爷放心 幽州军与青州军各有统领 长安城里城外 也都有一个副将坐镇 生不出乱子 林公爷微微点头 开口道 带了多少人过来 先头的骑兵一千人 已经差不多全到了 后面还有四千人都在路上 今天夜里就能到齐 说到这里 裴简您笑一声 公爷不用担心 这么个小县城 属下带两三百人就能踏平 您在这里捎带 最多两个时辰 属下就替您把李皇帝捉来 说到这里 裴将军神情激动 捉了李皇帝 也算给郑公报了仇 他是郑温的贴身护卫 郑温被天子冤杀之后 他便一直看李家人不顺眼 甚至一度打算刺杀先帝 现在 终于等到了对李家人下手的机会 他如何能不激动 不急 林昭声音平静 若是要攻打武功 不等你到 我身边这些人 就可以拿下武功现成 调你们来 是来撑场子 不是来打仗的 说着 林公爷看向武功现成 冷声道 要让他们害怕 要他们再也不敢惹我 听到这里 裴俭就有些郁闷了 不过他思索了一番 就明白了林昭的意思 当即开口道 那属下这就去出去陈兵列阵 好好吓他们一下 说着 裴俭攻身告退 而在这个时候 从长安赶来的幽州军 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向武功 先头的骑兵 是在傍晚到达 剩下的四千部族 也在午夜十分陆续到达 到了第二天早上 五千幽州军 已经全部到达武功现成下 裴俭亲自指挥 五千幽州军 按照攻城的阵列 齐齐整整地摆在武功现成城下 这些幽州军 都是一路 从幽州打到关中的精锐 几乎每个人 手里都见过血 而且 可能还不止一个人的血 一时间 武功成下杀气冲天 大太监周震 被吓得瑟瑟发抖 亲自赶到平卢军大营门口 要求见林昭 不过这一次 林昭没有见他 把他拦在了门外 就连大营里的林昭 也觉察到了事情不对劲 亲自来到林昭的大营里 来见自己的侄儿 林昭到了 林昭不敢不见 亲自把他迎进了自己的帅杖 请在了主位坐下 林昭坐下之后 抬头看向林昭 皱眉道 三郎 你这是 林昭这会儿 已经冷静了下来 他对着林昭微微欠身 开口道 七叔 如果不让他们害怕 他们就会觉得我软弱可期 今后侄儿就休想再有安生日子了 可是 袁达公摇头叹息 可是凶手尚未查明 你这样沉冰圣驾之前 若不是那人 林昭低头道 那侄儿调来的这些兵马 就是迎接圣人回京的遗仗 林昭沉默了 许久之后 他才悠悠地叹了口气 三郎啊 林昭低头 侄儿在 为叔 希望你 不要冲动 侄儿不曾冲动 林昭微微欠身 正要继续开口说话 大帐外的赵成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对着林昭低头道 公爷 河东军王洛 金赵尹齐轩 都到了 此时在大营外面 等着见您 来得好快啊 林昭哑然一笑 开口道 把他们请进来 带到旁边的大帐里去 告诉他们 我一会儿就去见他们 赵成点头应试 攻身下去了 林昭扭头看向林姐 轻声道 七叔看到了 即便我想要做什么 另外两个节度时 也不会同意 不过即便如此 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林三郎声音低沉 必须要让他们知道 我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 林俭叹了口气 默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摇头道 罢了 你已经长大了 不再是当年那个 跟我进长安的少年了 你 自己做主吧 袁达公 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等朝廷回归长安 我与曹相交接完朝廷的事务 我便带着你叔母 回岳州老家耕田读书 说到这里 林相抬头看向林昭 语重心长 三郎你 要处处当心 叔父放心 折儿省的 林俭这才点了点头 两只手揣在袖子里 离开了林昭的帅长 等林俭走远之后 林昭才整理了一番衣裳 脸上的表情收敛 面无表情地走进了 另外一个营帐里 见到了已经在营帐里 等候的两位 少将军 见林昭走了进来 齐轩连忙起身 来到了林昭身边 上下打量了一遍林昭 开口问道 三郎你 无事吧 林昭对着齐轩点了点头 挤出一个笑容 齐兄放心 我没有大碍 王洛也站了起来 看向林昭 拱手道 公爷无事就好 父亲在长安听说公爷遇刺 担心不已 特意让下官赶来探望公爷 林昭皮笑若不笑地 看向王洛 少将军竟然是来探望我的 如今我黯然无恙 少将军就可以转回长安去了 王洛与齐轩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都站在林昭面前 对着林昭拱手低头 三郎息怒 公爷息怒 齐轩代表齐师道 王洛代表王府 很明显 这两位少将军 都是来劝架的 他们两个人到这里 就代表了父辈的态度 而且态度很鲜明 不同意林昭 在武功 做出什么太过激进的举动 林三郎面无表情 先是看了看王洛 又看向齐轩 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少将军感到这里并不奇怪 怎么齐兄也亲自来了 齐兄现在可是经兆营 长安那么多事情要忙 一是来劝三郎不要冲动 齐轩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二来也是受了曹相等人委派 前来武功请圣人还金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林昭 低声道 三郎你放心 这件事情谁也不会想要遮掩 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只是现在事情尚未查清楚 平如君变为了武功 实在是有些不像话 齐轩看向林昭 小声说道 这种时候不能与宗室结仇 齐辅君犹豫了一下 往前走了两步 来到了林昭境前 富尔低声道 想做第二个康东来吗 康东来就是因为不得人心 才被赶出长安城 说明此时天下人心 仍然在李家身上 这个时候兵为武功 来为难即将回京的皇帝 如果传出去 林某人历时就会成为 第二个康东来 大周朝的第一拧城 林昭微微低眉 淡然道 齐兄误会了 我调人来武功 非是为了为难圣人 而是武功县里出了刺客 平如君担忧圣人安危 可以调派了五千人 过来护驾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王洛 淡淡地说道 邵将军还有什么话好说 王洛先是看了一眼齐轩 又看了看林昭 微微低头 林公爷 在下有些话 只能单独与公爷说 林昭看了齐轩一眼 然后哑然一笑 齐兄先去一旁的帅帐里等我 稍后 我去许你喝酒 齐轩点了点头 起身拱手 离开了营帐 等齐轩走了之后 林昭才看向王府 淡然道 邵将军现在可以说了吧 王洛微微低头 声音低沉 林公爷 您在武功遇刺 定然雨 朝廷脱不开干系 我父听说了之后 也极为气愤 说圣人的做法 让魏国出力的功臣迟冷 听到这里 林昭已经明白了王洛的意思 他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所以 王大将军的意思是 让我抛弃当今圣人 林公爷 王洛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君名则成贤 如今圣人这般待公爷 公爷 何苦还要支持这个朝廷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只要公爷点头 大殿下立刻就可以 在长安登基 遵圣人为太上皇 到时候 林公爷你便是 大洲世袭网替的岳王 朝廷最大的功臣 其世道的军队不在长安 长安只有平卢军与河东军 如果林昭与河东军合作 两个人几乎可以瞬间控制住长安的局势 直接把李延高捧到地位上去 不过不是迫不得已 林昭不想看到这个的局面 因为李延 是王府的女婿 一旦她登上地位 和东军的势力 将会全面膨胀 而李延正位之后 中军的骑士道 说不定也会效忠新军 到时候 很可能会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世袭网替 林昭难难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 然后呵呵一笑 大殿下好大的手笔 在泛阳之乱之前 大周不要说异姓王 就是异姓的国公 也少之右手 只有几个被死后追封的郡王 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说 皇帝回京之后 就会加封平叛的功臣 到时候 林昭可能会被封王 但是世袭网替的可能性不大 世袭网替 那就是 世代都是岳王 王洛微微低头 开口道 这都是大殿下的诚心 这种诚心 听起来太让人胆寒了 林三郎面无表情 缓缓说道 我如今只是一个国公 暗处有些人就要除我而后快 将来真成了世袭网替的岳王 不知道什么时候便死了 林公爷多虑了 王洛低下头 开口道 我父说了 新皇登基之后 大周将会有三个世袭网替的异姓王 到时候就是三王之士 没有人可以动摇公爷您的地位 这句话就好像齐情之间的东西 二帝之约一样可笑 林三郎皮笑若不笑地看着王洛 好了少将军 用不着用这种话来哄骗我 我也不说什么空话 只要你何东郡 现在派五千兵马到武功来 与我一起围了武功 林某便转而支持大殿下 如何 这个时候 何东郡从长安派兵到武功来 便等于站在了林昭这一边 即便事后李延登基四位 这块污点也永远无法洗脱 而且 一旦两个节度史都有动作 其实倒说不定会把朔方军也调过来 到时候就一片大乱了 好了少将军 你在这里休息休息 林某 还有其他事情要办 少赔了 说吧 林公爷副手 离开这个营帐 朝着自己的帅帐走去 帅帐里 齐轩已经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 见林昭走进来之后 他起身看向林昭 低眉道 三郎 王洛找你是 为了大殿下 还能因为什么 林昭摇了摇头 开口道 也不知齐兄你那个表直 给王府为了什么迷魂要 这位大将军死心塌地 要扶着他登基四位 不肯放过半点机会 齐轩微微摇头 看向林昭 三郎怎么想 要看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能查出结果 林三郎声音沙哑 开口道 咱们都是兄弟 我与你说实话 如果真的查明了 刺杀我与七叔的人是司公台 那么 他就真的不配在那个位置上 坐下去了 无论如何 我都会把他给拉下来 林昭心中戾气未散 假如那天晚上的事情 真的是皇帝李循干的 那么就等于是试杀帝师 代表李循 这个人的人品 已经卑劣到了极点 当然了 他的老爹 先帝李源 便曾经干过试试的事情 这父子俩 也算是一脉相承了 若真是如此 林昭便不可能再让他在地位上 继续做下去 即便平如君的利益 受到一些影响 他也会把皇帝 从地位上给拉下来 齐轩沉默片刻 然后低头道 三郎 我父亲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可以慢慢查 但是皇帝留在武宫 被平如君围着 毕竟不像话 传出去 也会对你的冥冥生不利 父亲的意思是 先把陛下接回长安去 其他的事情 以后慢慢处理 我没有什么意见 林公爷面色平静 只是他胆子小 被火药下了一下之后 便再不肯离开武宫回长安了 我去一趟 齐轩面色坚毅 把圣人劝回长安 王洛神色微变 然后对着林昭低头道 公爷 这件事 我要请教父亲 五千平如君 几乎把武宫县城团团围住 双方陷入了紧张的对峙状态 而齐轩在见过林昭之后 又从平如君大营离开 走向了武宫县城 林昭亲自把他送到了 距离县城门口不远处 叮嘱了一句 齐兄诸事小心 齐轩看向林昭 笑了笑 三郎放心 可能会有人对你不利 但是却没有人会杀我 说着 这位大舟的金赵营 副手进了武宫县城 等齐轩进城之后 一个袖口袖着铜钱的年轻人 悄悄地来到了林昭的身边 深深低头 公爷 这两天 咱们在县城里 把这件事详细查了一遍 林昭侧目 有什么结果没有 年轻人低头道 那四个刺客 都已经消失不见 找不到人在哪里 不过咱们的人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确定了其中一个人的身份 林公爷转身 看向他 说 年轻人低头 开口道 咱们查到的这个人 名叫徐静 是在十天前进入的武宫 其他的三个刺客 应该是跟他同一批静的武宫县 这个徐静 是关中云阳人 咱们的人 已经去他的老家查访了 说到这里 年轻人低声道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徐静 不是司宫台的人 不是司宫台 林昭微微一愣 然后扭头看向不远处的武宫县城 若有所思 派些人去西川 查一查皇帝这两年在西川 有没有另外配置力量 同时 林三郎声音沙哑 把这个徐静的根底给我统统查出来 年轻人恭敬低头 属下遵命 另一边的齐轩 已经进入到了武宫县城 他进了县城之后 大太监周震 立刻就迎了上来 又是鞠躬 又是作医 牡壁见过齐辅君 这些皇帝身边的静视 怕林昭只是表面上怕一怕 但是面对齐轩 他是真的害怕 一举一动都毕恭毕敬 因为齐轩 是天界的亲戚 也是天子这儿 八经的孤表兄弟 齐轩看了一眼周震 然后缓缓说道 周其某要面见圣人 还请周公公带路 周震连忙点头 府君随奴必来 周震在前面带路 很快就把齐轩带到了 天子在武宫县的临时行宫 并且把他引到了后院 见到了后院里的天子 齐轩在西川几年 常常能见到自己的这个表兄 因此对皇帝并不陌生 见到皇帝之后 他立刻上前跪了下来 扣手道 陈齐轩扣见圣人 皇帝陛下这会儿 被林昭摆在城外的兵马 吓得心惊肉跳 见到齐轩之后 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立刻上前把齐轩搀扶了起来 都是自家人 表弟太客气了 把齐轩扶起来之后 皇帝陛下亲自把他扶到了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大郎 姑父让你来的吗 齐轩犹豫了一下 点头道 是父亲让我来的 他先是抬头看了看皇帝 然后低头道 陛下 父亲让我连夜赶来武宫 一方面是制止平如君 另一方面也是要赢陛下还朝 大郎啊 皇帝陛下苦笑道 林三都带兵把镇的皇家给围了 这种时候 镇还能回京吗 越是这个时候 陛下越要回京 齐轩站了起来 看向天子 开口道 陛下 这一次从长安来的 非只成一个人 还有河东节度使王府之子王洛 这个王洛 便没有赢陛下回京的意思 说到这里 齐辅君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声道 他非但不准备迎接陛下还京 反而从中挑拨 想要把这一次刺杀林国公的事情 栽赃到陛下头上 从而把林国公拉到他们那一边 陛下 现在的长安城 是在平如君与河东郡的控制之中 您想一想 假如林国公支持了王府 陛下您 还有机会返京吗 非是朕所为啊 皇帝陛下看着自己的表弟 满脸苦笑 朕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到底是谁刺杀了灵昭 再说了 当夜他与灵师住在一个院子里 朕就算要对他动手 也不可能对恩师下手吧 陛下 这个时候说这些 全无用处 齐轩低着头 开口道 既然这件事非是陛下所为 那么不管怎么查 都查不到陛下头上 陛下正应该在这个时候回京 主掌大局 免得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 朕 皇帝陛下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叹了口气 大郎 朕几天前便准备回京 结果在回京的路上 便遇了刺客 这个时候 林 林招这逆臣又带兵为了武功 朕还如何能够回京 听到逆臣两个字 齐轩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头 好在他现在正低着头 皇帝陛下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陛下 长安的局势瞬息万变 您再拖一段时间 即便回到长安 时局也会与现在全然不同 这个时候应该果决一些 齐轩声音坚定 开口道 您想一想 即便您不回长安 也不可能离开关中 武功这座小县城 又能挡住多少人 您不回长安 可能 就会变成太上皇了 皇帝陛下咽了口口水 他看向齐轩 低声问道 大郎 辜负他 在长安驻兵几何 齐轩在心里叹了口气 对着皇帝微微低头 回陛下 父亲只带了五百朔方军 清兵返回长安 朔方军军主力 还在灵州 以及萧官 大镇官镇守 陛下 当断则断 齐轩深深低头 只要非是您刺杀的灵国公 平卢军 是大洲的军队 有了平卢军 王府便不敢妄动 陛下在长安就是安全的 大郎 皇帝陛下伸手 拍了拍齐轩的肩膀 神色复杂 这些事情纷繁错乱 容震想一想 齐轩无奈点头 臣尊圣命 周震 天子轻声呼唤 大太监周震 很快上前 躬身待命 你领着齐辅军下去歇息会 朕要独处一段时间 考虑这些事情 齐轩起身 对着天子 躬身行礼告辞 等齐轩离开之后 天子才看向自己身后的一座屏风 神色复杂 老八 屏风后面 一个瘸子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 皇兄 齐轩说得不错 这个时候 你已经不可能离开关中 只能去长安搏一搏 可万一 皇帝看向李旭 开口道 可万一 灵昭把这件事情给查了出来 陛下放心 他查不出来 李旭神色自信 淡淡地说道 那天晚上动手的四个人 臣弟都已经处理干净 而且 他们本身是关中的百姓 从头到尾与陛下 与司工台都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灵昭查个底朝天 也不可能把这件事情 扯到皇兄您的头上 齐轩在武宫县城里 待了整整一个晚上 当天夜里 城里就传出来消息 天子将要在第二天早上 动身启程 返回长安 于是乎 四日一早 五千平如君 虽然仍旧列阵在外 但是已经让开了一条路 看起来像是天子的遗仗 林检叔侄俩 都在城门口 迎接皇帝陛下出城 此时 林昭还没有把那天 行刺的事情查清楚 更没有掌握司工台 参与此事的证据 再加上另外两个节度 是一起施压 这个时候 他不能对皇帝做什么 只能带着他返回长安 不过经过此事之后 林昭对皇室的好感 再一次下降 到了四时左右 武宫县城城门洞开 数百天子敬畏 护送着天子皇驾 离开了武宫县城 林检叔侄 以及河东军王洛 来到城门口迎驾 金赵尹齐轩 骑着一匹马 在一旁半驾 等到龙典 进了之后 众人纷纷跪地行礼 林三郎微微皱眉 也还是跟着跪了下来 做了个样子 这个时候 数千人正在看着 如果不愿意跪皇帝 与造反无异 天子亲自从碾架上走了下来 他先是说了一句 平身 然后亲自上前 把林检叔侄扶了起来 等林家两个人都起身之后 皇帝看向林检 面带担忧 林师无事吧 袁达公神色复杂 他抬头看了一眼皇帝 微微欠身 多谢陛下关心 臣无事 皇帝叹了口气 开口道 前天晚上知道林师还有林青遇刺 朕担心的姨也没有合眼 好在周震后来 传回来消息说 林师叔侄无碍 朕才稍稍放心了一些 说着 皇帝又扭头看向林昭 微不可查地咽了口口水 开口道 林青你也不碍事吧 臣无碍 林三郎面无表情 开口道 当夜臣的护卫见机地走 早早地护送我们 离开了那个院子 臣等才得以幸免 不过当时那些贼人 各自射发了一只弩剑 若不是臣属下的亲卫用身体挡住 林昭看向林姐 声音沙哑 臣的七叔 恐怕就要被那贼人给伤到了 无事就好 无事就好啊 皇帝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想要伸手拍林昭的肩膀 犹豫了一会之后 还是缩了回来 他尴尬一笑 林青麾下的护卫 以身卫护我大洲的相国 正回长安之后 便你之家讲 林三郎面无表情 臣待他 多谢陛下 这个时候 皇帝又把目光看向了跪在一旁的王落 他的脸上露出笑意 开口道 王将军也到了 你父亲还好吧 家父一切安好 王落毕恭毕敬地低头道 陛下吸收 家父一直很惦念陛下 如果不是长安城里 还有很多事情要他操办 他老人家 昨天便来武功迎接陛下了 不碍事 皇帝对着王落和善一笑 算起来 朕也许多年 没有见过王大将军了 这一次回长安 一定与他好好续一续 他笑呵呵地说道 朕这两年在西川 消息不怎么灵通 以至于你我两家结亲 朕都是侍候才知道 等回了长安之后 爷儿的婚事 可以再办一场 不能委屈了你家的姑娘 王落恭敬低头 多谢陛下 小妹能够嫁给大殿下 已经是高攀天俭 万不敢提委屈二字 话不能这么说 天子轻声道 王家的姑娘 总得明媒正娶 给朕这个公爹看看不是 王落正要开口 一旁默不作声的越国公 突然上前一步 对着天子 微微低头拱手 陛下 天色不早了 他缓缓说道 此时动身 天黑之前 可能还可以赶回长安 再晚一些 就又要在路上住一天 现在外面 说到这里 灵昭顿了顿 继续说道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刺客 不安全 陛下还是尽早回到京城 回到太极公里为好 听到灵昭这番话 皇帝的脸皮子 不自然地抖了抖 然后强行挤出一个笑脸 灵青说得对 他看向王落 笑着说道 咱们有什么话 回长安再说 现在还是赶路要紧 说吧 皇帝陛下转身 在周震的搀扶下 重新上了自己的年假 等他坐稳了 大太监周震才 高喊了一声起架 队伍再一次缓缓进发 灵检一家 因为灵夫人不会骑马 灵昭便给他们 安排了一辆马车 其他的人 有马的便骑马 没有马的人 大多不行 武功距离长安 只有15060里 如果他们走得快一点 今天夜里 应该就可以赶回长安 就算再慢 明天怎么也应该到了 车队开起来之后 灵昭与齐轩 一起并马而行 走在天子龙架之后 看到齐轩 灵昭脸上的寒意 消散了不少 还是齐兄厉害 灵昭轻声道 一晚上时间 便说动了天子反惊 齐轩摇了摇头 苦笑道 是你把圣人吓到了 逼得他 不得不尽快返回长安 说到这里 齐大公子抬头 看了看长安城的方向 若有所思 不知道这一次天子还经 京城局势 会演变成什么模样 无论如何 齐家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灵昭微笑道 齐兄你现在 是天子的表兄弟 若是大殿下即位 你便是天子的表叔 两代皇帝都要倚仗你们朔方君 齐家 将会贵不可言 少来这套 齐轩摇了摇头 苦笑道 天见哪来的血清 莫说表兄弟 就是亲兄弟弄不好 也会父子相残 再说朔方君 朔方君又不在长安 齐轩看向灵昭 神色复杂 这长安 现在还不姓李呢 灵昭笑了笑 没有接这个话 提起朔方君 我想起了一件事 灵昭看向齐轩 淡然道 现在你在长安 齐师叔也在长安 那么朔方君 就是齐兄你那个兄弟 在带着 这件事 齐师叔是如何想的 灵昭语气里有些疑问 准备把齐兄你放在朝堂 让老二出去 领朔方君 齐轩面色平静 大抵如此 我是近世出身 现在又是金赵尹 轻易不可能出去捅兵 老二他自小喜欢武刀弄枪 如果他能接过父亲的家业 也算是一件好事 那齐兄 你可就吃了大亏了 林公爷轻声道 如果是在二百年前 甚至是一百年前 朝廷正式堂的宰相 自然远胜在外带兵的武夫 但是现在 不太一样了 齐轩洒然一笑 我从来不去想这些 走一步看一步吧 就算父亲 真把朔方君交到我手里 我也未必能够把握得重 说到这里 齐轩朝着身后的反京队伍 看了一眼 说起来 周胖子 应该也在这一次 回京的队伍当中 怎么这两天始终没有见他 齐大公子看向林昭 微笑道 等回了长安 把他叫起来 咱们三个摄友 还去归云楼喝酒 天子龙驾 毕竟不能像正常行军那样赶路 原本起码只需要半天的路程 天子一天时间 还是没有走完 在路上速营一夜之后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看看看到长安城 龙驾距离长安还有二十里的时候 就已经见到了长安出城迎接的一众官员 其中有宰相曹松 还有两位大将军 大殿下李延 以及金赵府的一众官员 天子亲自吓了碾叫 见到了已经白发苍苍的宰相曹松 曹象贵营天子 替泪满腮 皇帝陛下亲自把曹松扶了起来 感慨道 一别数年不见 曹象比起从前又苍老了一些 朕不在长安 辛苦诸君了 曹松泪流满面 跪在地上不肯起身 叛贼攻破长安之际 臣也有训国的念头 虽然侥幸在叛贼脚下苟活 但是心中无一日不惦念我大周 无一日不惦念陛下 老臣今日能够得见龙驾返京 大周心腹 便是立刻死了 也直当了 实在是扶不起来曹松 皇帝给一旁的周震使了个眼色 主仆二人合力把曹象扶了起来 两位大将军又上前 给天子磕头 天子看着跪在这里面前的两个大将军 神情多少有些复杂 过了片刻之后 微微弯身 伸手虚伏 二位都是挽狂蓝鱼祭道 拯救大周万名苍生的大英雄 可跪不得朕 快快起身吧 两位大将军 就没有曹松那么矫情 听到了皇帝这句话之后 便先后从地上爬了起来 垂手站在一边 皇帝陛下看向骑师道 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姑父 姑母已经回长安一段时间了 她老人家还好吧 骑师道连忙低头 回陛下 大长公主一切都好 就是最近染了风寒 今日本来她也要出城迎接陛下的 因为身体不适 便没有出城 陈黛 她向陛下赔罪 可不敢如此说 天子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那是朕嫡亲的姑母 没有长辈迎接晚辈的道理 既然她老人家身子不舒服 等 等朕安顿下来 便去探望她老人家 说到这里 天子又看向王府 脸上露出笑容 王大将军 朕那个儿子 这两年多亏你照顾 此臣 分内之事 王府脸色惶恐 低头道 不敢受陛下夸赞 天子微微一笑 等过些日子 咱们这两个亲家 要坐在一起 好好聚聚才是 王府深呼吸了一口气 神情看似 有些紧张 臣 恭候陛下召唤 天子上下打量了一遍王府 微微眯了眯眼睛 没有说话 眼前的这个河东节度史 看起来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 但是天子心里很清楚 王府一点都不怕他 不仅不怕 在他心里对自己这个天子 可能还有些不屑一顾 见了两个节度史之后 一身紫衣的大太监李延 终于跪在了自己老爹面前 低头战战兢兢 而臣 恭迎父皇圣驾反京 天子脸上的笑容一致 然后上前把自己的儿子扶了起来 神色淡然 太子这两年做得很不错 等朝廷恢复法度体制了 朕定当重伤 李延毕恭毕敬 垂手站在自己父亲的身边 不敢说话 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自己的老丈人 王府面色平静 给了李延一个让他安心的眼神 王大将军此时 底气十足 虽然皇帝明面上是九五之尊 但是现在的长安城里 皇帝说话并没有他王府好使 整个长安能够跟他比肩的 只有两个人 如果再狂妄一些 甚至可以说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平如节度使灵昭 因为朔方军并不在长安 就在皇帝陛下接见群臣的时候 白发苍苍的曹松 在人群之中 一眼看到了灵简疏直 这位长安正式堂的相国 连忙上前来到灵简面前 看着头发已经白了近半的灵简 曹象再一次老泪纵横 远达 我对不住你啊 曹松低头捶泪 身子都有些颤抖 当初长安收到同关破关消息的时候 宰相杨琼 直接被皇帝给斩了 能够主事的就只有他与灵简两个人 结果曹松没有抗住这个压力 直接一并不起 导致朝政的压力 统统压在了灵简一个人身上 这也导致灵简这几年 头发几乎一片片白的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 曹松对灵简一直心怀愧疚 远达公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官场前辈 心中也是百感交集 曹公莫要如此说 林远达低头叹息 你我身为人臣 但尽本分而已 天子不只是一个人回来 还把西川的朝廷一并带回了长安 此时城外迎接的队伍当中 不是有亲朋故旧 至交好友相认 一时间很是热闹 最后 还是骑士道齐大将军站出来主持局面 出列对着天子拱手道 陛下 此时再不进城 一会儿天就黑了 此事人太多 鱼龙混杂 一旦天黑 恐有人对圣驾不利 天子这才点了点头 回头命令周震 动身进城吧 天黑之前进城 莫要误了时辰 周震这才喊了一声 车队再一次起城 开向了长安城 林昭本来是跟林检走在一起 不过林检从政二十多年 在门生顾立 也不知道有多少 这会儿 他被一帮读书人围在中间 林昭也没有办法靠近他 只能带着自己的卫队 默默随对进发 这个时候 一匹通生黑色的大黑马 贴近了林昭的身边 马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 他上下看了一眼林昭 然后开口问道 林公爷 无碍吧 林昭礼貌性地 对着这个大汉低头道 多谢骑师叔关心 那些匪类没有伤到我 这就好 骑师道松了口气 开口道 这几天我在长安 听说了武功的消息 吓了一跳 生怕你在武功出什么事情 说到这里 骑师道顿了顿 开口道 说句不太中听的话 三郎你要是在这个当口出事 长安城立刻就要大乱了 他瞥眼看向林昭 继续问道 可查出什么根脚吗 还没有 林昭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查到了其中一个人 没有发现司工台的背景 那还好 齐大将军吐出了一口浊气 苦笑道 我还担心是某些人犯唇 正对你动了手 平鲁军的怒火 现在长安城里 可没有人经受得住 林昭笑了笑 没有接话 他再马上思索了一会儿 突然想起一件事 于是便扭头看向骑师道 开口道 对了 骑师叔 我还想办一件事情 可能需要你的支持 骑师道齐在马上 文言立刻看向林昭 有些好奇 到如今 三郎还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帮忙 平反 林昭面色平静 我准备上书朝廷 替外祖平反冤案 如果 给郑温平反 原本就是林昭 在林昭计划列表里面的事情 当初 他从东湖镇来到长安城 当中灵师 二舅正通便寻到了他 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资源 尤其是他外放到了青州之后 大通商号更是几乎全砸了上去 他这么尽心尽力地去扶持林昭 自然不可能是单纯的生就关系 事实上 从第一次见到林昭 他就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想要借助林昭 替郑家平反 这也是为什么林昭刚拿下长安不久 整个班底都还在青州的时候 正通便带着儿子来到了长安城 他等林昭掌权 已经等了很久了 或者说 他想要重新姓郑 已经等了很久了 除了正通的影响之外 林昭本人也是想要做这件事的 从他离开越州以来 就开始一点一点 接触当年的庄大安 随着对郑温的了解越多 他对自己这个素未谋面的外祖 就越发敬佩 别的不说 单单是死了二十年之后 还活生生地吓死了当朝的天子这一点 就足以见得郑温这个人的人格魅力 到底到了何种程度 有时候夜半之时 林昭也偶尔会想起自己的这个外祖 想要与他见上一面 但是很可惜 如果当年郑温不出事 郑温不落难 林昭也就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与自己的外祖父 注定只能是神骄 永远不可能碰面 除了以上种种原因之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林昭也想办好这件事情 让自己的母亲林二娘 能够开心一些 虽然林二娘是个与世无争的性格 这些年面对各种苦难 也都逆来顺受了 但是父亲这件事情 一直是在他心里的一个疙瘩 如今私人已逝 想要起死回生 自然是不太可能 但是想把当年的这桩铁案给翻过来 却并不是很难 因为林三郎现在 与从前大不一样了 而且 三大节度史之一的骑士道 当年是郑温的入室弟子 如果不是郑温 骑士道现在可能还是青州的一个庶人 根本不可能 坐到现在这个位置上 听到林昭这句话之后 骑士道先是沉默许久 然后扭头看着林昭 开口道 三郎你 在这个档口 他面露为难之色 林昭很了解骑士道 他之所以会有这个表情 并不是不想给郑温翻案 而是觉得现在的时机不对 眼下皇帝刚刚回归长安 甚至还没有进入长安城里 离开长安近三年时间的朝廷 也还没有各自归位 三年以来 不管是长安还是天下 都动荡不安 大洲原来的官僚体系 几乎被摧毁殆尽 在这种情况下 朝廷要一点一点地恢复过来 少说也要一年半载的时间 而且在这一年半载的时间里 不能再有任何变故 任何动荡 不然将会严重影响朝廷的恢复进程 林三郎面无表情 怎么 骑士叔不觉得我外祖是冤枉的 我自然知道 恩师是冤枉的 骑士道声音低沉 默默地说道 只是 只是圣人刚刚还都 朝廷经不起震荡了 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先放一放 等个半年时间 到时候就算三郎你不提这件事 齐某也要向朝廷上书 还恩师清白 平反冤案 又不影响朝廷重建 林三郎面色平静 开口道 就是要正本清源 朝廷的根基才能证 骑士叔 你可以等半年 我是等不了的 今年回去之后 我就开始搜罗当年那件事情的前后始末 然后向朝廷上书 请朝廷平反此事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骑士道 缓缓说道 关中百姓 胡伟烟朝廷三年有余 关中四处明辩四起 就是因为伟烟朝廷失其正 如果朝廷不愿意正本清源 那么大周朝廷同样失其正 说完这句话 林昭拉了拉江省 速度快了一些 跟随队伍一起 从长安的西城门进了长安城 而骑士道 则是跟在队伍身后 看着 林昭远去的背影 神色有些复杂 平反冤案 并不是一桩麻烦事 甚至刑部里专门有直私看河地方 送上来的诸多案卷 一旦刑部发现不对 就会发回地方重审 如果再审不对 刑部就会亲自派人下去 三法司里的大理寺 玉矢台 都有这个功能 但是那些案件 都是一些普通的案件 而郑温一案 是先帝亲自受益 并且定案的铁案 甚至这件案子之后 司宫台的人 还去了一趟刑部 销毁了关于这件案子的所有卷宗 先帝的意思很明显 不许任何人再来查阅 再看 翻看这桩案件 连查都不能查 更不可能翻案了 即便是先帝本人 在生命的最后一两年时间里 被郑温的梦魇缠身 他所做的事情 无非就是请玉清冠的赵天师 将郑温的尸骨 请回行阳正室 再让那些道士 在行阳做法事 从而平息郑温的怨气 可哪怕是弥留之际 先帝也不曾想要翻案 因为这是定下的铁案 一旦翻案 他里面就是七师灭祖 忘恩负义的小人 天子乃是圣人 圣人 圣人 错的自然就是天地万方 因此 哪怕圣人办了坏事 这件坏事 要么其他人给他背锅 要么就只能被压在地底下 永远不见天日 如今 先帝已经过去八年有余 本朝从未有人提过郑温这桩大案 因为当今天子 乃是先帝的儿子 于忠于孝 他都不能去说自己老爹的坏话 更不能去接自己老爹的伤疤 而现在 林三郎要去揭开这道伤疤了 而且他话里话外的语气很明显 如果朝廷处事不公 那么这个朝廷 便根基不正 根基不正的朝廷 不可能安稳 其大将军坐在自己的马背上 默默地看着林昭远去的背影 久久没有动弹 他又抬头看了看眼前的长安城 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这个才二十岁出头 却已经手握重拳 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要有大动作了 不知道这个刚刚光复没有多久的长安城 能不能惊得起他的折腾 想到这里 骑士道又看了看自己前面不远处的皇家 这会儿是傍晚时分 皇家从西门进入长安 而即将落山的太阳 刚好也挂在西面的半坡上 落日的余晖扑洒下来 正好照在进入长安的车队上 拉出了一道道长长的影子 骑大将军回头看向西边的太阳 落日余晖 晚霞红遍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骑士道微微眯了眯眼睛 有些出神 恩师在天有灵 或许也在看着此时长安吧 长兴方 林家大宅 出门出差一趟的林公爷 终于平安返家 林家大大小小的家眷 立刻来到大门口迎接 当然了 现在林家的人 大多都在青州 在长安的 也就崔芷晴 还有郑通父子俩 原本他们应该去城外迎接林昭的 但是谢戴然不在 崔芷晴一个人不方便出去 而郑通现在仍旧是大州的侵犯 更不合适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 林昭刚到家门口 崔芷晴还有郑通两个人 便在门口迎接 崔芷晴见到林昭之后 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他三两步来到林昭面前 上下打亮了一遍林昭 夫君 没事吧 没事 林昭对着他笑了笑 开口道 不是给家里回了信 报平安了吗 没什么大事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开口道 那天晚上 我没有什么危险 就是七叔差点被贼人射到 好在有个兄弟替他挡了剑 不然崔芷晴点了点头 开口问道 夫君 那个护卫叫什么名字 现在还好吧 说到这里 林昭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信赫 叫赫明 已经去了 赫明当夜用后心替林检挡了一剑 因为是弩剑 所以力道不小 直接入肉半寸 更要命的是 弩剑上有倒钩 很难取出来 而且 脆了毒 在平鲁军大营里 大夫救了他一宿 但是没有救过来 第二天下午便去了 真是太凶险了 崔芷晴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他伸手拍了拍胸脯 心有余悸地看了看林昭 好在 好在 他平复了一番自己的心情 低声道 七叔 七叔他老人家还好吧 七叔也没有什么事 林昭缓缓说道 方才进城 我已经把他们送回了平康芳 派了人保护 不会出什么事情 他看向崔芷晴 轻声道 等他们歇息一两天 我领你去给他们敬茶 崔芷晴点了点头 到了这个时候 一旁的郑通才来得及插上话 他看向林昭 轻声道 三郎查清楚是谁下的手吗 林昭摇了摇头 我的人在查 不过短时间内 估计很难有什么进展 对了二舅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商议 林昭看了看崔芷晴 笑道 六娘去到胡查 我与二舅商量一些事情 崔芷晴乖巧点头 下去给两个人泡茶去了 郑通看着崔芷晴的背影 若有所思 三郎 你这个夫人她 林昭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笑呵呵地说道 是有了 一个月前大夫就来整过脉 估计有三四个月身孕了 崔芷晴从洛阳到长安 已经有好几个月时间了 这几个月时间里 他们夫妻俩一直待在一起 难免留肿 好事 郑大官人与林昭一起 脉步进了郑堂 然后笑呵呵地说道 但愿是个姑娘 林昭看了一眼郑通 二舅这话的意思是 郑通淡淡地说道 要还是个儿子 老大老二年级差得不多 将来怕你后宅不宁 林昭皱了皱没有 然后摇头道 现在不是想这些事的时候 咱们商议正事 说话间 两个人已经进了林家的正堂 各自落座之后 崔芷晴已经端着茶水过来 林昭看了他一眼 微笑道 这里没有别的事情了 六娘去歇一歇吧 哪有这么娇贵 崔芷晴有些不好意思地 看了看林昭 然后对一旁的郑通低头道 舅父 你们慢慢一世 切身掀下去了 郑通对他笑呵呵地低头微笑 二夫人慢走 听到郑通的这个称呼 崔芷晴眨了眨眼睛 扭头看向林昭 见林昭没有什么反应 他也不好说什么 点了点头之后就下去了 等崔芷晴离开之后 林昭才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舅父 我准备上书朝廷 替外祖平反 短短的一句话 让郑通如遭雷击 他愣在原地许久 随后才端起手边的茶水 双手肉眼可见地在颤抖 郑通时的大商人 平日里不管什么场面 他都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这还是林昭 第一次见他如此失态 他放下茶水 抬头看向林昭 深呼吸了一口气 三郎 此言荡真 自然是荡真 林昭轻声道 舅父 当年那桩案子发生的时候 我还没有出事 许多事情都只是封闻 我需要关于当年那些事情的资料 证据 最好是整理好的那种 整理好证据之后 我立刻写奏书 向朝廷奏报此事 郑通强忍激动 深呼吸了好几口气之后 才低声道 三郎 现在 现在李皇帝刚刚回京 长安许多事情还不稳当 这件事 不一定就要如此心急 我们兄弟 还能等他 他看向林昭 沉声道 最好 等待朝廷给你的封赏下来之后 你再上 这道奏书不迟 这一次堪乱平叛的过程中 三位节度使 都是公莫大焉 但是因为皇帝不曾返回皇都 朝廷也不曾安稳 对于三位节度使的封赏 就迟迟没有异定 根据现在朝廷的状态 大概再过个半个月一个月 朝廷彻底在长安稳固下来 给林昭等人的封赏 就会落实下来 说白了 到那个时候 大周朝廷就会多出三个异姓王 而这三个王爵 皇帝心里虽然不情愿 但是是必须要给的 因为长安城 以及整个关中 现在都还在三个军头的控制之中 因此 封王就是朝廷回归长安之后的第一件事 哪怕是正通 也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落实下来 所以他才想着 等林昭受封岳王之后 再让林昭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不至于影响林昭的王爵 不必 林三郎微微低眉 开口道 这件事能快则快 二舅把该给的东西给我 我整理好之后 等到朝廷重开朝会 我便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奏成此事 至于封王不封王 林三郎喝了口茶水 呵呵一笑 现在重要的事情 不是他们给不给 而是我们要不要 二舅这些年帮了我许多 你放心 外祖的事情 我一定给你办妥 林昭看向正通 微笑道 等到这件事情办妥了 二郎就可以用 行阳正式的身份 在长安做官 二舅你 也可以重回行阳 到时候 让二舅 你做行阳正式的家长 正通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压下心中的激动 他从自己的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自己的外甥 深深意义 我带行阳正式 谢过三郎了 林昭连忙站了起来 把正通扶了起来 摇头道 哪有娘舅给外甥行礼的 二舅莫要舍了我的寿数 正通两只眼睛 都有些发红 应当的 应当的 回到长安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林昭基本上没有怎么出门 一直在研究正通给他送来的 关于当年那桩大案的资料 二十多年前 如日中天的尚书令郑温 一夜之间被抄家 随后只过了三四天时间 便被拉到了西市街问站 事前几乎没有任何先兆 就连当初几乎全面执掌 朝廷的郑温本人 也没有觉察到不对劲 因为当时动手的是司公台 司公台冲到郑家 抄了家之后 把郑家老小押送刑部大牢 然后正值盛年的天子 召见了当时的刑部尚书 随后刑部以最快的速度定案 只用了三天时间 便要了这位尚书令的姓名 刑部干完了这件赃事之后 司公台又到刑部销毁了 这件案子的所有卷宗 以至于后来人 想要查这件事情 都查无可查 此后郑通等郑家的后人 做生意发家之后 重新回到长安城 便一直在暗中查访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但是因为朝廷 对这件事的全面封杀 导致郑通这的当事人 也只能查到一些一灵骗爪 很难窥见全貌 林昭的书房里 郑通把最后几封信 摆到了自己外甥的面前 开口道 三郎 这些就是我能够找到的 最后的证据了 这位郑家的二爷微微低头 开口道 当时是司公台的人 冲进我家里 抓了我们一家人 后来我多方打听 才知道 我们一家人被抓进刑部之后 李渊在太极宫召见了六部九卿 以及当时郑士堂的几个宰相 在太极宫就给我复定了罪 郑温一案 朝廷里是有内外两个说法的 对外的说法是 宰相郑温贪末巨额钱款 被人举发到刑部之后 入狱获罪 而皇帝召见六部九卿的时候 是有一个内部说法的 内部说法就是 上书令郑温 暗中勾连废太子后人 意图不轨 是这个破天的罪过 才把当时如日中天的上书令 拉下了马 郑通摆在林昭面前的 就是当年六部九卿之中的几位 在互相通信的时候 提及了此事 被郑通花了大功夫查访到 林昭看完这几封信之后 默默坐在原地私存许久 然后他抬头看向郑通 开口道 舅父 这上面说 当初外祖之所以获罪 是因为勾连废太子 这件事 属实否 郑通坐在林昭的对面 微微摇头 我不知道 当初我也才二十岁左右 朝中的事情 父亲从来不跟我们说 大兄或许知道一些 但是大兄他 在那场变故之中罹难了 郑通所说的大兄 就是郑温的长子 郑牙的父亲 说到这里 郑大老板陈生道 不过 按照我对父亲的了解 他老人家应该不会做这种不治之事 多半是因为功高震主 被李源所忌惮 只可惜 魏忠失踪了 林昭微微低头 开口道 魏忠是在楚王府 就跟着先帝的前邸之人 先帝即位之后 也是他重组司公台 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他都是亲身参与之人 如果他在长安 先帝病故之后 魏忠便去给先帝看皇陵去了 只是后来他被泛阳叛军给掳了去 随后就失落在乱军之中 不知所踪了 郑通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不过 不过大郎曾经与我说过 出事之前 父亲的书房里 来了个上在墙堡之中的婴儿 他还见父亲抱过这孩子 但是这孩子 只在家里待了几天 便无影无踪了 他说的大郎 是郑温的长孙郑雅 也就是林昭的那个大表哥 郑通低声道 当时 大郎 他在家里最受宠 只有他一个人 能进出父亲的书房 就连大兄也不行 因此 家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见过这孩子 林昭低头思索 舅父的意思是 这个墙堡之中的婴儿 可能 可能与废太子有关 即便有关 郑通面无表情 开口道 即便有关 一个孩子又能做什么 李源就是要找一个借口 来屠戮功臣而已 这桩案子 翻不了天 司公台 林昭低头思索了一番 然后开口道 我曾经被魏中带去过司公台 没有记错的话 司公台有一个库房 专门存放卷宗 长安破城的时候 司公台只来得及 带走了一部分卷宗 还有一部分 被范阳叛军给毁了 现在司公台 已经回到了长安城 我这两天去一趟司公台 查一查这件事 郑通抬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只是 司公台是天子私地 三郎你 进得去吗 笑话 林三郎呵呵一笑 现在的天子 身边禁军都只有两三千人 哪里还有什么私地 他低头喝了口茶水 淡淡地说道 不要说司公台 另外两个节度使没有意见的话 天子的底裤 也不是不可以看 郑通愣了愣 然后哑然一笑 三郎这句话 要是放在先帝巢 也是个抄家问诚的下场 林昭呵呵一笑 先帝放在当今天子这个局面 也翻不出什么浪花 他低头喝了口茶水 声音平静 这世间可没有第二个外祖 来帮着他收拾烂摊子吗 次日清早 好几天没有出门的林公爷 早早地从床上起身 洗漱穿衣吃完饭之后 便坐上了自己的马车 对着驾车的赵成淡淡地说道 去皇城 林昭住在长兴方 距离城北的皇城 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赵成应了一声之后 马车缓缓启动 沿着朱雀大街朝皇城前进 长兴方去皇城的路上 经过安人方 路过安人方的时候 林昭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安人方靠近朱雀大街上的一处空地 这里以前是一家面滩 在附近颇受欢迎 但是很可惜 那个他心心念念的催家面滩 依旧没有出滩 空地上空无一人 他合上帘子 坐在马车里闭目养神 片刻之后 马车在永安门门口停了下来 进了永安门就是皇城 按照规矩 任何人都在这里下马落脚 林昭还是给了朝廷一些脸面 下了马车 带着赵诚等人 进入了皇城 林昭记性很好 进了皇城之后 很快分辨了方向 一路朝着司工台走去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司工台门口 林昭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没有动弹 赵诚立刻会议 上前对着司工台门口的几个小太监说道 速去通报 就说我家公爷 要见周震周公公 林昭此时在长安城的地位 何其超然 赵诚这句话一出 司工台的小太监 立刻一路小跑通报去了 只过了片刻功夫 微微喘着粗气的周震 便来到了林昭面前 满脸堆笑 公 公爷 寻奴婢何事 林昭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声音平静 我要看司工台的卷宗 这 周震脸色微变 他先是小心翼翼地看了林昭一眼 然后公敬低头 公爷 您要看什么卷宗 不妨告诉奴婢 奴婢这就给您去取 只是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只是公爷您也知道 三年前范阳叛逆作乱 司工台跟着朝廷一起搬移到了西川 期间遗失了很多卷宗 公爷要找的 司工台不一定有 林昭皮笑若不笑地看了周震一眼 开口道 连我外祖是谁 司工台都清清楚楚 料想也不会丢失太多文书 林昭是郑温外孙这件事情 原本长安城里并没有很多人知道 数来数去也就先帝 魏忠以及丹阳长公主 还有骑士道这些人知道 然而 朝廷搬到了西川之后 不止皇帝知道了 大皇子李延 以及河东捷渡士王府 统统都知道了这件事 那就一定是魏忠在司工台里 留了相关的卷宗 周震接手司工台之后 自然知道了这件事 并且将这件事 说给了皇帝李勋听 不劳周公公麻烦 周公公只需要把握 带到司工台的卷宗馆里去 我要看什么 自己会去找 周震脸色微变 他先是看了一眼灵昭的脸色 然后恭敬低头 公爷 司工台不归属朝廷任何衙门 乃是天子私衙 您要是想进去调阅卷宗 须得有天子 守令 何必这么麻烦 灵昭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淡淡地说道 我就在这里等着 周公公替我请示 请示陛下就是 我自己去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不太愉快 说着 灵昭看向周震旁边的一个小太监 面色平静 去给我搬一把椅子来 小太监诚惶惶惶的 看了看一旁的周震 后者脸色微变 缓缓吐出一口气 沉声道 愣着做什么 还不去给公爷搬椅子奉茶 小太监颤微微地点头 慌慌忙忙下去了 周震对着灵昭拱手道 公爷见谅 朝廷遭逢大难 司工台也七零八岁 这些小的们 许多都是在西川征兆 刚进宫不久 不懂规矩 公爷捎带 奴婢这就去太极宫 请示圣人 灵昭点了点头 面无表情 有劳公公 这个时候 那个小太监 已经把椅子搬了过来 灵昭大咧咧地坐了下来 然后便开始闭目养神 周震先是看了一眼灵昭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迈着小碎步 匆忙赶向太极宫 大约小班的时辰之后 微微喘着粗气的周震 才匆忙赶回来 他对着灵昭低头 声音沙哑 公爷 陛下同意您进司公台案卷了 请您随我来 灵昭这才睁开眼睛 刚想站起来 突然看到周震又脸通红 他愣了愣 然后若有所思 公公 挨打了 周震慌忙摇头 不曾 是刚才赶路太极 不小心跌了一跤 公爷 请随我来吧 灵昭这才站了起来 缓缓说道 周公公 事先说话 林某带的这些随从 都要跟着我一起 进入司公台的卷宗馆 他似笑非笑 免得武功之事重现 害了我的性命 周震脸色有些不自然了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这才低下了头 公爷随意 说着 这位紫衣大太监 便拱着身子 在前面带路 林昭两手揣袖 不急不缓地跟在他身后 两个人在司公台里 兜兜转转 没多久 便来到了一处建筑门口 这处建筑 并不叫什么卷宗馆 抬眼就能看到两个大字 思路 周震低头道 公爷 这里就是司公台的思路阁 司公台所有案卷 只要没有遗失 都存放在其中 就在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司路阁里刚好走出两个小太监 这两个小太监 各自捧着一叠文书 从司路阁走出去 林昭不动声色地 看了一眼这两个人 然后面无表情 周公公可不要耍什么小心眼 把什么东西给藏起来 我要是找不到想找的东西 可能会在皇城里翻找一遍 到时候 你我脸上都不光彩 不敢 周震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那些都是司路阁日常文书 说着 周震对两个小太监挥了挥手 沉声道 都把手里的文书放回去 两个小太监 平日里连周震的面都见不到 被这位大太监一鹤 立刻手忙脚乱地抱着文书 回了司路阁 林昭这才跟在周震身后 正式进入到司路阁之中 这是一个有两层的建筑 占地面积不小 几乎占了司公台 这个衙门的一小半面积 林昭进了司路阁之后 左右看了看 只见司路阁里摆了一个个书架 只是这些书架并没有被填满 有很多缺失的部分 周震站在林昭身前 微微低头 公爷想看什么 奴婢这就给您取 不必 林昭面无表情 周公公可以出去了 林某要亲自查阅 周公公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奴婢 遵命 这位紫衣大太监 深深低头 然后带着几个小太监 离开了司路阁 林昭 在这个司路阁里 左右走动了片刻 便在其中的一个书架上 看到了一个新贴上的纸条 众臣 林昭走到这个书架前面 一眼看去 便在书架的第一位 看到了一叠厚厚的文书 这叠文书 也被贴了条 纸条上写了五个字 上书令正温 书架上的那个纸条 是新贴上的 而这叠文书上的纸条 已经有些发黄 明显是旧物 看笔记 似乎是 魏忠亲自写上去的 林昭把这卷文书 一点一点搬了下来 然后堆在自己手边 几乎与他的肩膀同高 林公爷先是从中取出第一本 翻看一看 上面记述的 都是正温年轻时 在行阳的事迹 看起来那位楚王殿下 也就是先帝 在坐上地位之后 又让魏忠去行阳 查了一遍自己的老师 林昭翻看了两本文书之后 便对着赵成挥了挥手 把这些统统搬回去 赵成可不懂什么 宫里的规矩 听到这句话之后 立刻点头 对着另外几个亲卫招了招手 几个人一人抱了一叠文书 大咧咧地走出了思路阁 司公台的太监们 没有一个人敢拦着 林昭双手背在身后 走在这些亲卫的后面 夺步离开司公台 周震毕恭毕敬地 跟在他身后相送 等到走到司公台门口的时候 林昭才看了看周震 开口道 周公公 这些文书林某戒约几天 完了再给公公送回来 周震眼皮子直跳 但是还是低下了头 陛下已经匀准 公爷随意就是 林昭微微一笑 不让公公为难就好 说吧 这位岳国公 伸手拍了拍周震的肩膀 然后与一众亲卫们 扬长而去 周公公抬起头 看到林昭走远了之后 脸色才阴沉了下来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缓了过来 奇耻大如 这位子役大太监 气得浑身都有些哆嗦了 目无君负 司公抬思路阁里 所有关于郑温的文书 都被林昭搬回了自己的家中 这些文书极多 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完 林昭让赵成等人 把这些文书 搬到了自己的书房里 然后他拉着郑通 以及崔子晴两个人 用了一整天时间 把郑温的卷宗详细看了一遍 看完了之后 林昭坐在主位上 抬头看向郑通 陈生道 旧父 大致看了一遍 外祖持国十余年 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非要说罪名 也就只有一条 扶植党羽 哪来的什么党羽 郑通深呼吸了一口气 陈生道 我父在朝为相的时候 大周朝廷上下 已经千疮百孔 比起现代的大周 也好不到哪里去 各个地方都缺人手 他老人家不得不亲自选拔人才 没有他老人家十来年为国论才 大周如何能十余年时间 便从满目疮痍 变成后来那个光鲜的模样 林昭点了点头 同意了郑通的这个说法 即便是在司公台的角度来看 自己那个外祖 他老人家也没有做出什么 太过出格的事情 真要说哪点惹恼了皇帝 只能是门声鼓励遍布朝廷 除却这一点之外 林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司公台的案卷里 也有旧父所说的那个婴孩的记录 不过当时外祖 应该对司公台有所察觉 用什么手段避开了司公台 导致司公台 也失去了这个婴孩的下落 那个孩童 同声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不管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既然已经没了消息 就无关痛痒 这些东西 足可以证明我父是无罪的 他抬头看向林昭 低声道 三郎 这一天 我等了二十多年了 林昭微微点头 开口道 朝廷现在 还不曾复朝 我今天就开始起草文书 等朝廷恢复朝会 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诚上去 说到这里 林昭看了看郑通 轻声道 至于这个婴孩 司公台这边的线索断了 舅父你有兴趣 也可以去查一查 查查这个婴孩去了哪里 郑通点了点头 开口道 我知道了 他低声道 三郎 郑瑶与郑茂 都已经在赶向长安的路上 我们郑家人 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林昭从自己的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郑通呵呵一笑 舅父放心 搜罗这些东西 只是为了明面上好看一些 事实上这件事做起来 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亲自上书 其实倒是外祖的弟子 他不可能反对此事 王府他也不因为这件事得罪我 舅父 今后佳音就是 郑通默默站了起来 又要对林昭作依 林公爷提前遇见 连忙上前 把他搀扶住 摇头道 舅父不必如此 这件事情做成了 我母亲也能开心一些 我郑家 二十余年冤屈 郑通身子微微颤抖 低下了头 终于有寒冤昭雪的一天了 大洲朝廷 正在一天天地重建 重建工作 不只是表面上 恢复各个衙门那么简单 恢复衙门的同时 还要恢复各个衙门的职能 同时建立与地方上的联系 保证政令通达 这是庞大而又复杂的工作 想要大洲朝廷 完全恢复三四年前的那种状态 少说要这两年时间 如果慢一些 可能要花费三五年时间才做得到 另外 因为大洲朝廷被叛军覆灭 一些距离长安比较远的地方 出现了不少闹着自立的势力 这些势力 都要朝廷花精力一一平息 目前这些工作 主要是曹松在主持 本来应该是林检主持这些工作的 但是因为在武功遇刺 这位林相也有些寒心 告假了一段时间 不过袁达公他毕竟心软 朝廷忙不过来 派人过来请了他好几次 他便又去正式堂 跟着曹松一起 忙活朝廷的事情去了 除了恢复朝廷之外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恢复长安禁军 长安禁军在同关一战 几乎被叛军打碎 剩下的禁军在之后的战斗力 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负责保护皇帝逃往西川 在西川的几年时间里 皇帝无心正事 再加上西川没有太多兵力可征 长安禁军也就一直没有恢复 只在林检的努力之下 增加了一两万人 如今 朝廷回归长安城 西川三万左右的禁军 也跟着返回了长安 不过他们都没有能够进入长安城 而是被两位截度使的兵力 拦在了长安城之外 在这一点上 林昭与王府态度出奇的一致 他们的态度就是 等朝廷完全恢复秩序 他们两个才会退出长安城 事实上 从占领长安以来 林昭与王府 就已经在开始瓜分长安城的路上前进 最明显的就是齐宣麾下的金兆府 因为缺少人手 导致最开始金兆府的牙差 各方的方钉 以及负责维护京城治安的金吴卫 都是平卢军与河东军的人 这一天 林昭正在家里处理一些平卢军的军务 就有皇城的人上门来 请他进正式唐义士 林昭没有过多犹豫 便点头答应了这件事 作为长安城的实际掌控者之一 他自然知道 朝廷请他过去 要商议什么事情 长安禁军的组建 代表着长安城立的一次再分配 这种再分配 林昭无论如何 是要参与进去的 在家里简单换了身国公长服 林昭带着十来个亲卫 便出了门 从上一次在武功遇刺之后 他现在基本上每一次出门 都会带十来个随从 以保证自身安全 进了永安门之后 林昭刚想去正式唐 一个一身紫衣的太监 便迈步走了过来 对着林昭低头道 林公爷 这一次议事 地点换在了太极宫 圣人让奴婢在这里迎候 请您去太极宫议事 太极宫 林昭看了看这个 应该是周震副手的紫衣太监 然后又回头看了看 身后的这十来个护卫 笑着说道 这位公公 林某前番被刺客吓到了 想要带这些随从 一起去太极宫 不碍事吧 不 不碍事 紫衣太监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声道 公爷随奴婢来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不必 我认得太极宫怎么走 林昭曾经给先帝 做过一段时间的起居郎 太极宫在哪里 他再熟悉不过了 在皇城里步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林昭便来到了太极宫门口 此时太极宫门口 已经兵甲森严 看似已经恢复了 从前的大周威夷 林昭刚走过去 这些护卫 就想要拦住林昭身后的随从 林昭看了看这些护卫一眼 面无表情 紫衣太监连忙上前 咳嗽了一声 陛下轻允的 不要阻拦 不要阻拦 说吧 他扭头看向林昭 脸上露出一个产笑 公爷请进 林昭因为当年比较贫穷的原因 所以他家的宅子买在长兴方 距离皇城比较远 因此他到场也最晚 等他进入太极宫偏殿的时候 发现骑师道 王府 曹松 以及他的叔父林昭 已经统统到齐了 不过主卫空旋 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 依旧没有到场 这是因为林昭未到的原因 只有等该到的人到齐了 皇帝陛下才会驾临 林昭进了偏殿之后 先是瞥了一眼四周 只见偏殿四周 也有一波和东军模样的汉子 在四周警戒 看起来 不只是林昭一个人担心暗杀 某位王大将军 也害怕莫名其妙给人杀了 林昭进入偏殿之后 先是向林昭低头行礼 见过叔父 林昭坐在椅子上 摆手道 三郎不必多礼 林昭起身 又看了一眼其他人 再一次低头 见过诸位长辈 林公爷太客气了 众人纷纷起身 对林昭还礼 然后笑着招呼道 等候公爷许久了 公爷快落座吧 林昭看了一眼空位 点了点头之后 便坐了下来 坐下来之后 他环顾四周 轻声道 主公 按理说 如果要议事 应该是在正殿开朝会 召集长安文五百官贡商国事 怎么一直到如今 朝会尚且不曾重开 听到这句话 年纪最大的曹松 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林公爷有所不知 泛阳逆贼作乱之后 朝廷上下被严重破坏 袁达这两年在西川 也只是勉力维持朝廷 朝廷各部官员相比从前 只剩下十之一二 如今 盛驾出回长安不久 各衙门直私 都十分欠缺人手 许多衙门都还没有恢复职能 朝会 曹松看向林昭 轻声道 恐怕还要往后缓一缓 说到这里 这位曹相意味深长地 看向林昭 笑着说道 眼下虽然没有朝会 但是朝廷也不是不能理事 林公爷如果有什么事情 不妨现在就说出来 正巧咱们这些人都在 可以立时议定一个章程出来 林昭微微低眉 然后摇头道 罢了 晚辈都是一些私事 不浪费诸公时间了 诸公还是商议正事吧 曹松点了点头 回头看向站在不远处的周震 周震立刻会议 很快这位大太监就高声唱道 圣驾道 皇帝陛下 在司公台宦官的簇拥之下 来到了这太极宫的偏殿 几位文武大臣立刻起身 就要给皇帝行礼 皇帝陛下摆了摆手 开口道 今日来的都是国家重臣 不必多礼 坐下来说话吧 天子这句话说完 曹松与林俭对视了一眼 两位宰相对着皇帝攻身行礼 臣多谢陛下 两位宰相打了各样 三位节度使也有样学样 对皇帝拱手行礼 臣多谢陛下 于是 皇帝落座主位之后 在场的五个人也纷纷落座 皇帝先是看了一眼在场的众人 然后微微低眉 开口道 今日请朱青来 主要是想商议重建京城禁军的事情 当年泛阳叛贼攻打关中 长安禁军在同关奋勇抗敌 以至于近二十万禁军 到最后十存一二 煞事惨烈 说到这里 天子看了一眼在场的众人 陈生道 如今蒙赖列祖列宗之福分 诸位陈公之用命 朝廷重返长安 得以重建 然二百年禁军不可废持 长安亦不可无有一棒 说完这这句话 皇帝陛下看向奇师道 开口道 就请 齐大将军先说两句吧 天子此话一出 凌昭与王府 同时把目光看向了奇师道 奇师道 是天子的亲姑父 皇帝让他第一个说话 很大程度上 就是让他给这件事情定调 如果他全面倒向朝廷 凌 王二人 再想多争取一点利益 就会变得不太好办 因此 齐师道这个人 极为关键 齐大将军微微低眉 沉默许久之后 才站了起来 对着天子拱了拱手 然后环顾四周 缓缓说道 主公 我大周当年立国之时 太宗皇帝带领关中男儿 大杀四方 冰封所到之处 四夷臣服 因此 禁军不可以不设 亦不可以虚设 见众人没有说话 齐师道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据其谋所知 陛下从西川返京 身边是有数万禁军的 齐某的意思是 以这些禁军为基础 在关中睁目金状 填充禁军 这样两三年时间之后 禁军多少就能够恢复一些模样 听到这里 不管是凌昭还是王府 多多少少都皱起了眉头 不过 齐师道顿了顿 继续说道 不过叛贼作乱之时 长安禁军战力不足之弊病 已经摆在眼前 如今要重组禁军 也要恢复禁军战力 臣的意思是 他看向天子 低头道 臣的意思是 从边军之中临选将官 负责训练新组建的禁军 至少要让禁军恢复战力 听到这句话 天子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头 而王府与凌昭 则是各有想法 王大将军默默 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 他抬头看向天子 拱手道 陛下 臣以为其大将军所言不妥 天子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开口道 王大将军的意思是 陛下从西川带回关中的禁军 早已经是败军之将 士气全无 不堪大用 王府声音低沉 一点也没有留情面 三年前 他们能施长安 以后就有可能再试一次 老臣以为 应当解散这些禁军 另寻兵员 说到这里 王老头看了一眼 其实道 继续说道 至于其大将军所说的 征召关中男儿 臣也以为不妥 王府顿了顿 继续说道 一来是三年以来 关中屡遭战乱 尾焉也在关中大肆破坏 再加上大量精壮参加关中义军 如今关中歇一代的丁南 已经不堪再争 应当让关中百姓 安心休养生息 而且 而且曾经的长安禁军 便大多是关中儿郎 臣以为 关中百姓久居天子脚下 已经不负二百年前的锐气 即便成军 也无有战力 天子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他强忍怒气 看向王府 那王大将军的意思是 王府一点也不在乎天子的想法 他微微眯了眯眼睛 缓缓说道 老臣以为 应当从河东 幽烟 或者临州一带的边州之中 临选精壮 冲入长安禁军 以增强进军战力 说到这里 王老头看了一眼皇帝 继续说道 只是这样一来 至少要两三年时间才能成军 如果陛下嫌慢 王府看了一眼灵昭 继续说道 老臣等人 可以忍痛割爱 从麾下将士之中 灵选精锐 敬献陛下 以为陛下羽翼 相比于歧视道 对皇帝有些偏软的态度 王府此时面对皇帝的态度 无疑要强硬很多 如果说的难听一些 王府现在并不怎么把这个皇帝 看在眼里 也不怎么把如今的这个朝廷 看在眼里 因为不管是这个皇帝 还是这个朝廷 都是他与另外两个节度 使互相妥协出来的结果 他现在控制长安半城 如果没有灵昭 可能说变天也就变天了 听到王府这句话 地座上的天子 虽然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但是缩在宽大袖子里的两只手 已经紧紧握拳 就连呼吸也急错了起来 皇帝还没有说话 一旁默不作声的灵简 已经站了起来 他看向王府 微微皱眉 王大将军 禁军是天子清军 哪里有从边军之中抽调的道理 既然要重组禁军 就要按朝廷的规矩来办 从关中或者其他地方 睁目丁南 冲入禁军之中 说到这里 林简顿了顿 继续说道 禁军战力不足 是不争的事实 依我看 可以按其大将军所说 由边军出人 训练这个重组的禁军 现在 长安事实上被几个军头控制住 不管是皇帝 还是宰相心里都很清楚 他们不可能完全不付出任何代价 就能从这几个军头手中 拿回政权 让边军负责训练禁军 是其师道提出来的条件 在林简看来 这已经是朝廷所能付出代价的极限了 听到林简这番话 王府先是看了看这位朝廷的帝师 然后呵呵一笑 林相这番话 多少有些舒生气了 林相不妨问一问你 自家的侄儿 他同不同意你的意见 王府这话一出 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 目光都放在了林昭的身上 而袁大公微微皱眉 开口道 王大将军 朝堂之上我是我 三郎是三郎 莫要混为一谈 王府眯了眯眼睛 没有说话 地座之上的天子 也看向莫不作声的林昭 开口道 林国公也该你说一说看法了 林三郎原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眼观鼻鼻观心 一副高高挂起的模样 听到皇帝叫他之后 他才缓缓站了起来 先是抬头看了看皇帝 又扭头看向 已经头发花白的七叔 微微低眉 陛下 陈以为叔父所言即是 他微微欠身 继续说道 不过王大将军所说 也有一些道理 依陈所见 关中百姓确实已经不堪兵役 但是长安禁军 也不必舍近取远 可以在关中附近的周军睁目 至于训练 我等边军 都可以出人训练禁军 再有就是 林公爷沉默了片刻 开口道 再有就是 长安禁军体制冗杂弥烂 已经不堪再用 陈以为应当改革兵制 为了尽快让禁军恢复战力 可以从边军之中抽调将领 进入禁军任势 当然了 林昭抬头看向天子 缓缓说道 叔父也说了 禁军是天子清兵 这禁军大将军 依然由陛下任命 外臣绝不智慧 听到这里 在场众人都若有所思 林昭的意思很简单 这禁军的老大 可以你皇帝任命 但是中低层的将领 都要从边军里出 这样没有闹掰的时候 大家还可以安安生生地过日子 真的闹掰了 这个禁军也未必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皇帝陛下微微皱眉 正要开口说话 一旁已经极为不满的王府 对着林昭闷哼了一声 然后出班 对着皇帝低头沉揍 陛下 臣有要事上奏 这种场合 皇帝自然不会抹王府的面子 他点了点头 开口道 大将军但说无妨 王府扭头看向林昭 继续说道 陛下 据老臣所知 林公爷之所以能在青州飞速扩张 并且数次已若胜强 以少胜多 大败泛阳叛军 是因为他在青州 弄出了一种火药 以及诸多火气 这些火气 放在战场上 有开山烈石之能 王府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继续说道 正因为这些火气 平路军才能一路横推叛军 半年时间就打到了洛阳 承蒙林公爷后外 曾经给了我何东军一些火药 以做工程之用 老臣亲身尝试过 确实威力无品 老臣以为 他看向天子 恭敬低头 我等身为周臣 既然有这种力气 就不应该闭扫自贞 而应当敬献朝廷 由朝廷降座监大量制备 装备大洲军队 以震大洲军威 而让外敌胆寒 他低下头 声音低沉 如果我大洲军队 能够大量装备 林公爷炙出来的火气 那么不管是吐蕃 还是突厥 亦或是东北刚兴起的契丹人 都不敢再窥伺神州 甚至 甚至外逃的叛贼康东平 大洲也可以直接向吐蕃讨要 到时候在长安将此贼名正典型 以震大洲雄威 王府这一番义正言辞的话 说完之后 在场众人全都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 再一次集中在林昭身上 林昭默默地看了一眼王府 面色平静 这老之所以给自己来这么一下 是因为自己刚才没有向着他说话 没有牢牢地 把禁军掌握在他们这些节度使手里 以至于引起了王府的不满 所以 王府才会突然发难 给自己来这么个道德绑架 面对王府的这番话 林昭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抬头 看向天子 此时 天子也在看着林昭 四目相对 双方的目光里都有些复杂 许久之后 地座上的天子 才缓缓开口 林国公 林昭起身 上前一步 公身道 臣在 天子低眉道 王大将军的话 国公也听到了 国公如何看 林公爷面色严肃 对着皇帝拱了拱手 陛下 大周生辰养辰 辰身有余物 当然应该敬献朝廷 敬献君父 他一正言辞 然后话锋一转 只是 听到这只是两个字 在场所有人的心里都明白 这件事办不成了 林公爷顿了顿 叹息道 只是可惜 我青州有这些火药不假 但是这些火药 乃是一个方外之人所受 那方外之人留下了近百道福祉 燃禁之后 掺进火药里 才能发挥开山烈石之威能 而我平鲁军已经与叛贼厮杀两年有余 这两年时间消耗火药无数 便有存余 也在攻洛阳 攻同关 以及攻长安之石 分润给了友军 以减少我大周将士的伤亡 至于现在 林三郎摇头叹息 臣也想敬献给朝廷 但是实在是所剩无几了 说着 他抬头看向天子 继续说道 陛下如果想要 臣可以让人 把平鲁军剩下的火药 送到宫里来 与陛下赏完 平鲁军发展到现在 火药已经不算 林昭手里唯一的一张底牌 青州军不好说 最起码赔减的幽州军 正面战斗力 已经不逊色任何一支边军 即便撇开幽州军不谈 对于林昭来说 更重要的东西 也是青州陆续开发出来的火器 而不是最开始弄出来的那一批火药 尽管如此 火药这个东西 能保密一天 还是要保密一天的 最起码不能这样摆给出去 尤其是不能摆给李循 李循这个皇帝 算不上什么五道昏君 但是却是正儿八经的昏溃无能 说不定前脚林昭把火药的方子给他 后脚朝廷的人 就能把方子传到吐蕃 传到突厥去 听到林昭这番话 王府闷哼了一声 有些嗤之以鼻 很明显 他是不信的 从他第一次知道火药这东西以来 便派了不少人去青州查探 虽然没有能够查到火药的配方 但是却查到了青州这一年多时间 都在源源不断地 给前线的平鲁军送火药 谁也不知道 这位平鲁节度使 暗处里到底还有多少火药 这也正是林昭让人忌惮的地方 因为他麾下的平鲁军 人数并不少 至少要比现在的河东郡 要多出一些 甚至比伤亡惨重的朔方郡 人数上也要多一点 人数占优 又拥有新式武器 再加上青州的后方 还可以继续征目新兵 这位林三郎实际上的战斗力 已经到了极为可怕的程度 王大将军先是看了一眼皇帝 正要说话 帝座上的天子 微微低眉 开口道 林青为国出力甚多 既然这种天赐神器 已经将要用尽 也不必给朕送来了 林青自留救世 说到这里 皇帝陛下看了一眼 在场的众人 微微低眉 朱青方才说的话 朕都听见了 你们各自提了意见 朕也提一个自己的意见 皇帝陛下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就取个折中的法子 从关中以及附近周郡征目新兵 再由三位节度使徽下的将领 训练这些新兵 不过 皇帝陛下沉生道 不过朕从西川带回来的那些禁军 也都是久半皇驾之人 实在是不好发还他们 一阵的意思 也让他们与新兵一起编入禁军 交给编军将领一同训练 如何 天子环顾四周 主要看三个节度使的表情 三位节度使 面色各异 但是心中都觉得有些古怪 这位皇帝陛下 怎么 做事情突然有条理了起来 见三个军头不说话 曹松默默起身 看向三个人 缓缓说道 陛下已经处处替三位考量 莫要再犹豫了 免得耽误国事 骑士道第一个起身 开口说话 他对着天子拱手道 陛下 臣 没有意见 他在长安没有兵马 因此最快松口 也正因为如此 他说话才显得有些分量不够 凌昭先是看了一眼自己的七叔 然后也站了起来 对着天子攻身道 臣 尊圣命 两个节度使都点了头 王府也没有办法 他也起身 对着皇帝攻身行礼 至此 三位节度使点头 重组长安进军的纲要 就定了下来 皇帝陛下 终于面露笑容 他看向三个节度使 开口道 三位节度使 宫中体国 振兴甚位 天子笑着说道 三位的功劳 朝廷也不会忘记 朕已经与朝中诸功 议定了给三位节度使的封赏 等长安朝会一开 便会正式给三位封赏 三位节度使不约而同地 对天子攻身行礼 臣等 不敢鞠躬 公式化的客套完之后 林公爷若有所思地看向皇帝 然后微微欠身 开口问道 微臣赶温陛下 临昭顿了顿 缓缓说道 晋军大将军可有人选 差点忘了 天子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开口道 镇昨天才有了统领晋军的人选 今日他刚好也在宫里 就让他出来与朱青见一见 说着 天子看向一旁的周震 周震立刻会议 躬身退了下去 没过多久 殿外就传来一声高唱 宋王世子李旭 请见圣驾 听到这个名字 在场所有人都是微微一愣 尤其是林昭 立刻回头 看向了殿外 天子微微眯了眯眼睛 声音平静 宣 随着小太监的一句宣世子李旭敬见 殿外走进来一个身材中等的中年人 这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脸上布满了风霜 形容有些粗糙 完全不负从前那个长安家公子的模样 更引人注意的是 他走路一瘸一拐 明显有些跛脚 这位世子殿下 步伐坚定 进入到偏殿之后 毕恭毕敬地跪在地上 扣手道 陈李旭 扣见圣人 此时林昭就坐在李旭身后 看着恭敬跪地的李旭 他微微皱眉 所有所思 天子连忙伸手虚扶 不必多礼 快快起身吧 李旭这才站了起来 他先是一拳一拐地走到林简面前 双膝跪地 扣手道 学生李旭 扣见灵师 林简看着跪在这里面前 神态苍苍的世子 微微叹了口气 起身把他扶了起来 摇头道 殿下不必如此 李旭站了起来 又对着林简低头行礼 老师这些年辛苦 与李家有大功德 学生对您不住 林简没有听明白 他这句话的意思 微微摇头 人臣本分而已 李旭跟林简行礼之后 又看向齐师道 再一次下跪磕头行礼 指而扣见姑父 李旭的父亲宋王 是先帝的兄弟 也就是丹阳长公主的兄长 虽然不是一母同胞 但是也是亲姑姑 齐师道也默默起身 把李旭扶了起来 然后看向他的腿 摇头叹息 看起来殿下这些年 吃了不少苦头 身为李姓 应当如此 李旭给齐师道行礼之后 又对着曹松行礼 然后看向王府 脸上闪过一个复杂的表情 见过王大将军 王府与李旭并不熟 但是还是客客气气地还礼 殿下客气 最后 这位世子殿下 才转头看向 坐在一张矮桌后面的林昭 脸上露出了一个 有些复杂的微笑 三郎 许久不见 林昭默默起身 对着李旭拱了拱手 许久不见 师兄 这两年 我派人打听过师兄的消息 但是久旭不见 我还约师兄 说到这里 林昭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他抬头看向李旭 面露笑容 如今 看到师兄安然无恙 我心里十分高兴 苟言残喘 侥幸逃得一条性命而已 李旭对着林昭笑了笑 远不如三郎你 这样轰轰烈烈 等李旭与在场的五个人 统统客气了一遍之后 地座上的天子才缓缓开口 沉声道 朕这个兄弟 朱青都是见过的 当初长安破城 他孤身留在长安 与贼人死战 奈何寡不敌众 重伤之后流落民间 朕也是在回到长安之后 才知道他尚在人世 八郎他品性才干都够 朕决定任命他为禁军大将军 朱青以为可否 两个宰相对视了一眼 便低头不语 三个节度使 则是各有心思 仍旧是骑士道第一个站起来 他先是看了一眼李旭的腿 又看向天子 沉声道 陛下 世子殿下品性才干 的确足以胜任这个大将军的位置 但是 其大将军微微低眉 但是这毕竟是个五职 骑士道瞥了一眼李旭的右腿 开口道 世子殿下认此职位 恐怕不太方便 李旭瘸了 一个瘸子 当文官都会有商朝廷体面 更不要说五职了 如果就人事任命上来说 李旭的确不可能 当这个禁军大将军 皇帝脸色微变 看向骑士道 其大将军不慌不忙 继续说道 陛下 依臣的意思 世子殿下不太适合任此职位 您可以另选人挂职禁军大将军 具体军务 由世子殿下主理就是 作为一个军务之人 骑士道自然不愿意看到一个瘸子 就任朝廷的大将军 且不说李旭到底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 就算他坐稳了 将来传出去 禁军的大将军是个瘸子 难免会惹人非议 甚至 会沦为笑柄 听到这里 天子也皱了皱眉头 他原先只想着 选一个信得过的人 做这个禁军的将领 并没有想过李旭的身体原因 现在听其世道这么一说 的确有几分道理 皇帝的目光看向李旭 后者脸色微微发白 低眉不语 我赞成世子殿下 就任禁军大将军 一个清朗的声音传来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越国公默默起身 对着天子躬身道 陛下 旁人不知内情 但是臣却是知道 世子殿下这条腿 是怎么伤到的 当年臣还在青州 任青州总管 准备带领王师 替朝廷收复幽州 世子殿下 当时替圣人传令 刚好也在幽州 他无论如何 也要上战场 臣苦劝良久 也无济于事 最后只能让世子殿下 参与了幽州一战 幽州之战还算顺利 王师顺利夺回幽州 只是世子殿下 也伤到了右腿 当时大夫看过 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要安心休养 两三个月就能大好 奈何 说到这里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奈何当时 传到青州 世子殿下无论如何不肯休息 连夜赶回了关中 一路颠簸 无法安心养伤 才落下了腿疾 世子殿下的伤 全因一片赤城中心 臣以为 他的腿疾 不应当成为 他任大将军的障碍 林昭这番话说完 在场众人都鸦雀无声 皇帝陛下默默看向 自己的兄弟 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林青 朕还不知 还有这么一段往事 他看向李旭 与其感慨 八帝这几年 为大周付出太多了 李旭跪天子面前 叩首道 此臣 分所应为之事 天子环顾四周 沉声道 如今 还有人反对阵的禁军 大将军人选吗 林昭开了口 林检自然不会反对 曹松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其实道沉默不语 王府也默认了这件事 没有开口 那好 天子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回头朱青 一出一个睁目禁军的张承 便由老八负责 开始重组进军 众人纷纷起身 拱手应事 天子也站了起来 缓缓说道 今日异事先到这里 辛劳诸青了 众人再一次拱手 连道不敢 散了吧 皇帝打来的哈欠 对着一旁的大太监 开口道 周震 带震送一送诸位倾驾 大太监连忙低头 亲自把众人送出了太极宫 五个人连同李旭一起 都离开了太极宫 走出太极宫之后 林昭才回头上下打量了吉恩李旭 微微有些诧异地问道 师兄也要出宫去 李旭与李寻兄弟 自小就私混在一起 从前先帝朝的时候 他便常常住在东宫 一般来说 他不用跟着这些臣子 一起离开太极宫 李旭微微低眉 开口道 是啊 要回家一趟 宋王府昨天也搬回长安了 家里大大小小还有百十个人 刚回长安 应该已经乱作一团了 说到这里 李旭顿了顿 开口道 我回长安之后 一直住在宫里 还没有回过家 林昭微微点头 笑着说道 宋王爷身体可还好 听到这句话 李旭微微皱眉 我还没有见到父亲 不过听说不太好 李旭低眉道 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 去西川之后就生了病 似乎是水土不服 本来这一次 陛下想让他在西川休养 但是他老人家无论如何 也要回长安来 说什么就是死 也要死在长安 林昭叹了口气 师兄是忙 我便先不去府上 叨扰了 等师兄忙过了这段 小弟再上门去探望宋王爷 好 李旭对着林昭笑了笑 然后下意识地想 伸手拍林昭的肩膀 但是手刚伸出去 他就缩了回来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等这段时间忙过了 我请三郎在归云楼喝酒 说起来 咱们兄弟 已经许久没有在一起喝过酒了 林公爷微微点头 好 就这么说定了 世子殿下笑着看了林昭一眼 再见三郎 应该要称呼三郎 一声岳王爷了 按照李旭所说 宋王爷身体并不好 假如宋王殿下一命呜呼 下一次两个人再见的时候 可能都是王爵了 不敢奢望 林昭礼貌性地笑了笑 能受封国公 小弟已经诚惶诚恐 两个人客套了几句之后 李旭又走到林简面前 跟林简说了几句话 然后就一蹶一拐地 上了一旁两个太监抬着的抬轿 他腿脚不方便 这是皇帝给他安排的抬鱼 抬轿被两个立状的宦官抬起 慢慢消失在宫城里 林昭叔侄看着远去的台鱼 都是若有所思 袁达公沉默片刻 扭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三郎 世子殿下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 任进军大将军 林昭扭头看着自家叔叔 默默地说道 多半不是前几天才出现的 林三郎眯了眯眼睛 想跟林简在说些什么 但是想了想 还是作罢 只是洒脱一笑 不管怎么样 您的学生还在 总是一件好事 在几位朝堂大佬通过之后 宋王世子李旭 成功就任了 禁军大将军之位 这位世子殿下也很积极 回家只待了一天时间 便前往在长安城外的 两三万禁军之中 着手接收这些禁军 同时 他还给朝廷上书 要求郑世堂 尽快给出一个 征目新兵的章程 总而言之 这位世子殿下 对于恢复禁军 很是破解 因为他知道 想要重新让李家掌握权柄 就必须要让李家 重新恢复力量 而重建禁军 就是李家恢复力量的第一步 对此 三个节度使 都只是默默看着 没有怎么关心 禁军的新兵征目 还要经过他们三个人的同意 将来禁军新兵征目完了 训练也是三位节度使 派人训练 只凭城外的那些残余禁军 三个人都不怎么 放在眼里 说句难听一些的话 当初整个关中 都在李家手里的时候 长安禁军都烂成了那个模样 现在只凭李旭一个人 还想要改天换日 用痴人说梦四个字 都显得有些委婉了 而对于朝廷来说 现在更重要的 是对三个节度使的封赏 按照皇帝的意思 这三位节度使都要封王 而且不是郡王 是一字的亲王 目前 凌昭与王府的王号 都已经定了下来 一个月王 一个晋王 独独骑士道的王号 不曾定下来 一来是因为骑士道祖籍青州 目前执掌朔方 选哪边还没有定下来 更重要的是 这位李家的女婿 似乎并不怎么想要这个王爵 虽然骑士道本人迫于林昭和王府的压力 没有公开表露过自己 对于这件事的态度 但是骑家一家人回到长安之后 那位丹阳大长公主 曾经进过一次宫 与她的那个大侄子 私下见过一面 三位节度使都对收复关中有大功 而且骑士道功劳还要更大一些 假如他拒绝王位 另外两位节度使的王位 就不止是名不副实那么简单了 外人看来 王二人直接就是有不成之心了 如果骑士道拒绝王位 那么林昭与王府 也不会要这个王爵 到时候 局面就会变得更为复杂 不过林昭却没有怎么在意这些 也没有怎么关注这些事情 最近一段时间 他除了与齐宣周德私下里见过几面 吃了几顿饭之外 剩下的时间都在搜罗关于郑温冤案的证据 现在关于当年那件事的证据 已经搜集了七七八八 只等着朝会一开 林昭就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向皇帝奏臣此事 其实这件事 如果想要和其一些解决 应该私下里面见天子 然后大家一起商量着解决这件事 不过武功线的事情 惹恼了林昭 他一定要等到皇帝回京之后的第一次朝会 当着朝廷所有人的面 来平反这件案子 如今的林昭 有能力 也有资格做这件事 林家的书房里 林昭正与崔芷晴一起 翻看青州送过来的文书 因为崔芷晴有了身孕 林昭让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而林国公则站在一边 时不时跟崔芷晴说些闲话 崔芷晴看了看林昭 开口道 夫君 前两天朝廷赐给咱们家的宅子 你去看过了没有 两天前 大太监周震亲自到林家来宣旨 给了林昭一部分赏赐 其中就包括在崇人坊的一栋大宅子 崇人坊就在朱雀门边上 与林昭家所在的平康坊比林 论地段比林昭现在住的这个长星坊 不知道要好处多少 如果按林昭当初在长安开书铺的收入 他可能要在长安奋斗个二三十年 才有机会买下这么一栋大宅 不曾 林昭眯了眯眼睛 淡淡地说道 崇人坊是王府在站着 咱们就算搬过去 也要先跟王府好好谈一谈 而且 这个时候不着急 先放在那里 等我的事情办妥了 再去处理不迟 崔芷晴放下手中的毛笔 轻声道 妾身上午让人去看了 林昭微笑道 哦 六娘这么急着要住新家了 不是 崔芷晴微微摇头 开口道 原来只是觉得 这处宅子的地址很熟悉 我派人去看了之后 才知道果然是 那里妾身曾经去过 说到这里 崔芷晴顿了顿 开口道 曾经应该是卢阳王府 见林昭有些不解 崔芷晴解释道 卢阳王是宗室之中的一个郡王 他的父亲是林皇帝的兄弟 与先帝同辈 卢阳王为人不错 在长安城里名声很好 妾身曾经去他家里付过宴 就是他这一支 人丁不忘 崔芷晴深呼吸了一口气 轻声道 现在朝廷把宅子给了夫君 说明他们一家人应该是血脉断绝了 血脉断绝 在这个时代 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即便是寻常百姓人家 也很难接受这个结果 林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想来应该是泛阳之乱所致 兵祸无情 夫妻俩正在说话的时候 书房门口 突然传来了赵成的声音 公爷 韩总管来了 韩总管 就是韩参 韩参这么些年来 一直跟在林昭手下做事 当初林昭刚到青州的时候 韩参就负责整个青州的后勤 平卢君成行之后 韩参自然而然的 就成了青州的后勤总管 当然了 这是平卢君内部的私职 韩参再朝无关 知道了 林昭点了点头 回头看向崔芷晴 轻声道 六娘 韩参来了 我得去见他一见 你也不要太忙了 早些休息 咱们的孩儿要紧 崔芷晴点了点头 开口道 夫君自去就是 不用管我 就在林昭要走出书房的时候 身后的崔芷晴 突然叫住了他 然后这位清和崔氏的嫡女 有些不太好意思的低头道 夫君 我的两个兄长 准备进长安来了 清和崔氏的人 这个时候进长安来 应该是 找工作来了 林昭停下脚步 然后哑然一笑 知道了 等他们到了 六娘知会我一声 我会抽时间见他们的 嗯 崔芷晴点了点头 对着林昭甜甜一笑 多谢夫君 林公爷对着崔芷晴笑了笑 然后迈步离开书房 在赵成的带领下 在林家的偏厅里 见到了韩申 算起来 林昭与韩餐 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曾简单 林公爷静置上前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 苦等许久 终于把韩兄等来了 林公爷很是热情 满脸笑容 我在长安 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韩餐退后两步 先是对着林昭攻身行礼 然后抬头看向林昭 低头道 公爷 您说的礼物是 林昭呵呵一笑 背负双手 你跟我来就是 这个礼物 已经等你许久了 林昭带着韩申 一路出了长兴方 一路往城南走去 当时平鲁军 进攻长安的时候 便是从长安 城南的明德门进城 后来平鲁军 与河东军各占半城 城南的诸多方 大多都在平鲁军的 控制之下 当然了 后来他们一起 联合组建的金兆府 名义上长安108方 都是金兆府统领 不过平鲁军 在城南的影响力 毕竟要大一些 韩餐坐在林昭的马车里 与林昭汇报 青州那边的情况 这位生姓内向的 后勤大总管 神泰公警 低头道 公爷 您让属下去 帝州查问火药署 具体情况 属下 已经在先前的书信里 向您汇报了 火药署的人数越来越多 其中的确有人被外人买通 除了上一次 给您汇报的20余人之外 后来陆续又查出了 十几个人 已经统统一送 节度师府 交给昭明先生处理了 林昭缓缓点头 开口问道 青州以及幽州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吧 林昭待在长安的 这些平鲁军 就数目上 来说只有平鲁军 总数的一半 另外一半 还在青州 以及幽州驻扎 而且长安这个地方 只是林昭用来 攫取政治利益的地方 他真正的大本营 还是在青 幽二州 以及附近的十几个州郡 只要他不准备 留在长安做皇帝 将来多半还是要回去的 然而就现在的局势来看 他林某人登顶地位的 几率很低 因此 他仍旧十分关心 自己后方的情况 韩残微微低头 开口道 回宫爷 有赵将军 以及昭明先生坐镇 后方并无大事发生 只是幽州一带 契丹人最近有些不太安分 赵将军 已经从青州 赶往了幽州前线 看住了契丹人 听到这里 林昭微微皱眉 实际上继承了原先范阳节度史的地盘 而范阳节度史之所以建立 目的就是为了防范契丹人 林昭继承了范阳的地盘 同时也要继承范阳节度史的义务 那就是 抵御契丹人 当初康东平在范阳起病造反的时候 不知道给了契丹人什么好处 让契丹人整整三年时间 在边境没有任何动作 然而随着康东平在关中落幕 契丹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想到这里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 韩参对于林昭来说 更大的作用是后勤 而不是勤报 林昭之所以问他一些后方的问题 并不是只能通过他 才能知道自己的后方 而是想要通过另一个角度 看看后方有没有出问题 至于幽州那边的战况 林昭也有同前卫 可以与赵歇通信 幽州的平鲁军 现在还有一两万人 只要赵歇固守不出 以平鲁军的战力自己火气 把人数本就不多的契丹人挡在门外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林公爷正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马车缓缓停了下来 驾车的照成勒紧缰绳 回头对着车厢说道 公爷 韩总管 大业方到了 林昭点了点头 对着韩参微笑道 总算是到了 韩兄先下车吧 韩参点了点头 立马下了马车 林昭随后也蹬着跳下马车 下了马车之后 一座看起来很是不小的宅邸 出现在两个人面前 宅邸上写了两个大字 韩宅 林昭对着韩参微笑道 这是当初平鲁军刚进城的时候 从一个商人手里买下来的宅子 原本是用来给伤兵养伤的伤兵营 后来军中的伤兵大多都养好了 我就让他们给换了个牌匾 林昭伸手拍了拍韩参的肩膀 笑着说道 这处宅子就送给韩兄你了 韩参抬头看了看这处宅子 目光盈盈有些失望 不过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还是对着林昭低头道 属下多谢公爷 不必谢我 林昭微笑道 这座宅子只是给韩兄这么多年辛苦的奖励 宅子里的人才是我送给韩兄的礼物 说吧 林公爷副手走进这座宅底 韩参目光中再次闪现亮光 他垂手跟在林昭身后 也进了这座宅子 进了宅子里之后 立刻就有平鲁军将士上前行礼 然后在前面带路 一路把两个人带到了宅子后院的一处房间门口 这个平鲁军将士才深深低头 公爷 人就在里面 林昭面色平静 还活着吧 还活着 这个将士恭敬低头 只是原先他还常常大吼大叫 最近一个多月 却是不怎么说话了 活着就好 林昭回头 对着韩参呵呵一笑 韩兄随我来 将士推开房门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进去 进去之后就发现 这个房间里 已经空荡荡别无一物 连个床板也没有 一个邋里邋遢的 头发胡子 胡在脸上的汉子 正缩在房间的角落里 一动不动 房间里 只有一些稻草 以及一个马桶 一推开门 一股臭味便扑面而来 这个拉里拉他的中年人 脚上被锁了镣铐 躺在角落的稻草上 一动不动 进门之后 林昭便微微皱眉 回头对着这个将士 开口道 换个房间 给他穿身衣装 再带来见我 将士恭敬低头 是 林昭说完这句话 才回头看向寒餐 只见寒餐 一动不动地 盯着这个中年人 似乎连呼吸也忘记了 他看了这个中年人许久 才默默抬头 看向林昭 声音晦涩 沙哑 公爷 这人 林昭轻声道 此处污秽 我们换个地方再来说他 这个时候 地上的中年人 也听到了林昭的声音 他掀开挡住视线的头发 抬头看向林昭 然后 他的目光就直了 你 你 邋遢中年人 似乎很久没有说话了 一时半会之间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但是他 还是把想说的话 给说了出来 林三 林昭本来已经转头 文言回头淡淡地 看了看这个邋遢中年人 面无表情 你还认得我呀 康二爷 这个中年人 正是康家的老二 康东来 康东来 是在几个月前 被赵甫平捉住 随后林昭 就直接给赵甫平下了密令 让他把康老二 秘密押送到了长安 而那个时候 恰好寒餐没有在长安 而是回青州做事去了 林昭就让人 把康东平关在了这里 一关 就是好几个月 我 自然认得你 康东来咬牙切齿 当年在长安 便是你害 康东来一句话没有说完 便没有继续再说下去了 因为他看到 林昭身后 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年轻人 在听到林昭 康二爷这三个字的时候 便一步一步越过林昭 朝着他走过来 这个少年人面无表情 但是眼神里 满是恶缘 康东来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 退到了墙角 你 你是谁 韩餐一步一步 韩餐一步一步靠近 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先赴蓝田县令 还记得吗 向来沉稳内向的韩申 在这一刻 已经近似于有些癫狂了 他一步步缓缓走向康东来 两只眼睛都有些发红 那年 他才只有十三岁 他父亲是蓝田县令 韩有归 为了替百姓主持公道 与康东来起了一些冲突 而之后不久 蓝田县衙便着了一场大火 他们一家五口 只有他一个人被父亲塞进了地窖里 逃过一劫 他的父母 兄姐 彤彤死在了那场大火之中 被烧得面目全非 在那之后 当时少年人心里剩下的唯一一件事情 就是报仇 当时 康是在朝中的风头正盛 就连此时的天子 当时的太子殿下 也没有办法与康家正面交锋 不过韩餐的存在 毕竟是康东来的一个罪证 代表着东宫的李旭 就把韩餐养在了身边 准备留坐以后 扳倒康家的工具人 但是很可惜 一直到韩家灭门案事发 康东来也没有因此获斩 反而安然无恙地离开了长安城 还逃到了范阳 那个时候的太子殿下 并没有替他出头 当时如果不是林昭 韩餐可能早已经死在了长安街头 林昭收留了他 并且跟他承诺过 如果有机会 会替他报仇 现在 这个承诺实现了 林昭看着韩餐的背影 默默叹了口气 韩兄 要不要给你换个地方 韩餐停下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林昭 深呼吸了一口气 多谢公爷 这里就很好了 他转过头 又看向康东来 然后狠狠一脚 踢在了后者的头上 声音淒厉 康东来 你还记得蓝田县令含有龟吗 康老二脑袋嗡的一声 倒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 他的确想起来了 那个曾经因为几个名女 与他起了冲突的无知府屋 那个不自量力的蓝田县令 他倒在地上 看着眼前这个面孔 就有些扭曲的年轻人 嘴角浸出一口鲜血 原来 康东来喘了好几口气 才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还零三 把我养在这里 是为了鱼 与我大兄交换 没想到 是为了你这个小畜生 康老二咧嘴一笑 嘴里的鲜血 把他的黄牙染得通红 黄毛小儿 鼠目寸光 趁势而起的数子 得意不了太久 他刚说到这里 愤怒的韩餐 又是一脚踢过来 踢在了康东来腹部 韩餐低声怒吼 公爷 比你们这些畜生 强出了千倍万倍 吐出一口血沫 他抬头 咯狠狠地看向韩餐 悔 悔就悔在 老子当初 没有把你这个小畜生 一 一并烧死 听到这句话 韩餐更加愤怒 他上去就是一拳 打在了康东来脸上 在一旁观望的林昭 没有再继续看下去 而是缓缓说道 韩兄 我去外面等你 说吧 林昭不等韩餐回应 便迈步走了出去 他来到了这处宅子后院的 一处小花园里 等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 身上沾染了不少鲜血的韩餐 才来到了林昭面前 他喘着粗气 毕恭毕敬地 在林昭面前跪了下来 深深扣手 属下 带故去的父母兄姐 扣谢公爷 深恩厚德 林昭走到他面前 把他扶了起来 摇头道 不必如此 这是我当年应成韩兄的事情 如今兑现而已 说到这里 林三郎眯了眯眼睛 轻声道 记得当年应该是前的八年 接近前的九年 如今已经是永的八年 一转眼近十年时间过去了 韩餐低着头 因为过于激动 两只手还在颤抖着 若无公爷 属下一辈子 也无法抱此大仇 林昭瞥了一眼 他身上的鲜血 淡淡地说道 康老二死了 不曾 韩餐摇了摇头 开口道 只是晕了过去 属下 已经让人请大夫去了 听到这句话 林昭微微叹了口气 伸手拍了拍韩餐的肩膀 开口道 十年前我就跟你说过 让你不要被仇恨蒙盖双眼 今天带你过来 也是为了让你了结这段恩怨 然后抬起头过自己的日子 在长安娶个媳妇 给韩公传个香火 相信你父母在天有灵 也希望你这样做 韩餐这么些年 一直在林昭手下做事 林昭也曾经想给他娶个媳妇 但是韩餐一直没有娶妻的念头 说什么大仇未报 不敢念词 他是最早跟着林昭的人 也算是林昭的半个朋友 林昭也希望他能够好好过日子 韩餐低下头 默默地说道 公爷 康贼欠我们家太多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消弭的 说到这里 韩餐顿了顿 开口道 公爷放心 属下 不会耽搬公事 不是说你这个 林昭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罢了 游得你去 说完这句话 林昭副手向外走去 什么时候想通了就来找我 到时候 让我家夫人 给你寻个婆姨 一身鲜血的韩餐 就跟在林昭身后 毕恭毕敬地 把他送到了宅子门口 林昭走到马车边上 默默地回头看向韩餐 开口道 不必送 你也去收拾收拾 这个宅子 以后就是 你在长安的家了 韩餐再一次跪在地上 对着林昭恭敬叩手 林昭摇了摇头 没有再理会他 上了马车之后就 对着赵诚淡淡地说道 此件事了 回家去吧 赵诚恭敬英试 马车缓缓从大叶方离开 又回到了长兴方 到了长兴方临家之后 差不多已经是中午 怀着身孕的崔芷晴凝了出来 有些好奇地 看向林昭身后 韩总管呢 怎么不见人 我都让人备好韭菜 给他接风了 韩餐在平鲁军级团里 虽然无官无职 但是地位并不低 一来是因为他负责的 后勤事务比较重要 二来是因为 他是林昭最忠诚的死忠 因此 就连崔芷晴知道他来了之后 也要让人准备韭菜给他接风 林昭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我在大叶方 给他置办了一座宅子 刚才带他去新宅子里了 这会儿多半还在高兴呢 今天估计不会来咱们家吃饭了 说到这里 林昭微笑道 他现在也有宅子了 六娘在长安 如果有认识的人 不妨给他说门亲事 免得一天天阴沉沉的 不像个人样 崔芷晴言嘴一笑 韩总管那叫做事认真 哪里阴沉了 不过切身在长安认识的人 现在也不多了 能有何事的 我帮他问一问 夫妻俩正在说话的时候 一个下人匆忙赶了过来 来到林昭身边 毕恭毕敬地地上一封文书 宫爷 宫里传来的消息 林昭点了点头 接过这道文书 拆开看了看 信里的内容不多 只有短短几行字 五月初十 重开朝会 林昭把这份文书收回袖子里 扭头看向崔芷晴 笑着问道 六娘 今天是什么日子 崔芷晴眨了眨眼睛 五月初四啊 还有六天 朝廷就会开始回归 长安之后的第一次朝会 事实上 这也是三年以来第一次朝会 朝廷从长安搬到西川之后 皇帝陛下就有些心灰意冷 基本上没有怎么开过朝会 即便是有什么事情 也是把林简叫到行宫里商议 如今 长安朝廷时隔三年之后 重新开启朝会 意味着李周朝廷将会正式恢复职能 很可惜的是 现在的李周朝廷 已经不是三四年前那个主权朝廷了 这个看起来仍旧金碧辉煌的朝廷背后 隐隐约约站着三个巨大的阴影 三个阴影各自伸出一只手 将长安城捧在中心 得到了朝廷即将重开朝会的消息之后 林昭在自己家里准备了一番 在当天傍晚 便准备了一些礼物 来到了平康坊 傍晚时分 林简已经下班回家 得知林昭到访之后 立刻让人把林昭请了进来 林昭进了平康坊林家之后 先是左右看了看 然后就在林家的正堂里 见到了两个长辈 侄儿拜见叔父 叔母 林简摆了摆手 摇头道 不必客气 进来作罢 长安陷落的三年时间里 平康坊的林家 也遭到了不少破坏 好在林昭进了长安之后 便第一时间 让人修复了这座林府 等林简一家人回到长安之后 林府早已经恢复如新 也顺利住了进去 不过 林家现在还没有一家团员 只有一家三口人住在这里 幼子林湛 还没有赶回长安 三个人进了林家的正堂坐下 林夫人亲自给林昭到了杯茶水 林昭双手接过 笑着低头 多谢叔母 三郎太客气了 说着 这位林夫人看向林昭 问道 对了三郎 听说朝廷给你家赐了个宅子 是崇仁方的卢阳王府 林夫人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轻声道 卢阳王一家人丁西伯 在西川的时候 血脉变绝了 这处宅子很是不错 三郎怎么没有搬进去 仍旧住在长兴方 作为长安的贵妇人之一 林夫人对长安情况的了解 显然比崔芷晴要详尽很多 而作为林昭的叔母 他也很关心自己这个侄儿的利益 不着急 林昭微笑道 在长兴方住的惯了 一时半会之间也不太想搬家 再说了 侄儿现在还是国公 搬进王府里 未免有些贱远 可能会惹人口舌 长安城里 现在睡赶嚼三郎的舌根 林夫人微笑道 我都听说了 再过几天朝会 三郎应该就会封王 到时候 这个卢阳王府 还有些屈了你 林昭如果封王 多半是授封岳王 也就是所谓的一字亲王 而如阳王府 是个郡王府 理论上来说 的确有些对不住林昭的爵位 听到这句话 主位上的林箭 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三郎不搬进去 自然有他的考量 再说了 现在只有他与崔姑娘 住在长安 搬不搬也无关紧要 林夫人被丈夫说了一句 当即不再言语 他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叔侄俩 然后又对着林昭轻声道 听说三郎身边那个崔家姑娘 已经怀了身孕 有时间可以让他 来我家走一走 你家里没有女人 我这个做淑母的 也能照顾照顾她 林昭连忙起身 对着林夫人低头道 多谢淑母 我回去就转告六娘 让她常来平康芳走动 好 林夫人满脸笑容 开口道 三郎很了不起呢 那了个清和催事的姑娘进门 说出去 我这个做淑母的脸上 也有光彩 听到这句话 林昭有些尴尬的咳嗽了一声 没有接话 没有办法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无论男女 都会以家事门没看人 林夫人是林家的媳妇 她的侄儿 那了个崔家的妾 也是她出去炫耀的资本 本来以她的身份 要与林昭家里走动 也是跟林昭的妻子谢淡然走动 但是崔芷晴毕竟出身极好 再加上林昭如今也经非昔比 所以她才会主动要照顾崔芷晴 这种事情 无关善恶 只是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与林昭有些不太一样而已 好了 你们叔侄俩慢慢聊 我去让人给你们准备韭菜 说吧 她就夺步走了出去 等她走远之后 林昭才重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附导人家 有时候说话不怎么中听 三郎莫要放在心里 林昭知道自己的这个侄儿 与崔芷晴感情极好 因此除言替自己的夫人辩解了一句 林昭摇了摇头 开口道 叔母是好心 侄儿知道的 林昭点了点头 低头喝了口茶水之后 开口道 对了 上午收到了老家寄过来的信 林昭扭头看向林昭 袁达公放下茶杯 微微叹了口气 大伯去了 林昭皱了皱眉头 也跟着叹了口气 林昭的大伯 就是越州林氏的大老爷林思正 老人家今年已经七十多岁 早年又被东山山贼 下出了一场大病 能够支撑到现在 已经是身体好了 我已经给二郎去了信 让他暂时不要回长安来 直接回越州去 给大伯奔丧 说到这里 林昭微微低眉 默默说道 我这个侦儿也应该回家奔丧 林昭啊了一声 抬头看向林昭 七 七叔宁也要回越州去 袁达公看向林昭 面色平静 那是我亲伯父 我自然应该回去一趟 哪天 我这个七叔没了 三郎不也要回家奔丧 林昭张了张口 想说些什么 随即摇头叹息 只是朝廷心力 朝会也要重开 天子恐怕不会让 叔父这样急着离开京城 天子 恐怕也不好祖人笑道 袁达公闭上眼睛 开口道 老实说 在西川的时候 我就想等回长安之后 便辞官回越州去 读书耕填 不再顾问朝市 但是回到长安之后 看到这一片烂摊子 又没有忍住 留下来跟着忙活 早上收到大伯病逝的消息之后就 反倒让我下定了决心 这一次我无论如何 是不做这个宰相了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喝了口茶水 回家做个闲人 能安心休息几年 说到这里 他扭头看了林昭一眼 微微低眉 也不会再让三郎你爱手爱脚 林昭愣了愣 摇头苦笑 七叔这是什么话 无有七叔 侄儿现在恐怕还在东湖镇 林检摇了摇头 打断了林昭 维叔知道 你不怎么瞧得上当今圣人 如果不是因为我 恐怕 他毕竟是我的学生 袁达公神色有些复杂 声音低沉 这几年 朝廷事情纷繁错乱 几乎让我心里憔悴 我懒得再理会了 我走之后 你想做什么 便做什么吧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了看林昭 语重心长 莫要做康东平就是 平康方林府 叔侄二人各自饮茶 气氛一时间沉默了 林检有一点说得很对 林昭的确很看不上当今的天子李勋 不只是因为他丢了长安城 事实上 林昭还在长安围观的时候 就不怎么瞧得上这位皇帝 因为 对比太明显了 先帝虽然年老昏溃 但是一直到他临死之前 他还是能够掌控住局面 但是李勋不一样 他从登基之后 便开始放纵欲望 不止致泛杨之敌于不顾 还一手导致了半个大舟陷落 如果不是因为骑士道 不是因为林检 不是因为要位置正局相对稳定 林昭宁愿支持那位大殿下 也不会再让李勋坐上地位 毕竟哪怕是李延登基 最坏也就是李勋这样了 说不定 李延还能做得更好一些 但是没有办法 林检是帝师 作为林检的侄儿 林昭多少要受一些影响 再加上骑士道 也致力于朝廷稳定 李勋便这样侥幸地过了 林昭这道关 如果林检离开长安 那么林昭以后做事情 的确会少了不少顾忌 沉默许久之后 林三郎才抬头看向自己的叔父 开口道 七叔 哲知道 您一生致力于今世纪明 如果您是为了哲儿离开长安 那么哲儿可以 现在就带着平鲁军 返回青州去 林检放下杯中茶水 微微摇头苦笑 三郎你 曾经与我说过 当年长安陷落 天子 醉莫大焰 虽然这么说 有些无父无君 但是 我心里其实也这么想 袁达公闭上双眼 开口道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这八个字 害世人太多 天子亦不是 微叔想了很多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 站在天子的对面 思来想去 只好器官不作 回越州老家去也 说完这句话 林检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扭头看向林昭 三郎你 算是我看着长大的 你性子沉稳 但是却不试骨 做事决绝 但是又不试纯良 不管你在长安 做出什么事情 微叔相信你 能够守住底线 袁达公脸上 露出了一抹笑容 微叔少年入世 这辈子父母官做了 同中书门下三品 也做了 这个时候回到越州去 也算是功德完满 说到这里 林检似乎想到了 自己退休之后的情景 他轻声道 之后在越州种种田 闲来无事 就去十股书院教教书 也是人生乐事 林昭默默叹了口气 扭头看向林检 叔父回越州去 也替我给大老爷 烧些纸钱 林检点了点头 我记着了 话说到这里 林检回乡的事情 就已经定下来了 因为现在的长安城 皇帝并不是化石人 不管他同不同意 林检回家奔丧 只要林昭点头同意 就没有人能够阻止林检离开 王府也不行 说到这里 林检顿了顿 开口道 对了三郎 你那两个兄长应该还在越州 林昭微微皱眉 摇头道 不提他们 袁达公微微点头 那就不提 他看向林昭 问道 对了 三郎今天来寻我 是为了 为了朝会的事情 林昭低头道 再过几天就要朝会了 有些事情要跟七叔请教 说起朝会 林检低头喝茶 缓缓说道 正式堂的文书已经议定了 骑士道受封沁王 封沁州 王府受封代王 封代州 他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三郎你封越王 封越州 袁达公神色复杂 以后 咱们越州 就是三郎你的实义了 代王 林昭有些诧异 低声道 我还以为那位王大将军 会受封晋王 晋王太大了 林检淡淡地说道 封他晋王 岂不是三郡大帝都是他的了 代州原先 就是他河东军的屯田州 封给他代州 合情合理 那侄儿呢 林昭笑了笑 侄儿是在清幽二州屯田 怎么封了的故土 林检摇了摇头 没有答话 清州尚且罢了 幽州那种百战之地 到处都是冰原 如果封了幽州给林昭 那么林昭歌剧 清州幽州将会名正言顺 再难清除了 不过朝廷的这种操作 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不给王府封晋王 三晋大帝 依旧在王府的控制之中 不封给林昭 清州幽州 平庐节度使 也依旧在那里 朝廷拿不去 抢不走 林昭略微思索了一番 便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抛在脑后 他看向林检 咳嗽了一声之后 继续说道 叔父 侄儿要问的 也不是这些封王的事情 他看向林检 缓缓说道 叔父 朝会之上 侄儿准备向朝廷上书 请求朝廷替外祖平反 林检神情微变 他默默扭头看向林昭 声音有些晦涩 三郎 当年这桩案件 已经被司公台做成铁案 二十多年过去了 朝廷上下已经没有人提起 你这个时候要翻案 恐怕吃力不讨好 林检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开口道 现在行阳正是还在 但是已经不是当年正宫那一支 你现在就是重提 他们也未必会成你的情 侄儿也不要他们成情 林昭微微低头 开口道 叔父 我刚到长安的时候 您便带我查过这件案子 您在官场多年 对这件事多多少少也是知情的 天理 公道 不能被时间抹掉 林检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默默低头 喝了口茶水 朝会开始之前 维叔就会离开长安城 随便你怎么去呢 我也看不见了 不过 我提醒你一句 林昭恭敬低头 叔父教会 你姓林 不姓正 袁达公伸手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缓缓说道 为了母族出力 我不好说你什么 但是也不要把自己陷进去 弄得无法脱身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道 侄儿记住了 还有就是 郑恭这件事情 袁达公看向林昭 语重心长 维叔希望你 真的是为了天理 为了公道 而不是为了 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为了逞威风 林昭愣了愣 在原地默然许久 两久之后 他才回过神来 看向林姐 叔父 这件事情 是侄儿硬成了几个舅舅的 同时也想要替母亲 做成这件事 即便不全是为了天理公道 但也 绝不是 为了什么逞威风 你能想明白 那我也不阻止你了 袁达公看向这个 已经比自己稍高一些的侄儿 微微叹息 三郎啊 林昭微微低头 七叔 七叔只盼望 将来有一天 还能够在越州见到你 你还能叫我一声七叔 大周永德八年五月初五 入世二十多年的宰相林元达 收到了家中长辈过世的噩耗 林相悲痛欲绝 当即上书朝廷辞官 准备回老家奔丧 太极公的皇帝陛下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微微色变 连忙让大太监周震 把林相请到了太极公 亲自出面 挽留这位大周相国 太极公里 天子身着一身紫色长服 亲自把跪在自己面前的林姐 扶了起来 此时的皇帝陛下 已经三十多岁 两鬓有了些许白发 他看着眼前两病斑白的林姐 重重地叹了口气 老师 如今朝廷正式用人之计 曹相几次上书 说要增补宰相入正式堂理事 这个当口 您如何能够弃朝廷于不顾 林姐面色平静 微微低头道 陛下 臣 臣直以敬 这些年来 也算是替朝廷尽心尽力 如今家中 伯父过世 臣 不得不回乡奔丧 袁达公深深低头 开口道 陛下 臣家中父辈 只剩伯父一人了 陈又年读书的时候 也得了不少伯父的资助 如今他老人家撒手人寰 陈若不回乡 便 便网读圣贤之书了 天子亲自拉着林姐 在殿中的一个椅子上坐了下来 然后他让周震也搬了把椅子 坐在了林姐对面 这位天子叹了口气 低声道 林师 便让家中的两个儿子回乡救世 您 再留在京城里 帮一帮朕 天子看向林姐 眼睛有些微红 这些年若非老师 震一个人无论如何 也是没有办法支撑到现在的 西川这几年时间 林师一日老过一日 朕都是看在眼里的 说到这里 皇帝陛下压低了声音 开口道 老师您在西川主持正式堂 吃了那么多苦 如今回了长安 没有道理 就要把正式堂让给 让给曹松 天子眯了眯眼睛 声音有些沙哑 朝廷最困苦的时候 他倒在床上一病不起 如今朝廷刚刚恢复 他又活蹦乱跳了 林师一走 他还能重新主持正式堂 这天底下哪里有这样的好事 再说了 他在长安住了这几年 谁知道有没有暗中投降尾焉 听到皇帝这番话 林简微微皱眉 然后低头道 陛下 曹相当年的确是生了重病 如今长安能恢复成这个样子 他也出了不少力气 朝廷想要政令通畅 就要均相相宜 您万不能做如此想 天子微微摇头 没有说话 老实说 他的确有些信不过曹松 倒不是因为曹松前几年面对范阳君的时候病倒了 而是因为在他回归长安之前 曹松是被那三个节度时请出山 主持长安事务的 在他回到长安之前 曹松已经跟那三个节度时 一起打理长安大半年了 这么长时间的接触 难免会让人怀疑 这些人有没有猪胎案件 李旭叹了口气 伸手拉着林简的衣袖 声音有些低沉 老师 朝廷现在 百废待兴 正身边 极无可用之人 暂且放一放小家 故一故大家罢 这个时候 皇帝陛下无论如何 也是要留下林简的 因为林简这个人 骨子里还是中军的 更重要的是 三位节度使当中的平庐节度使 是他的侄儿 有林简在 林昭在面对皇权的时候 就要有所顾忌 最起码不能像王府那样 完全不把朝廷看在眼里 而且此时的朝廷 也的确需要林简 林简在朝廷一天 郑士堂就是他在主持 林简如果走了 以目前朝廷上文官资历 郑士堂只能是曹松主持 而这个曹相的心思 皇帝实在是有些拿捏不透 袁达公微微低眉 看了看皇帝拉着自己的手 又抬头看了皇帝几眼 微微摇头 陛下 朝廷诸事 应当朝廷上下诸位成功共为 非是一人两人可以做完的 陈这几年 林简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已经有些乏了 再留在长安 恐年命不久 陛下念在陈二十余年 朝前西涕的份上 放尘回乡奔丧吧 听到林简这番话 皇帝愣了愣 然后放开了拉着林简的手 抬头看了看自己的老师 自嘲一笑 林师非要走 朕也是留不住你的 皇帝陛下异性阑珊地 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看着这位头发斑白的帝师 叹息道 老师准备什么时候走 就这两天 林简低头道 长安 距离越州不近 陈要尽早赶回越州去 最起码要给老人家烧些纸钱 天子低着头 思考了许久 然后抬头看向林简 问道 那林师 什么时候回长安 他问出这个问题之后 不等林简回答 便又问道 年底之前 应该能回长安吧 林简沉默片刻 低着头说道 陛下 臣 准备辞官告老了 天子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定定地看着林简 林 林师您 今年还未满五十吧 过了年变五十了 林简默默起身 跪在地上 臣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围观却早 几十年 幻海臣服 已经筋疲力竭 扶起陛下 念在陈二十多年 兢兢业业的份上 允臣至世还乡 说吧 他对着天子深深叩手 天子站在台阶上 看着阶下跪着的老师 沉默了许久 是 岳国公 逼您至世的 听到皇帝这句话 林简恶然抬头 看了看皇帝 然后再一次低头 陛下 臣至世告老 一来因为伯父病逝 回家奔丧 二来因为几十年官场 让臣身心俱疲 此臣 一人之决定 与旁人无干 说吧 他再一次低头 跪了下来 天子默默地看着跪在地上林简 突然心中生出一股烦躁 罢了罢了 要走就都走吧 他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只觉得心烦意乱 都走了干净 反正这长安城里 也不剩几个周辰了 听到皇帝这句话 跪在地上的林简 微微叹了口气 然后低头谢恩 臣 多谢陛下 说吧 这位林相默默起身 攻身后退 皇帝抬头 看向林简 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老师 林简止步 微微低头 陛下有何吩咐 天子咽了口口水 声音中带着颤音 武功献成立的事情 与朕无关 朕从来没有害老师的念头 林简愣了愣 然后低下头 老陈从未觉得 那件事与陛下有关 陛下心性不坏 做不出那种事情 说到这里 林简攻身低头 老陈 告退了 他一步一步后退 然后退出了太极弓 默默转身 缓步离开 等他走远之后 殿后才慢慢走出来一个脖子 脖子抬头看了看心情低落的天子 又看了看远去的林简 深呼吸了一口气 林诗离京 一定是林三丹的 李旭脸色有些难看 他抬头看向天子 沉声道 皇兄 不能这样 看着林诗离京 林昭在武功带平卢军兵为武功 已经净显不成之心 林诗一离开京城 林昭将会更无顾忌 朝政也要禁熟落于曹松手中 地座上的天子 显得有些心灰意冷了 他摇了摇头 叹息道 长安半城都在平卢军手中 林诗要离开 朝廷又能有什么办法 天子看向李旭 声音沙哑 难道要禁军 软禁了他吗 且不说现在朝廷的禁军 还有多少用处 即便有用 长安城里 就有一万多平卢军 只要林昭愿意 他随时可以打进皇城 而且平卢军有火气之力 如果林昭想打皇城 何冬军也未必拦得住他 李旭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臣 臣弟 晚上去劝一劝罢 此时 是五月初五的上午 一直到傍晚时分 这位现任的禁军大将军李旭 便出现在了平康坊 到了平康坊 林府门口之后 林府很快有人进去通报 把李旭请了进去 这位一瘸一拐的世子殿下 大概在林府待了半个时辰 就被林家的下人给送了出来 李旭现在林府的大门口 默默抬头 看向眼前的牌匾 突然一咬牙 直接跪了下来 他对着林府大门沉声道 林师 您不答应留在长安 学生便跪在这里不起来 说吧 他便跪在原地 一动不动了 身为宗士 寻常时候 哪怕面见天子 他也不用下跪 平时林俭见到他 也要称呼一声殿下 只有别人跪他 没有他跪别人的份 而在这个时候 为了李家的利益 为了朝廷的稳固 这位世子殿下毅然决然地 当着众人的面 跪在了林府门口 一时间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林家的下人 匆忙进去通报 府里的林俭 本来已经在收拾东西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默默来到了自家正门 隔着门缝 看了一眼跪在门外的李旭 微微皱眉 他是个心肠很软的 看不得这种场面 思索许久之后 袁达公伸出手 正准备推开大门 但是这只手 还是在半空之中停住 林俭站在原地 沉默许久 然后回头看向 自己身边的林家下人 缓缓说道 去 去长星方 知会三郎 让他来处理 下人恭敬点头 是 老爷 天色完全暗淡了下来 各方开始宵敬 坊间虽然仍有人走动来往 但是街道上已经空无一人 因为现在长安城 还在恢复时期 所以金兆府的管控 比起从前要严苛很多 街道上巡接的武侯 只要看到人 便会直接捉回金兆府讯问 而在这个时候 一辆黑色的马车 开进了平康方 马车身边 有十余骑贴身护卫 马车在林府大门附近 缓缓停了下来 一个一身黑衣的年轻人 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年轻人左右看了看 便看到了跪在林家大门口 闭目养神的李旭 他沉默片刻 这才迈不上前 蹲在了李旭面前 师兄这是在做什么 林公爷轻声询问 世子殿下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 蹲在自己旁边的林昭 他目光闪动 然后再一次低眉 林师要致势还乡 我再劝他 我也劝过七叔 林昭也没有急着拉他起来 而是一屁股坐在了他旁边 声音平静 我觉得 叔父这两年 苦苦支撑朝廷 这个时候 不应当就这么离开长安 至少也受一些风赏 再当几年相国 然后风风光光地返回越州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继续说道 但是他老人家心意已决 我也劝他不动 林三郎缓缓吐出一口气 开口道 这几年 七叔他着实苍老了不守 能回家读书治学 是他多年夙愿 师兄既然称呼他一生老师 便索性碎了他的心愿罢 我也知道林氏辛苦 世子殿下扭头看向林昭 然后继续说道 但是 朝廷百废待兴 各衙门都还没有齐备 着实是离不开林氏 他老人家当年教授 我读书的时候便说 要立国立民 李旭声音沙哑 这个时候 为国为民 他老人家都应当留在长安 等以后朝局稳定了 我亲自驾车 送他老人家回越州 林三郎坐在平地上 面色平静 我七叔这个人 这么些年 的确是为国为民 如果与国家有利 让他文景而死 他也不会有任何怨言 如果朝廷真的需要他 他就是累死在长安 也不会说二话 但是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李旭 淡淡地说道 但是在武功县城里 有人伤了他老人家的心 才让他生出了 治世还乡的念头 林三郎声音悠悠 有人想烧死他们一家三口啊 武功县那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为兄还没有重回朝廷 李旭看向林昭 声音沙哑 但是不管怎么说 那一次刺杀与陛下 与朝廷 都没有任何关系 说到这里 李旭低声道 那件事情 三郎 应该已经从头到尾 查了一遍罢 如果三郎 查出真是四公台 或者是陛下所为 为兄第一个站出来 直面天子 我的确没有查出什么 林昭笑了笑 开口道 那四个刺客 我只查出了两个人的户籍 追过去问了 都是战时失踪的汉子 没有任何痕迹 幕后那人 很是报名啊 林三郎府长赞叹 武功县那件事情 我回长安之后 也前前后后捋了一遍 怎么想也觉得 不是陛下所为 林三郎缓缓开口 陛下没有道理杀我七叔 如果是为了杀我 那就更没有道理了 我要是死在了武功 平如君的愤怒难填 当时还没有返回长安的陛下 恐怕再也没有机会 返回长安了 我死之后 长安城就只在 王府一个人手里 到时候太子殿下 说不定会直接即位 陛下更不可能返回长安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李旭 缓缓说道 如果这么看 这件事倒像是王府 或者大殿下干的 与陛下无关 李旭神色平静 既然三郎也觉得 非是陛下所为 那林师就不应该 把这件事情 算在陛下头上 我现在就进去 与林师分说清楚 说着 他就挣扎着要站起来 不过因为跪得久了 他膝盖已经全麻了 努力站起来之后 又直接坐在了地上 一旁的林三郎 没有理会李旭的话 而是自顾自地说道 但是当时的武功县 并没有和东军的人 林国公自言自语 所以我猜 假若真是陛下所为 应该是陛下身边 有什么奸臣 蒙骗了陛下 武功县遇刺一事 林昭一直记在心里 一刻也不曾忘记 最初遇刺的时候 林昭的确怀疑是皇帝干的 但是冷静下来之后 左思右想 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对 一来皇帝没有干这件事的魄力 二来刺杀自己 对当时的皇帝 全然没有好处 皇帝没有道理干这种蠢事 这件事 林昭至始至终都没有想明白 但是在长安重新见到李旭之后 林昭便有了一些眉目 但是这都是他自己的猜想 如李旭所说 他手里没有任何证据 也没有找到机会 跟李旭单独说话 如今 他终于找到机会了 世子殿下揉了揉自己的膝盖 默默起身 看了坐在地上的林昭一眼 然后学着林昭的模样 坐了下来 既然不可能是陛下坐的 三郎也没有证据 那就应该是王府所为 如今长安城里 三郎与王府互相撤着 他下这个黑手 也在情理之中 林昭把目光看向李旭 突然笑了笑 是这个道理 师兄失踪的这三年 都在做什么 李旭目光闪动 然后微微低眉 当时国破家亡 我想以身殉国 被小桓给拦了下来 事后便躲了起来 在关中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哪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林昭看向李旭 缓缓说道 听说关中这几年 因为伟烟道行逆施 出了一个关中义军 很事成规模 最多的时候有近万人 其大将军攻消关的时候 就是这支关中义军 给朔方军开的关门 李旭微微低眉 这些义军 都是我大洲的忠臣义士 微兄这几年 也曾经跟他们 打过一些交道 听说这支义军 现在已经被编入 朔方军军中 很是了不起 这个时候 想要全面否认 与关中义军的关系 是很不明智的 李旭如果没有露面 那么林昭没有头绪 一切都无从查起 但是他现在已经露面 便有线头可以查起 如果这个时候 全面否定 与关中义军的关系 事后又被林昭查了出来 那么 事情就不太好办了 所以李旭很干脆地承认了 自己与关中义军接触过 并且有过往来 林三郎微微低眉 开口道 师兄真是厉害 一个人流落民间 也能替大洲做出一些事情 说着 林昭看向他已经瘸了的右腿 微微叹息 当初在青州 我就劝你在青州好好休养 你偏不听 非要赶回长安 果真落下了病根 等长安安定下来了 我替师兄寻个大夫 给师兄好好治一治 不必了 李旭摇了摇头 低声道 大夫说 治不好了 说着 他勉力站了起来 一蹶一拐地 就要朝着林府府门走去 林三郎也站了起来 看着李旭的背影 缓缓说道 师兄 我七叔已经决心致事 你又何苦抢求 李旭停下脚步 没有回头 为了大洲朝廷 总要劝一劝的 林昭若有所思 声音平静 师兄为了大洲朝廷 什么都肯做吗 李旭听到这句话 停顿了下来 但是没有回头 依旧朝着林府走去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师兄 是七叔这些年 已经替朝廷 做了足够多的事情了 你们 不能欺负老师人 李旭这才回头 看向林昭 三郎的意思是 算了吧 林昭上前 看向李旭 淡淡地说道 天色不早了 我送师兄回去睡觉 再闹下去 我七叔心里会不舒服 也会伤了 咱们两家之间的情分 李旭沉默了片刻 然后自嘲一笑 差点忘了 现在长安城里 是三郎你说了算 说着 他微微低眉 开口道 既然是三郎你说了算 那为兄就听你的 这位世子殿下 回头看了林府一眼 然后默默转身 一瘸一拐地慢慢走远 林昭看着他的背影 开口道 我送师兄一送 世子殿下没有回头 声音沙哑 不必 宋王府马车 就在平康方门口 说着 他一点点走远 再也没有回头 林昭站在林府门口 默默地看着远去的李旭 沉默片刻之后 他才敲响了林府的大门 是我 林昭 林府大门缓缓打开 林家的下人 公身称呼了一声昭公子 便把林昭请了进去 此时 林府上下依旧亮着灯 林昭来到了林简的书房门口 微微欠身 叔父 世子殿下走了 书房门口缓缓打开 房间里神情复杂的袁达公 微微叹了口气 紧来说话 林昭点了点头 迈步走了进去 此时 林简正在书房里 收拾自己的东西 他最多的东西便是书 当年从长安搬到西川的时候 这位宰相被人吓要强行带走 林夫人知道他爱书 硬是把家里的东西 统统带到了西川去 如今 他们要回越州了 自然也要把这些书统统带上 林昭看了看满地的书箱 缓缓低头 七叔 我已经安排了两个都卫营五百人 明天陪七叔您一同回越州 以后 就常驻越州 保护您 还有越州灵氏 林简抬头 看向林昭 皱了皱眉头 无有朝廷照命 你如何能在越州驻兵 林昭呵呵一笑 七叔您也说了 浙江要授封越王 既是越王 越州便是我的封义 我在封义之中 派五百个人 合情合理 袁达公低头叹了口气 你现在还不是越王 这番肆意形式 会惹人非议 林昭没有接话 而是从袖子里摸出一块牌子 两只手捧着 放在林简面前 开口道 七叔 我最近几年 可能都没有办法回越州去 现在不比从前 在武宫县你也看到了 不少人想要折的性命 他们害不了折 可能就会对我家乡的族人下手 这块牌子您收着 越州的两个校尉营 以后就由您调配 林三郎微微低眉 开口道 当年东山贼的事情如在眼前 你也不想看到 越州林氏被贼人给毁了吧 听到林昭这句话 原本要摇头拒绝的林简 犹豫了一番 还是伸手把这块牌子取在了手里 这块牌子造型普通 除了一些云文之外 便只简单地刻了一个转字铃 袁达公把牌子拿在自己手里 打量了一番 微微有些唏嘘 不曾想 我要靠三郎庇护了 林昭摇头道 谈不上庇护 只是让我在长安 能够安心一些 林简把这块牌子收进袖子里 抬头看向林昭 好 韦叔收下了 他伸手拍了拍林昭的肩膀 神情复杂 三郎你在长安 万事当心 林昭在林家 一直待到夜半时分 才被林家的大郎林末 送出了家门 他离开了林家之后 便上了自己的马车 马车旁边 一个袖口袖着铜钱的年轻人 已经等候许久 见到林昭之后 年轻人恭敬低头 公爷 您找我 林昭坐上马车 微微眯了眯眼睛 去查一查 关中益军这几年 是怎么组建起来的 说到这里 林国公顿了顿 继续说道 再有 想办法去朔方军中 见一面那个关中益军的首领史方 问一问他 关中益军里 有没有一个瘸子 林昭闭上眼睛 声音平静 一个信里的瘸子 大周永德八年五月初七 在朝卫向八年有余的宰相林昭 正式上书请辞 携带七小 离开了长安城 这一次 林昭离境的场面很是不小 天子虽然没有亲自把他送出城 但是派了太子李延 一直把他送到了长安城外 同时 林昭这些年 尤其是在西川的这三年时间里 提拔的那些门巴 都纷纷噩噩声鼓励 也都纷纷赶来相送 不过可能是出于避讳的原因 军方的人并没有对这位宰相 表达出太高的热情 三位节度使 只有林昭一个人亲自到场 另外两位都是 派了自己的儿子过来 稍微一丝一丝 林昭亲自把林昭 一路送到了十里开外 才依依不舍地 跟自己这个七叔告别 袁达攻下了马车 看向这个一路相送的侄儿 微笑道 再过几天 三郎应该就会受风帆亡 只可惜 维叔看不到啊 林昭站在林昭身侧 笑了笑 看不见也好 大洲开国以来 就不曾有过活着的异性王 七叔看见了 说不定还会心里不高兴 听到这句话 林昭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时宜是宜了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我那位四兄 现在在越州吗 林昭愣了愣 然后才反应过来 这个四兄 是自己的亲爹林昕元 当即摇了摇头 开口道 从前范阳君造反的时候 天下大乱 为了安全 我让人把父亲接到了青州 但是他在青州一直住不惯 后来时局稍好一些 他便回越州去了 现在博祖病逝 父亲他应该也在越州 林昭点了点头 开口道 有没有什么话 让我带给家里人 越国公微微低眉 思索了一番 然后开口道 折封越王的消息 用不了多久 便会传回越州去 只希望叔父回去之后 帮忙约束族人 莫要借着哲的这点小名声 为霍乡里 林昭封越王 那么越州灵氏 便是越州的王族 肯定会有林家人 借着林昭的名头 在越州胡作非为 尤其是 尤其是林昭的那几个家人 林昭想了想 抬头看向林昭 三郎的意思是 你那个刻薄的大母 还有两个兄长 林昭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当年的旧院 已经有过结果 哲也没有时间 特意赶回去收拾他们 如果他们 借着哲的名声为恶 还请叔父代为管教 并且转告他们 林三郎声音沙哑 如果他们真的借我的名头 做出什么恶事 我一定回去 亲自收拾他们 再有 林昭顿了顿 开口道 哲受风的消息传回去之后 越州那边的衙门 还有林家宗族 估计会着手 替哲修建王府 请叔父转告他们 能不修便不修 能减则减 哲未必就能回去住 即便回去住 恐怕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林俭点了点头 开口道 好 微书都记下了 他看向林昭 笑了笑 难得三郎 还有一片纯粮之心 有你这番话 我也相信你 不会在长安为恶 说吧 这位这儿八斤的相公 转身上了马车 对着送行的林昭 挥了挥手 三郎不必送了 另外一边 林夫人也在跟崔子晴 一一惜别 林夫人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叮嘱崔子晴 怀孕时候的禁忌 到最后 才跟着丈夫一起上了马车 马队缓缓离开 渐行渐远 崔子晴站在林昭旁边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低声道 叔父叔母 怎么也应该等父君封王之后 再离开长安 这样 也能见证林家的喜事 林昭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封月王 对于林家来说 或许是喜事 但是对于大周来说 却是一件卑事 叔父大约是不想看到这一幕 才这么急着离开长安 说着 林昭扭头看向崔子晴 笑了笑 你们崔家的人何时道 也让他们见识见识 大周开辟以来 第一个异性王 崔子晴本来跟林夫人分别 心情有些不好 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眼嘴一笑 然后又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轻声道 哪里是第一个了 不是要封三个王吗 同时封王 不就是并列第一 林昭伸手拉着崔子晴的手 微笑道 再说了 即便不是第一个异性王 最年轻的异性王 总是当之无愧的 崔子晴点了点头 然后伸手摸了摸自己 还没有显怀的肚子 轻声道 我们的孩儿还未出生 父亲便已经是大周的月王了 此时四下无人 林昭伸手摸了摸他的肚皮 轻声道 等着孩子长大 这天下也不知是个什么模样 小夫妻俩正在说话的时候 林昭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当即开口道 对了 明天或者后天 三舅还有五舅 都要来长安 六娘你多准备一些韭菜 在家里招待招待他们 啊 崔子晴看向林昭 开口道 咱们家 还有两个舅舅 大通商号里 一直是老二正通在外面画室 老三正妖跟老五正梦 因为额头上被刺了字 一直不肯露面 就连林昭成婚的时候 这两个舅舅也没有到场 因此 即便是谢戴然 也只是知道 自家有三个舅舅 不曾见过面 而崔子晴 就只知道 有正通这么一个舅舅 林昭点了点头 开口道 外祖当年 有六个儿子 如今 只剩下三个了 说着 他回头看了看 十里开外的长安城 深呼吸了一口气 如今 近三十年的大案即将昭雪 他们当然要回长安城来 亲眼见证这一幕 此时 是永德八年五月初七 距离皇帝回京之后的 第一次朝会 只剩下最后三天时间 现在长安城里的 许多人都知道 等到这一次朝会开始 三位异性节度时 将会因为勘乱平叛的大功 被朝廷封亡 而没有人知道的是 三位节度使其中之一的 平如节度使 书案上已经摆放了一道 写好了很多天的奏书 三天之后 这封奏书 就要被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送到天子面前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揭开那道 被先帝严严实实舞了很多年的伤疤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说出那个被尘封了近三十年的名字 郑温 行阳郑温 这道不起眼的奏书 注定会在朝堂上掀起滔天巨浪 即便是林昭本人 也不清楚这件事到最后 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但是他心里清楚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 他都要做下去 想到这里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微微闭上眼睛 恍惚之间 他仿佛看到一个一身轻衣 风华正茂的读书人 正站在长安城的城墙上 看着自己 满脸微笑 5月初时 大洲复兴以来 第一次大朝会 以往这种规模的大朝会 是十日一开 汇总朝堂上的大事要事 一并处理 当然了 这种大朝会更关键的任务是 公布一些重要的决定或者任命 譬如这次大朝会 现在半个长安城的人都知道 朝廷要一股脑 任命三个节度使 做异性王 一大早 天色刚亮起来 林昭就早早地从床上起身 崔芷晴帮他穿好繁杂的国公巢服 整理好树袋 然后退后了两步 上下打亮林昭 轻声笑道 这身衣服 我从前只在那些年纪大的人身上见过 夫君第一次穿 看起来怪怪的 国公巢服 不仅繁琐而且隆重 从前崔芷晴见过的国公 都是李家的国公 能够席绝的国公 多半已经四十岁朝上了 当然 也有那种七八岁便当上国公的李家宗室 只是那种小娃娃 很少穿这么正式的巢服 林昭在崔芷晴面前转了一圈 然后微笑道 好看吗 挺好看的 崔芷晴轻声道 不过 我还是觉得 你那件月白色的袍子好看 当初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是在丹阳长公主府里 当时齐轩让林昭换一身新衣服 林昭便穿上了那身月白色的新袍子 当时两个人都是十五六岁 林某人正是少年俊俏的时候 初一见面 就俘获了崔芷晴的芳心 这才有了后续的故事 林昭哑然一笑 上前把崔芷晴搂在怀里 微笑道 那件衣服 我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穿得上了 少年时候 林昭身体偏瘦弱 现在他已经二十四五岁了 整个人身体偏壮 从前的衣服 还真不一定能够穿得下了 夫妻俩说了一会闲话 崔芷晴便亲自把林昭送出了家门 送到了自家那辆马车里 马车一路开到朱雀门门口 林三郎跳下马车 手捧巢户 默默走进了朱雀门 进了朱雀门便是皇城 走在皇城之中 随处可见一些身着朱子的官员 正在三三两两 朝着太极公走去 五平已上着朱 三平已上着子 林三郎看着这些长安官员 恍惚间 竟然有回到了先帝朝的感觉 他因为年轻 走路还算是快的 只用了片刻时间 便从朱雀门走到了成天门 然后进了内宫 来到了太极公门口 一路上 林昭注意到了皇城里的卫士 大多 大多应该都还是何东郡的人 当初占据长安 林昭占据城南 而何东郡因为距离城北比较近 就占据了包括皇城在内的城北 看来 一直到皇帝进京 王府依旧没有放弃对皇城的掌控 现在这座皇宫 还在他何东郡的手里 不过王府也对林昭做出了一些妥协 现在的皇城进军之中 大概有三四成平卢军的人 这样林昭在皇城之中 最起码能够保证自身安全 不过 王府应该也不会在这个档口 对林昭做出什么不利的举动 毕竟平卢军除了林昭 还有一个裴捡在长安 林昭如果在皇城出了事 裴捡一定会发疯 到时候 大家就是鱼死网破的局面 到了太极公门口的广场 林昭才看到 广场上已经三三两两 到齐了数十个长安官员 林昭左右看了看 便在人群之中 看到了齐家父子俩 他犹豫了一番 迈步走了上去 对着齐师道 以及齐轩拱手行礼 见过师叔 见过齐兄 齐师道原本正在闭目养神 文言睁开眼睛 便对着林昭拱手还礼 公爷客气 一身紫衣的齐轩 也在自己老爹身后 对着林昭还礼 三郎也来了 听到齐轩的这个称呼 齐师道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头 然后看向林昭 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前些日子听说 公爷麾下的赵府平将军 在龙山捉住了尾焰的康东来 这是一桩大功劳 怎么几个月时间 一直没有见到 公爷上报朝廷 他死了 林昭眨了眨眼睛 微笑道 捉住了康东来不假 但是让人运回长安的时候 这贼子畏罪自尽了 这件事 是我做的不周全 再加上康东来 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便没有上报朝廷 骑士道若有所思 然后开口道 不管怎么说 这个康东来是尾焰的晋王 捉住了他 也是一桩大功劳 今日朝会 我替公爷请功 不必了 林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今日 晚辈恐怕要触怒天子 这个时候 师叔还是不要 替我说话为好 听到这句话 骑士道脸色微微一变 他看向林昭 压低了声音 非要在今日 非要在这里吗 骑士道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他可以支持给郑温平反 但是最好换个地方 换个时间 今天 是他们三个封王的日子 在这个时候 在太极宫里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去打皇帝一家子的脸 总归是不好的 林昭对着骑士道 微微低头 这件事 师叔可参与 可不参与 所有的证据 我都已经准备齐全 近三十年了 林昭抬头 看向骑士道 声音平静 今日我不说 以后就没有人 再会去说这件事 皇家的体面重要 难道天理公道 便不重要 骑士道文言 愣在原地 然后摇头苦笑 或有两拳之法 林昭皱了皱眉头 摇头道 想来二十多年前 大将军是说不出这种话的 骑士道文言一正 然后站在原地 久久没有说话 的确 二三十年前 他刚听说老师被斩首 郑家被抄家的时候 也是意气难平 甚至打算回到京城 与皇帝对峙 即便不敢触怒当时的天子 这大周朝的官 他也是不准备坐下去的 如果不是当时的 丹阳长公主苦苦哀求 骑士道说不定 真的会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情 但是现在 近三十年过去了 再热的热血 也已经凉了 骑士道有些羞愧地低下头 三郎你说得不错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神色复杂 二十多年前的我 说不出这种话 骑轩站在一旁 默默地听着两个人的对话 这位长安金赵尹 面露不解之色 骑轩正要说话的时候 太极公公门缓缓开启 两个小太监 走到宫门口高悬的沉中前 撞动这口剧钟 钟声响动 一身紫衣的大太监周震走到太极公门口 环顾了一眼店门口的文武群臣 最后深深地看了凌昭 以及骑士道一眼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高声喧唱 大朝晦起 群臣入殿 凌昭低头整理了一番巢服 对着骑士道拱了拱手 迈步走向太极公 骑大将军 看了一眼凌昭有些决绝的背影 也叹了口气 跟儿子一起进了太极公 一直到现在 长安城各衙门的编制 仍然没有气背 比如说 户部至今空悬上书位置 礼部也只有一个郎中 缺了三个郎中的位置 因此 这些长安官员站到太极公里之后 就可以看到 此时的大朝会 比起先帝朝的大朝会 多少有些显得人丁稀薄 而凌昭进入大殿之后 先是在左右看了看 他是文官近视出身 理论上来说 应该站在左侧 但是现在 他又是节度使的五直 也应该站在五官的右侧 正在凌昭犹豫不决的时候 太极公里的百官们 都已经按照各自的站位站好 其中 王府与骑士道 都站在右侧第一排 凌昭不再犹豫 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默默走向右侧 第一排空缺的那个位置上 站在了骑士道的右边 而在凌昭的身后 站着新任进军大将军李旭 等三位节度使站定 玉街上的周震 咳嗽了一声 再一次高声宣唱 肃静 太极公里顿时寂静无声 这个时候 两个紫衣太监 搀扶着天子 来到了太极公里 大太监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圣人驾到 文武百官 顿时骑刷刷跪在地上 对着地座上的天子 山呼万岁 天子在两个宦官的搀扶下 终于坐在了地座上 他环顾下手跪了一群的文武百官 最终把目光 放在了左边 第一排三个节度使身上 天子盯着他们看了许久 一直到旁边的周震 小声咳嗽了一声 皇帝陛下才如梦初醒 缓缓开口 朱青平身罢 文武百官 挨个站了起来 天子收回目光 扫视了百官一眼 然后缓缓说道 今番 是康贼作孽以来 大周第一次大朝会 此次朝会之后 大周便恢复以往 一扫摔颓 说到这里 天子顿了顿 又看向三个节度使 缓缓说道 大周能够在负乾坤社稷 除了天下百姓人心所向之外 就是三位节度使 一路堪乱平叛 公没打烟 三个人立刻上前 再一次跪在地上 低头致谢 臣等分锁当围 不敢鞠躬 快起身吧 天子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开口道 若非三位爱卿 朕此时应该上在西川 朕还有长安 以及关中父老 都应该谢过三位 说着 天子看向周震 开口道 哎 去给三位节度使 搬一把椅子来 让他们坐着与会 周震连忙点头 不一会儿就搬了三把椅子过来 放在了三位节度使身后 三个人对视了一眼 还是慢慢坐了下来 这个时代的君臣规矩 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大唐 见皇帝不必时时刻刻跪着 也就大朝会的时候跪一跪 平日里 如果是郑士堂的宰相 找皇帝谈事 大概率都是坐着跟皇帝说话 除了宰相之外 一些年纪带的老臣上朝 皇帝也会给他们安排椅子 因此在大殿上坐下 并不是太过愉悦规矩 三个人都坐下之后 皇帝再一次看向文武百官 陈生道 诸位陈宫 国朝至今二百余年 除却跟随太祖皇帝 开天辟地的几位 开国功臣之外 未有臣子立过如此大功 赏功伐过 是我大周二百年来的规矩 三位节度使功莫大焉 朱青以为当如何封赏 这句话 就是这儿八经的场面话了 现在只要是在太极宫里的人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三个节度使 要授封王爵 当然了 封义姓王视为组织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 不应该由皇帝提出来 而是应该由臣子提出 皇帝这句话一出 一个礼部的官员 便出班奏臣 他跪在地上 对着皇帝叩首道 陛下 三位节度使福大厦之将亲 功劳慎重 臣以为应当加封郡王 这人出班之后 又有人出列 跪在地上 臣以为应当授封国公 世袭罔替 一时间 众说纷纭 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及亲王爵 皇帝陛下不置可否 最终把目光放在了曹松身上 按照他们之前定下来的剧本 这个时候 应当曹松站出来 立主封王 因为 谁站出来说这个话 都少不了会被天下读书人谩骂 而皇帝刚好看曹松不太顺眼 就把这个挨骂的活 丢到了他的头上 曹象站在原地 沉默许久 最终才默默叹了口气 出班跪在地上 对着天子叩首道 陛下 老臣以为 三位节度使功劳莫大 与重新开辟朝廷无异 这种颇天功劳 应当 老头深呼吸了一口气 咬牙道 应当封王 地座上的天子面无表情 临昭与王府 眼观鼻 鼻观心 也都没有说话 只有其大将军 张了张口想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 还是没有能够说出口 天子思索了一番 然后缓缓说道 曹象所言 甚何正义 既然如此 便给三位节度使封王 他看向礼部 开口道 礼部尽快一出章城 给三位节度使寿王爵 封帝 制备文书 听到这句话 凌昭与王府 都低着头 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头 本来 他们今天来是准备 直接被封王的 毕竟朝廷的王号 都已经给他们想好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位皇帝陛下 还是抹不开脸面 不想在大朝会上 给三个人封王 按照皇帝的意思 试过几天 礼部制备文书之后 正是唐下发圣旨 各自颁发给三个人 算是私下里封王 不过这件事也无伤大雅 只是面子上的问题而已 三个人很有默契的同时跪下 对着天子叩首道 臣 万不敢受此中风 诸下子孙 向来有谦虚的好习惯 哪怕是 请你出来当皇帝 也要三请三让 告诉别人 是你们请爷出来当皇帝的 不是爷自己想干的 才算流程结束 如今 朝廷要给三个人封王 三个人自然也要向征信地推剧一下 地座上的天子 看向三个人 面露笑容 三位爱卿就莫要推剧了 非是而等 正现在还不能返回皇庭 如今北方的突厥七单人都不安分 康贼逃亡吐蕃 还不曾伏法 朝廷还有很多事情 倚仗三位 三位安心受风就是 三个人这才对着皇帝低头 领指谢恩 三个人谢恩之后 皇帝正要继续说话 发表一些感言 三个节度使当中的平庐节度使林昭 突然从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来 对着地座上的天子拱手道 陛下 陈友本作 天子想说的话 被林昭打断 不过他并没有生气 只是对林昭点了点头 微笑道 林青有什么事 但说无妨 林昭没有犹豫 从袖子里取出一本奏书 双手捧在面前 陛下 陈友一桩埋藏了近三十年的冤屈 要向陛下倾诉 太极公正殿之上 新被封王的越国公林昭 毕恭毕敬地跪在地上 声音低沉 扶请圣人 为臣平反冤案 听到这句话 朝堂上众人神色各异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林昭的身世 自然也不知道 林昭有什么冤屈要素 但是像奇师道 王府 以及皇帝陛下 还有太子李延这些人 都清清楚楚知道 林昭所谓的冤屈 是什么事情 尤其是林昭提起近三十年这四个字 已经直指三十年前的正温一案 地座上的天子 眼皮子直跳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勉强冷静下来 低头看向跪在地上的林昭 声音沙哑 林昭是我大洲的大功臣 有什么事情 不妨起来说话 林昭也没有客气 静止从地上站了起来 对着天子开口道 陛下 臣有冤屈要素 天子闭上眼睛 语气里有些无奈 你 你说吧 这个时候 不让林昭说话是不可能的 因为皇帝没有不让林昭说话的权利 不止皇帝没有这个权利 就连王府也没有 皇帝陛下 在心里叹了口气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自己的老师林简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离开长安城 他必然是提前知道了这件事 同时不愿意看到 宗族与朝廷起冲突 于是便找了个借口 离开了长安城 林三郎微微低头 面色平静 陛下 四十年前 先帝于一片乱象之中登基即位 继而扫平天下妖分 中兴大洲设计 而先帝即位之初 身边便有一个相国辅佐 那就是时任中书令的郑温郑元直 说到这里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元直公围朝府必十余年 已至中兴大洲 大洲从一片乱象的灵皇帝朝 到先帝郑寿十一年 便恢复太平 说到这里 林昭抬头看向脸色有些苍白的天子 继续说道 而在郑寿十二年 人称旧时宰相的元直公 便受小人构陷 以贪莫获罪 被抄家斩首 说到这里 林昭抬头直视天子 陈声道 陛下 陈想为元直公讨一个公道 林昭这段话一说完 整个太极公正殿 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 都放在了 这位即将封王的越国公身上 神色各异 其中大多数人的目光 是震惊 因为 郑温一案 是先帝亲自定下来的铁案 是大洲绝对不能翻案的几个案子之一 甚至在先帝朝 郑温两个字都成为了禁忌 任何人都不能公然提起 而现在 林昭不仅公然提起这件事 这就等于公然挑战皇权 而此举 明面上是在挑战八年前 已经过世的先帝 实际上是在挑战帝座上的这个天子 挑战李州皇室的威严 天子听完林昭的话之后 终于缓缓睁开眼睛 声音沙哑 前朝郑温一案 是三法司共审 先帝亲自定罪的铁案 况且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当年涉及到此案的旧人们 也大多都不在长安了 林昭何苦在这个时候 就是重提 林昭微微低头 陛下 晨光一世 但是公道长存 他抬头看向皇帝 声音低沉 袁职公一案 是我大周百年来第一冤案 此案若不能沉冤昭雪 则朝廷公道不存 立国之本不正 陈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陈母乃袁职公膝下第五女 当年因为此事 被朝廷诸连 辗转流落至越州 母亲本是形阳正式的嫡女 自小金之玉叶 但是因为此事 近三十年来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 说到这里 林昭再一次低头 开口道 请陛下 魏晨母 魏晨外祖 平反昭雪 天子脸色终于变得难看了起来 他默默注视林昭许久 然后才强忍怒气 沉声道 林昭 这件事情太够复杂 在朝会上一时半会分说不清楚 散朝之后 你留下来 朕与你慢慢详谈 这是要跟林昭思量 而林昭一直憋到大朝会 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当然不会同意跟李家撕了 他就是要在大朝会上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把这件事情抖落出来 一来为外祖跟母亲出一口气 二来也削一削李家的脸面 老实说 如果没有武功献遇刺一事 林昭很有可能同意与李家撕了 暗处把这件事了结了 李家公布一道诏书 为郑温平反昭雪 这件事也就结了 但是现在 这件事已经没有办法思了了 林昭微微低眉 再一次跪在地上 叩首道 请陛下 为臣外祖 洗刷三十年的冤屈 天子有些生气了 他从地座上起身 瞪了林昭一眼 咬牙道 林昭 朕没有说清楚吗 朕要你散朝之后 再谈此事 林昭跪在地上 一动不动 朝堂上的气氛 僵住了 接下数十个 武品以上的官员 没有一个人敢动弹 也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整个正殿 落真可闻 就连主持正式堂事务的宰相曹松 此时也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眼观鼻鼻关心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最终 还是站在右手第一排的大将军王府 默默站了出来 他先是看了皇帝一眼 又走到林昭身边 一边伸手搀扶林昭 一边笑着打圆场 好了 林公爷 陛下也不是没有英明 等散朝之后 再说不迟 王大将军这个时候 满脸笑容 笑得很是开心 因为林昭与天子正面冲突了 现在朝廷上大致分为林昭 骑士道 王府与太子 还有天子四股势力 本来因为林昭与骑士道走得很近 王府在长安颇有些被动 但是现在 林昭与天子起了冲突 那么天子 就自然而然会依靠他的河东郡 再说了 都是三十年前的旧案了 一时半会也分说不清楚 今日是陛下回长安之后的第一次朝会 事情颇多 林国公总不会要用这一件事情 耽搁了这次大朝会吧 这种霍悉尼的手段 一来是阻止林昭 二来是给皇帝解围 向皇帝示好 地座上的天子 听到了王府这番话之后 微微松了口气 重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林昭跪在地上 并没有被王府扶起来 他面色平静 淡淡地说道 王大将军 这桩旧案 林某已经查了许多年 到现在 不管是前因还是后果 林某都可以说得很清楚 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说到这里 林昭瞥眼看了看站在原地的骑士道 面无表情 原职公非但是我的外祖 也是齐大将军的授业恩师 齐大将军 难道也不赞成替原职公平反冤案吗 齐师道长长地叹了口气 默默出班 对着天子拱手低头 陛下 臣 也有话要说 齐师道缓缓出列 站在了天子面前 此时 这位在沙场上杀伐果断 朔方君伤亡数万 都面不改色的朔方节度时 面色却颇为复杂 天子也看向齐师道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姑 大将军说吧 这个时候 天子仍然想称呼一声姑丈套近乎 但是此时是大朝会 那样称呼有些不合体统 天子犹豫了一下 还是称呼了官职 齐师道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缓缓说道 陛下 恩师被抄家那一年 您年纪还小 应该不记得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方才林国公也说了 齐大将军吐出一口浊气 开口道 恩师对大周 的确有莫大功劳 征朔年间 国家能够快速缓过气来 少不了恩师操劳之功 可是这样大的功臣 最后却因为贪磨数万贯钱 就抄家问斩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天子皱着眉头 开口道 大将军的意思是 齐师道再一次低头 陛下 臣的意思是 如果恩师当年仅仅是贪磨而被吵架 那么 这桩案子一定是有些误会 如果不是因为贪磨 朝廷也应该公示出来 不应该讳莫如生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声音低沉 恩师在世之时 大周朝堂欣欣向荣 所有人都为了忠心大周 奋勇向前 但是恩师去后 朝堂气氛立刻为之轻颓 朝廷从上到下都兢兢业业 唯恐 唯恐立功 这位朔方节度时咬牙道 陛下 恩师去后至今三十年 朝堂上下依然蒙上一层阴液 如邻国公所说 这件事 如果朝廷不分说清楚 一来是有碍天理公道 二来对大周朝廷也不是好事 天子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他看向其师道 声音沙哑 这么说 大将军也要跟林青一起 逼着朕把这桩案子翻案 说完这句话 天子不等接下的两个节度使回复 便镜子站了起来 闷哼道 好啊 三位节度使其中之二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要逼着朝廷翻案 那一阵看 这件事情也没有翻案的必要了 天子闷哼了一声 直接看向新任的刑部尚书 开口道 刑部 刑部的谢尚书出列 贵服在地上 臣在 天子咬牙道 两位节度使都开了口 这件事情也不必再查了 刑部立刻拟定文书 就说 两位节度使 认定当年郑元职一案有误 现在就给郑文翻案 听到这句话 不管是灵昭还是骑士道 都皱了皱眉头 一旁的王府 却是笑开了花 天子这句话的意思是 朝廷迫于两位节度使的压力 直接给郑文翻案 这样一来 这件事便不再是平反冤案 而是全臣妻主 传出去 灵昭与骑士道的声名 都将大为受损 当然了 对于灵昭来说 声名不声名的 其实没有那么要紧 关键是 这件事情 如果真这么办了 行阳正式的名誉 不仅不会恢复 反而会再度蒙上阴影 刑部的谢尚书跪在地上 叩首道 臣 遵旨 说吧 他缓缓退后 站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灵昭是跪在地上的 文言默默抬头 看了看天子 又回头看了看那位 刑部的谢尚书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不得不说 皇帝这一手 还是很漂亮的 不仅化解了危机 还反将了一灵昭君 以这位天子的心思手段 应该不会有这种智慧 那就是 有人提前遇见了这件事 并且给他支了招 灵昭又看了一眼 站在自己身后 漠不作声的新任晋军大将军李旭 然后把头转向天子 拱手道 陛下 便是这么对待大周功臣的吗 天子面无表情 灵昭说要翻案 朕已经让刑部给郑元智翻案了 灵昭还要如何 要朕亲自到行阳去 给灵昭的外祖 叩头赔罪吗 灵昭眯了眯眼睛 没有再说话 而是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 按照朝廷里的规矩 跪在地上 没有皇帝开口 是不能自己站起来的 而灵昭 就这么站起来了 按照大殿里的规矩 这已经是大不尽之罪 但是此时 正殿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就连玉街上的大太监周震 也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没有开口 灵昭抬头看向天子 然后低头拱手道 陛下 臣今日是带着一片赤诚之心 到太极宫请陛下主持公道的 既然陛下不愿意替臣主持公道 不愿意替臣外祖平反冤案 不愿意为朝廷 洗掉三十年前的这一块污点 那臣无话可说 灵三郎微微低头 目光中带着胸衣 臣 身体不顺 告退了 说完这句话 灵昭不等皇帝开口 便低头准备退出太极宫 地座上的天子 身子微微颤了颤 他心里清楚 灵昭这样 是生气了 而且 是很生气 很生气 现在的灵昭 掌握了长安半城 如果他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举动 那么不要说 李州朝廷还能不能存在 长安城能不能存在 都是未知之数 天子咽了口口水 刚想伸手挽留 还不等天子开口 就站在灵昭身边的骑士道 已经一把捉住了灵昭的衣襟 这位朔方大将军 脸色有些阴沉 三郎 莫要冲动 他拉住灵昭之后 又回头看向天子 压着嗓子 开口道 陛下 这是天理公道 代表着朝廷正与不正 您不能就这么草草了事 齐大将军咬牙道 要三思 见灵昭脸色阴沉 天子心里也有些发慌 这会儿 如果灵昭发疯 整个长安城 都要葬送在他的怒火之下 一旁的王府 也发现了事情 有些不对劲 他没有想到 向来沉稳的灵昭 会因为几句话 就生出这么大的火气 如果灵昭在长安城里发疯 首当其冲的 就是他的河东郡 因此 这位河东节度使 也跟着上前 咳嗽了一声之后 对着天子拱手道 陛下 齐大将军说得不错 正像当年乃是旧石宰相 如果他身上真有什么冤屈 您不能 不能就这么草草了事 王府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一臣看 这件事情要慎重 要查个清楚 不只是给灵国公 也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要告诉天下人 我大周 秉持的是公道二子 三位节度使 都表态了 尤其是王府的态度 非常关键 因为王府这个人 是太子一派的 并不是皇帝一派的 如果他不愿意为了皇帝 跟灵昭起冲突 而是转过头跟灵昭合作 那么皇帝暴毙 帝做更替 也就是两三天的事情而已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终于咬牙看向灵昭 那 一灵亲的意思 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 朝堂上千般规矩 书本里无数道理 但是归根结底 无论是哪个世道 拳头大的人说话的声音 自然就大 现在的长安城就是这样 灵昭 在长安的拳头最大 因此 哪怕是占据了 长安北城的王府 也不敢彻底惹怒他 因为灵昭随时 有掀桌子的能力 如果有人让他 在这张牌桌上 吃了什么大亏 或者让他玩不下去了 这位平庐节度使 随时可以掀翻 长安这张牌桌 到时候 大家各回个家 从此开启一段翻证歌剧 诸侯争霸的乱世 因此 现在面对朝堂上的 这些种种手段 灵昭只要一拍桌子 哪怕是皇帝 都要强忍怒气 跟他谈条件 听到皇帝这句话 灵昭吐出一口浊气 退后两步 对着天子拱手道 陛下 臣别无他愿 只求朝廷正式开始彻查此案 臣可以提供 关乎此案的种种证据 等到真相水落石出 臣 希望能还外祖一个清白 给他老人家 以及他老人家的后人应有的礼遇 说到这里 灵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陛下 先帝病重之时 臣是门下省起居狼 日夜陪伴在先帝左右 当时先帝之所以病痛缠身 便是常常梦见原志公 这件事 成为了先帝心中永远的心病 灵三郎抬头 看了天子一眼 然后低眉缓缓说道 当时先帝的起居录 陛下随时可以调看 司公台也应该有所记录 先帝病重之时 曾经派司公台的人 自己长安城御清贯的道士们 在城东起出了一口棺材 送到了行阳埋葬 灵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这口棺材 便是外祖原志公的棺材 当时是臣亲自扶官送回的行阳 灵昭再次抬头 直面天子 陛下 先帝 已然后悔了 陛下身为人子 应当勇于为先帝纠错 以全孝道 地座上的天子 脸色颇有些难看 他现在示弱 不管说什么道理 声音都不够大 听到了灵昭这番话之后 天子默默坐回了自己的地座上 叹了一口气之后 有些异性阑珊 罢了 现在灵清说什么 就是什么吧 说到这里 天子往下属的一众官员之中看了看 然后默然说道 三法司 行不 大理寺 御史台三个衙门的主官 立刻出班 跪伏在了地上 陈在 三位主官一口同声 天子眯了眯眼睛 声音沙哑 林国公的话 你们都听到了 这桩案子就交给你们重新查办 无论如何 要还正家一个天理公道 听到皇帝这句话 三个主官面面相去 其中 刑部的谢尚书犹豫了一下 对着天子低头道 陛下 当初办这桩案子的时候 臣便在刑部做事了 这桩案子办完之后 刑部的案卷便被司工台调走了 陛下如果要重审此案 臣 须得从司工台调取案卷 天子脸色一黑 扭头看向周震 周太监默默走到天子边上 苦笑道 陛下 这桩案子的案卷 早已经烧了 是魏公公亲自烧的 连 连灰烬也没有留下 天子漠然 他随即看向刑部 沉声道 既然没有了案卷 那就再立一个 案卷就是 林国公不是有这件案子的证据吗 你们找他去取救事 说完这句话 皇帝站了起来 看向殿中诛臣 朕有些乏了 朱卿 还有事情没有 如果无事 便散了吧 这场天子回长安之后的第一场朝会 因为林昭口中的冤案 弄得极为尴尬 此时 天子也没了兴致 他只想赶紧回到自己的寝殿里 去摔几件东西 打几个人 发泄发泄内心的郁闷 殿中无人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 站在林昭身后的 禁军大将军李旭 默默出班 对着天子恭声道 陛下 臣 有话要说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这位世子殿下身上 林昭也在看着他 此时的林国公 心里也大概明白 自己光明正大的 跑到司宫台去 调阅正温的卷宗 已经引起了这些李家人的注意 因此 李旭已经早早地 准备了应对之法 刚才皇帝用来应对林昭的说辞 多半也是 这位世子殿下教授的 看到李旭 天子脸上的表情舒缓了一些 他默默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缓缓开口 既然朕的大将军有话要说 那朕就再听一听 李旭缓缓站了出来 这位世子殿下 因为伤了腿 走起路来 一瘸一拐地有些滑稽 但是此时 所有人都面色正重 没有一个人敢嘲笑这位世子殿下 李旭走到林昭身边 先是对着天子拱了拱手 然后扭头看向林昭 缓缓叹了口气 不瞒三郎 虽然我不曾见过袁之公 但是袁之公 一直是我自小到大最敬佩的人 没有之一 这位世子殿下面色平静 缓缓说道 即便是灵师 比起袁之公 也要逊色不少 当时听说袁之公 因为贪磨获罪 维兄心中 便觉得不太对劲 世子殿下抬头看了看林昭 开口道 虽然维兄姓李 但是不得不承认 当时大周能够迅速恢复元气 袁之公在其中起了莫大的作用 说句难听一些的话 当时半个朝廷 都是袁之公建起来的 他用不着去贪磨什么 况且 行阳正事 也不差那几万贯钱 说到这里 李旭微微低眉 当时我年纪小 不懂得朝堂忌讳 仗着李家人的身份 也不怕先帝责罚 因此 所有人都不敢问的事情 我去问了 所有人都不敢查的事情 我也去查了 李旭这段话 并不是假话 他少年时候 也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有为青年 而且他的父亲宋王殿下 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 因此 常常跟他说起郑温的故事 从小到大 李旭对于那个 网狂蓝鱼祭岛的宰相 就十分崇拜 当时郑温两个字 在长安城被列为禁忌 但是李旭乃是皇家的宗室 胆子比寻常人大上不少 因此 在所有人都坚口不严的时候 这位世子殿下 在明里暗里 真给他打听到了 不少当年的事情 说到这里 李旭看向林昭 轻声道 原职公乃是先帝的老师 征朔年间的时候 先帝在太极公生殿 当着文武百官的面 依旧称呼原职公为师 这般深情厚义 如何会因为贪末几万贯钱 就要置原职公于死地 林昭面无表情 淡淡地看着这个几年不见 已经有些陌生的世子殿下 师兄的意思是 世子殿下面色平静 缓缓说道 当年 原职公被抄家之前 先帝曾经召集六部九卿 在太极公义室 李旭环顾左右 然后伸手指了指自己脚下 就是在这里 他声音低沉 当时先帝说了 帝师收留废太子长孙 废太子长孙 指这五个字 就让林昭微微皱眉 他这些天 翻阅了几乎所有关于郑温的资料 能问的人也都问了 但是也只是知道 当初郑温不知道从哪里抱回来一个孩子 在家里放了几天之后 就又送走了 之后这个孩子便不知所踪 听到李旭说起废太子 林昭才皱了皱眉头 废太子 他是知道的 从他少年进入长安之后 便开始慢慢接触国朝的历史 尤其是关于林皇帝 以及先帝朝这几十年 他是曾经详细了解过的 当初林皇帝在位近四十年 昏庸无道 以至于天下名不聊生 反贼四起 山贼匪寇 几乎遍布各个州郡 林昭故乡越州的那一只东山贼 便是林皇帝时期残留下来的山贼 先帝李源 是林皇帝的儿子 但并不是嫡子 先帝在林皇帝诸多子嗣之中行武 也就是当初的五皇子 因为母族并不是如何强盛 再加上生母早亡又是树出 当时的楚王李源 几乎没有任何继承皇位的可能 因为林皇帝失利了太子的 当时的太子既是嫡出又是长子 在宗法制的大环境下 可以说是跟郑苗红 而在那个时候 身在行阳的某个读书人 因为看到了太多流离失所的百姓 看到了太多烧杀劫略的盗匪 看到了太多人间惨事 于是决定从行阳走出去 去治国平天下 这个读书人就是郑温 郑温出身行阳正是嫡系 作为千年世家 当时无论是哪一伙山贼 都不可能是郑家上下数千壮丁的对手 再加上郑家在行阳的影响力 郑温完全可以在行阳 做看天下水火 当时 郑家的兄弟也劝他 劝他说 大洲的气数将近 且在行阳近等 几年十几年 最多几十年时间 便会改朝换代 等到天下出了新主 他们这些世家子弟 这就可以走到高处 去做他们的诸子贵人 但是郑温深思熟虑之后 还是离开了行阳 他离开行阳的时候 他的小女儿刚刚出生 因为在同辈之中行武 所以取名母娘 离开之前 他对着自己的儿子们说 他要去长安试一试 于是后 这位三十多岁的读书人 便带着一个书童 离开了行阳 一路辗转 到了长安城 到了长安之后 郑温在长安的一处酒楼里 住了近两年的时间 平日里就在长安城四处闲逛 既不谋求官位 也不谋求公民 两年之后的某一天 他才到了楚王府门口 见到了当时 还未满二十岁的楚王殿下李渊 后来 他便成了李渊的老师 师徒俩一起 在长安奋斗了几年 经历了许多事情 最后终于扫清了一切阻碍 这位行阳正式的读书人 硬生生把李渊扶上了地位 当然 这条地路上 注定满是鲜血 其中就包括了李渊的大兄 也就是废太子的血 甚至有传闻说 就连林皇帝 也是暴毕身亡 死得不明不白 但是不管怎么样 废太子一家 都被杀了得一干二净 只有一个没有在长安的儿子 侥幸逃过一劫 后来 李渊如愿登上了地位 在郑温的辅佐下 历经图治 用了十多年时间 终于把老爹留下来的烂摊子 收拾得像了点样子 以上这些 就是林昭所知道的历史 林昭不知道的是 在李渊登基之后 这十来年的时间里 司公台一日也没有放弃 追杀废太子后人 而在十余年之后的某一天 身处皇宫的皇帝陛下 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 消息里说 自己的老师郑温 收留了一个婴儿 应该是废太子的长孙 于是 皇帝陛下慌了 这个时候 他已经预计十余年 可谓是大权独揽 不要说一个婴儿 就是老爹林皇帝重生 大兄废太子复活 站在他面前 他也不会感到任何畏惧 真正让他感到畏惧的 并不是那个 上在墙堡中的婴儿 而是他自己的老师 那个一手 把他捧上地位的老师 他心里很清楚 当初的自己 几乎是完全没有任何机会的 但是老师 他硬生生地 把自己捧了上来 由此 很容易想到 老师 既然可以把他捧上地位 自然也可以把 另一个李家的孩子 捧上地位 当时的皇帝陛下 并不觉得自己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于是 皇帝给魏忠下了死命令 命令他 无论如何 要除掉这个孩子 但是很可惜 当时的郑温职 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避开了司工台的耳目 把这个孩子给送了出去 至今下落不明 这更让皇帝陛下感到恐惧 因为 自己的那个老师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害怕了 从法理上来说 他这个皇帝 是篡位来的 真正应该登上地位的 是自己的那个大哥 即便自己的大哥死了 也应该是他的儿子 是他的孙子 有了老师的支持 那个不知名的婴儿 很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间点 出现在他面前 夺走他的一切 皇帝陛下彻夜难眠 夜半时候 他甚至会躲在自己的被子里 瑟瑟发抖 终于有一天 这位已经预及十多年的皇帝陛下 下定了决心 他召集了六部九卿 调动了司工台 调动了金吴卫 甚至城外 他经营了十几年的长安禁军 也开始向京城靠拢 他几乎调用了 自己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 然后 他对自己的老师 发起了挑战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 这场挑战 赢得格外顺利 甚至没有碰到什么反抗 只用了一晚上时间 郑家便被抄了家 那位持国十余年的宰相 也在短短三天之后 被拉到西市街问站 据说临死之前 这位旧石宰相 只说了一句话 应该早点回形阳的 临死前的郑温如是说道 一转眼 近三十年时间过去 这一切 都被掩埋在了岁月的长河里 当初的那一对师徒 也已经先后撒手人寰 而当年 先帝召集六部九卿说的话 还是流传下来了一些 被后世原职工的 迷地李絮 给打听了去 世子殿下看向林昭 面色平静 事到如今 没有人可以否认 原职工的功绩 但是 功绩并不能掩盖一切罪过 世子殿下微微低眉 开口道 我也很崇敬原职工 但是 勾结废太子后人 是谋逆的大罪 先帝当年 已经面积师徒勤奋 只杀了原职工一人 郑家的子女 大多只是流放 李絮看向林昭 缓缓开口 如果没有当年先帝的恩情 恐怕如今 我也见不到三郎你了 林三郎站在原地 静静地听完李絮的话 然后他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微微低眉 师兄这番话 可有证据 李絮说的话 都能够跟林昭知道的事情对上 尤其是关于当年 那个婴孩的事情 是正牙亲眼所见 因此李絮说的话 不太可能是胡编乱造的 此时 唯一的问题就是 当初的那个婴孩 究竟与废太子有没有关系 先帝预及三十多年 废太子那一脉 早就被打成了叛逆 现在李源 李寻父子俩 才是大洲的正统 但凡与废太子沾上关系 对于朝廷来说 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如果 如果现在 李家人仍旧掌握朝廷 只凭李絮这几句话 就可以把行阳正事 连同林昭在内 统统打落到尘埃里 可惜 李家人已经没有从前的威权了 因此 林昭现在 可以直接不认这件事 当年的事情 已经过去三十年 当年先帝朝的六部九卿 也早已经不在朝中 况且 先帝朝把郑温视为禁忌 连谈也不许谈 更没有什么记录留下来 这个时候 是不可能有什么证据的 即便有 林某人不认的证据 也就是几张废纸而已 世子殿下现在临昭对面 看着这位面无表情的月国公 他沉默片刻 微微摇头 罢了 此时是不在我 月国公硬是不认 我也没有办法 说完这句话 他微微低眉 开口道 那就按月国公的意思 让三法司想查此事 等三法司查完了 朝廷自然会给元职公 以及元职公后人一个交代 林昭面无表情 默默地看着李旭 此时两个人心里都明白 为郑温平反这件事 已经势不可挡 但是李旭此时当着文武百官 把废太子长孙这件事说出来 那么这件事 就不可避免地会传出去 这样平反之后的郑温 就多少会沾染一点污点 而他林某人 也会被蒙上一层强权的色彩 林昭面无表情 扭头看向天子 对着天子拱手道 臣 静候陛下决断 那就怎么办吧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三法司去查办此事 限十日之内给出结果 说完这句话 皇帝又扫了一眼三个节度使 然后静止从自己的椅子上站了起来 脸色有些不快 阵乏了 朝会就到这里 朱青有什么事物 天子瞥了一眼曹松 继续说道 宋正是堂 说吧 这位皇帝陛下背负双手 在周震的陪同下 离开了正殿 回后殿去了 天子已经走了 朝会自然就热闹了起来 许多熟识的官员 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对今日朝堂上发生的事情 一轮纷纷 曹松默默看了百官一眼 声音低沉 好了 现在是曹松在主持朝政 他一开口 闻吴百官再次安静了下来 有奏本便送正式堂 无事就各回衙门 现在长安城里 事情多得忙不过来 诸位就不要在这里耽搁时间了 诸位官员文言 都对着曹松拱了拱手 然后转身离开了太极宫 各自散去 林昭在正殿里默默站了会 然后也要转身离开 林公爷留步 林昭被曹松换主 便停了下来 看向这位虚发花白的宰相 与此同时 另外两位节度使 也回头看向林昭和曹松 不过他们只是看了一眼 便各自迈步离开 曹松没有喊他们 他们也不会舔着脸留下来 到了这个地步 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体面 曹象有事吩咐 曹松迈步走到林昭面前 摇头叹息 林公爷 今日之事 本不至于弄到这个地步 老夫 老夫当年 是见过原职工的 曹松微微低眉 开口道 原职工执掌朝堂的时候 老夫是金兆府下属的县陵 曾经有幸见过原职工几面 也相信他老人家 不至于贪默 但是今日 他看了看林昭 低声道 今日 林公爷完全可以私下里面见天子 承述此事 也可以把老夫以及其大将军都喊上 相信天子 也会秉持公义 像今日这般 在朝会之上 公然提起此事 天子自然会有些不喜 说到这里 曹松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林公爷什么都好 就是太年轻了一些 有时候做事 不会深思熟虑 林三郎站在曹松对面 面色平静 既然天子 会主持公义 那今日他为何不喜 曹松被这句话问到了 站在原地 苦笑道 总是 总是要给天姐留一些颜面 天姐要脸面 林昭看向曹松 面无表情 那当年我外祖 要不要颜面 我母亲流落民间 吃了数不尽的苦头 她要不要颜面 林三郎看向曹松 声音低沉 曹象 今日林某在这里 是来求公道的 不是来求恩赏的 至于曹象说的天姐颜面 林三郎对着曹松微微拱手 然后转身离开 武功献成立 林某险些给人杀了 既然某些人 能做出这种不体面的事情 就不应该还想保留自己的体面 说完这句话 林三郎默默转身 离开了太极宫 曹象一个人站在原地 看着林昭远去的背影 久久无语 百官退朝之后 新任的禁军大将军李旭 也迈步离开了太极宫 平时他总会在宫里 多待一段时间 陪一陪天子 但是这一次他没有 而是直接从朱雀门离开了皇城 离开了皇城之后 这位世子殿下 也没有回宋王府 更没有去刚刚组建的禁军大营 而是兜兜转转 来到了城西的光德方 此时 长安城里 各方基本上 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除了人口没有恢复旧官之外 其他已经跟从前的长安城 没有太大区别 光德方里 有一家叫做最仙楼的酒楼 从百多年前 就在光德方经营 至今已经传了五代人 家传的最仙酒 在长安城一直很受欢迎 李旭从前 很喜欢在这座酒楼里喝酒 最仙楼因为范阳叛军的关系 关闭了一段时间 直到最近几天才重新开张 李旭进了酒楼之后 很快就由小二过来招待 把他带到了最仙楼的二楼雅间 李旭一拳一拐地 跟在小二身后 来到了一处雅间门口 他伸手敲了敲门 雅间很快打开 里面是一个看起来 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见到李旭之后 二话不说 直接跪在了地上 扣手道 八叔 李旭摇了摇头 伸手把他扶了起来 默默地说道 你 你那个岳父怎么说 这个年轻人起身之后 伸手扶着李旭坐了下来 然后站在了李旭身边 苦笑道 八叔 岳父说 那样太过冒险了 不省险如何成事 李旭回头 看向这个年轻人 神情有些英质 今天你也看到了 有人已经公然 骑在咱们家头上了 长心方林府 林三郎下潮之后 就镜子回到了自己家中 在他的家里 三个中年人 已经焦急地等待许久 这三个中年人 自然就是 他的三个舅舅 分别是二舅郑通 三舅郑瑶 以及五舅郑茂 见林昭回来 三个人直接来到了 林家正堂 郑通走在最前面 不由分说 一把拉住了林昭的衣袖 神色有些紧张 三 三郎 林昭看了三个人一眼 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三位舅舅放心 皇帝已经同意 三法司重查此案 这几天我会去三法司走一走 把应该给他们的证据 都给他们 说到这里 林三郎微微低眉 开口道 这件事 三法司也只是走个过场 估计有个七八天时间 这件事就能翻过来 外祖便会沉冤昭雪 说到这里 他看向三个舅舅 轻声道 到时候三位舅舅 也会洗去身上的冤屈 正大光明的信回正行 三兄弟愣在原地 互相对视了几眼之后 便老泪纵横 其中 身材有些肥胖的老五 垂泪不止 好了好了 线下死了也不亏了 他神情有些激动 线下死了 也可以埋进祖坟了 这些士族出身的子弟 天然对家族 有强烈的归属感 他们三兄弟 忙碌这么多年 甚至一度 有过配合康东平造反的行为 就是为了推翻李家 从而让他们能够 光明正大的回归 行阳正式 郑通也说过 他们要的是体面 是行阳正式的体面 如今 近三十年过去 当初还年轻的三兄弟 现在郑通已经五十多岁 郑鸟也已经五十出头 最小的郑茂 过了今年也五十岁了 三个年过半百的郑家子孙 激动莫名 三个人过了许久之后 才冷静下来 三个人退后两步 都对着林昭拱手作义 多谢三郎了 林昭连忙上前 把三个人搀扶了起来 摇头道 莫要如此 莫要如此说 林公也苦笑道 哪有亲娘舅 给外甥行礼的道理 三兄弟互相看了看 最终还是郑通站出来 他看向林昭 叹了口气 现在想来 早年我们三兄弟 一心想要做大商号 想要借着各方势力 对抗朝廷 因此 因此颇有些对不住你们母子 郑大官人低头道 一直到三郎你中了进食 我才知道 你们母子在越州 吃了许多苦头 我们一心想要报仇 把五娘抛在了脑后 到头来 还是五娘的孩子 帮我们这三个无家无姓之人 得偿素养 听到郑通这番话 胖胖的老五也叹了口气 低声道 说起来 如果四哥还在世 绝不会看着五娘受苦 我们这几个做兄长的 郑家的老四 与林昭的母亲林二娘 是一母同胞的包兄妹 而现在林昭面前的这三个舅舅 与林二娘都不是同母 因此 早年他们在越州 安顿好了林二娘之后 便一心扑在了复仇的大业上 没有怎么关心林二娘 听到三个舅舅这番话 林昭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开口道 五有曾经的苦难 说不定也不会有今天 他看向三个人 勉强一笑 三位舅舅 如果早早地 把我接出了越州 我也不会与七叔相识 没有七叔 也就不会有今天 这都是 因缘造化 林昭微微低眉 事到如今 过去的事情 就不必再提了 郑家三兄弟 也都各自叹息 林昭脸上露出笑容 开口道 不管怎么说 今天的事情 是一件大好事 我让六娘准备些酒菜 咱们也几个 一起喝一顿 郑通三兄弟闻言 也都露出笑容 好 今天好好喝上一顿 生就四个人 一起进了郑家的后宅 崔芷勤很快 让下人准备好了酒菜 四个人坐在一起 推杯换盏 说起这些年的故事 有时候说到伤心处 三个郑家兄弟 还会低头捶泪 酒喝到一半的时候 一个铜前卫的人 来到了林家 矮身在 林昭耳边说了两句 林昭先是愣了愣 然后若有所思 知道了 你们继续盯着 有什么情况 再来向我汇报 这个铜前卫立刻低头 属下遵命 说完 他便夺不退了出去 这个时候 郑瑶正茂都 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但是郑通还保持清醒 他看向林昭 问道 三郎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林昭摇头 没有 一些小事而已 不用理会 他端起酒杯 笑着说道 来 咱们再喝一杯 郑通也跟着端起酒杯 救生二人 酒杯碰在了一处 大朝会之后 林昭还没有来得及去三法司 跟三法司的主官 沟通当年的事情 三法司便主动派人到了林府 主动询问林昭当年的旧事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三法司几乎每天都会来人到林家询问 甚至三法司的主官 也都来了林家好几趟 而等到第四天 林昭刚跟行步的 一个侍郎沟通完 宫里便来人了 一个一身紫衣的大太监 手捧圣旨 站在林府门口等候 正是司工台大太监周震 林昭让人把周震请了进来 自己一个人带着下人们去接纸 这个时候 林昭的家人都不在长安 唯一一个家人催止情 现在还怀着身孕 林昭不忍心让他出去下跪接纸 林昭到了前院之后 原本站着的周震 立刻微微弯腰 对着他低头行礼 奴婢见过岳王爷 林昭苦笑摇头 周公公莫要胡说 林某还不是岳王 马上就是了 周震起身之后 对着林昭笑了笑 然后展开圣旨 就要宣读 林昭犹豫了一下 还是跪了下来 开口道 臣 平庐节度使林昭 恭迎圣旨 大太监周震 咳嗽了一声之后 开始宣读圣旨 圣旨前半部分很是冗杂 都是一些华丽 但是没什么用的篇文 篇文结束之后 终于开始念正文了 周震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林昭 然后咳嗽了一声 继续念道 平庐节度使 越国公林昭 平叛堪乱 功劳莫大 自家封越王 封越周 又一段长文念完之后 周震顿了顿 然后继续念道 其生物 抚养忠良 于国义有功劳 封一品告命夫人 念完这句之后 周震一路继续念下去 等到圣旨终于念完之后 他才合拢圣旨 从身边的盒子里 取出另一道圣旨 把两道圣旨 一并送到了林昭手里 笑着说道 岳王爷 另外一道文书 是家封林夫人的 您收好了 另外 还有家封王妃的文书 稍后会再给王爷送来 林昭跪在地上 伸手接过这两道诏书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臣 谢陛下龙恩 封王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 除了给林昭本人的诏书之外 还要给他的家人册封 以及修建府邸 丈量封地 这些零零总总的工作 加在一起 没有个几个月时间 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从林昭拿到诏书的 这一刻起 他便是大洲的岳王了 以后在长安城里 任谁见到他 都要低头称呼一声岳王爷 让林昭觉得意外的是 这一次 朝廷给他母亲 林二娘封告命的诏书 是一并送来的 按理说 应该是在封王的诏书之后 想来应该是经过 上一次林昭大闹太极宫之后 皇帝多少对郑家人重视了一些 接到这封诏书之后 林昭默默起身 对着周震礼貌性地笑了笑 多谢大公公亲自跑一趟 应该的应该的 周震满脸笑容 开口道 奴婢在这里 恭喜王爷了 林昭看了看他 然后问道 另外两位截度使的封王诏书 也都送过去了 周震低头道 回王爷 司宫台的两个少奸 已经去两位截度使的宅邸宣旨了 说到这里 周震低着头 开口道 王爷 陛下今夜会在宫中设宴 庆祝三位王爷授封王爵 届时文武百官都会到场 与三位王爷贺 林昭点了点头 有劳大公公 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 林昭回头看了一眼赵成 开口道 去 给拿些金子过来 给周公公喝茶 赵成连忙点头 不一会儿 就捧着一盘金子上前 递到了周震面前 周太监抬头看了看林昭 又看了看这盘金子 思索了一番之后 便毕恭毕敬地低头接了下来 奴婢 谢王爷赏 林昭摇了摇头 好了 周公公执掌司公台 应该还有许多事情要忙 我这里就不留客了 他看了一眼周震 开口道 我送公公出去 不敢 不敢 周震连忙摇头 奴婢自己出去 就好 林昭也没有坚持 回头看向赵成 开口道 赵成 替我送公公出去 赵成点了点头 正要替林昭送客 新晋的岳王殿下 突然想了什么事情 又看向周震 对了周公公 还有一件事要请教你 周震停下脚步 低头道 王爷尽管问 奴婢知无不尽 这次堪乱平叛 非是林某一人之功劳 我凭卢军上下的风赏 朝廷何时上一口 这个周震低着头 支支吾吾地说道 王爷 您麾下的将士们 功劳大小 朝廷都不知情 还需要你与兵部 将功劳统计出来 然后交给朝廷一功 现在正式堂 应该再做这件事了 王爷如果等了心急 可以去正式堂问一问曹下 林昭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知道了 多谢周公公 不敢 周震对着林昭低头作衣 然后被赵成送出了林府 周震一走 林府上下的下人都热闹了起来 一些胆子大的人 便来到林昭身边 向林昭道喜 一口一个王爷 林昭笑了笑 也没有理会这些下人 静止回了后院 在后院里 见到正在桌案上 写着什么的崔志卿 林昭走了过去 轻声问道 六娘在写什么 崔志卿本来正在出神 文言被吓了一跳 连忙回头 见到是林昭之后 才松了口气 伸手拍了拍胸脯 没 没什么 崔志卿弟妹道 家里的两个兄长 过两天便到长安来了 我给他们去封信 问问他们到哪里了 说完这句话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行礼 笑着说道 切身恭喜夫君 说完这句话 他眼睛转了转 笑成了月牙 应该说恭喜王爷了 林昭把两道诏书 随手放在了桌子上 懒洋洋的伸了个懒腰 在房间里找了把椅子坐下 对着崔志卿微笑道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 连个世袭网替也没有混到 崔志卿坐在林昭对面 有些称怪地看了林昭一眼 大周到现在 连个世袭网替的异姓国公都没有 就是世袭网替的宗室 也是少之右手 夫君也太贪心了一些 时依是意了 月王爷呵呵一笑 现在不值钱了 说着 他走到崔志卿身边 伸手摸了摸后者 已经有些隆起的小腹 轻声道 有动静没有 还早着呢 崔志卿有些不太好意思 微微低着头 这才几个月 哪里有这么快 小夫妻俩正在房间里 说着私房话的时候 放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林昭无奈起身 看向房门 什么事 房门外 赵成低着头 开口道 公 王爷 祈辅君到了 说来恭贺您授封月王 另外 另外还有不少官员 给家里送来了礼单 但是没有几个人到场 前不久 林昭在朝廷上 公然与皇帝叫板 这是文武百官亲眼看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 林某人不可避免地 被打上了全臣的标签 而全臣 很少善终 因此 现在长安城里的官员 虽然敬畏林昭 但是却并没有太多人 愿意来跟林昭亲近 就是投城的 也是少之右手 林昭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请齐兄去正堂 我这就去见他 赵成顿了顿 继续说道 王爷 平庐君里的兄弟 也要来给王爷贺喜 月王殿下微微皱眉 暂且让他们不要动弹 尤其是各营都头 不许善离职守 赵成恭敬低头 属下遵命 跟赵成说完事情之后 林昭回头看向崔子晴 开口道 六娘 齐兄到家里来了 你在这里歇一歇 我去会课 崔子晴有些犹豫 要不要切身出去 不必 林昭微微摇头 你还怀着身孕 好好休息就是 林昭与崔子晴 又说了几句话 便推开房门 常兴方林家并不大 甚至可以说有点小 因此没过多久 林昭就来到了自家正堂 见到了正在正堂里 喝茶的金赵府尹齐轩 林三郎迈步上前 面带笑容 齐轩来得好快 宫里的人刚走 你便到了 齐轩也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拱手还礼 这位府军大人面露笑容 开口道 我不来 恐怕长安城再没有第二个人来 到时候 岳王殿下不免尴尬 他们来不来都没有关系 岳王殿下上前拉住齐轩的衣袖 微笑道 无胆鼠背 我也瞧他们不上 林昭拉着齐轩坐下 齐府军上下打量了一遍林昭 嘖嘖有声 当了岳王殿下是不太一样了 举手投足之间满是贵气 林昭哑然失笑 莫要胡说 齐兄今日是从经兆府来的 从家里来的 齐府军看了一眼林昭 微笑道 二老都知道 没有阻拦 林昭松了口气 正准备说话 一个林府的下人 又迈着小碎步走了过来 王爷 公布侍郎周德 在府门口 说要见您 目前三位节度使当中 林昭在长安城的人气 应该是最低的 因为他太年轻了 年轻 在很多人眼里 意味着不靠谱 尤其是在前几天 他在朝堂上 与天子有了冲突之后 长安城里的权贵阶层 对他基本上 就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好在 他还有两个社友 作为太学的同学 齐轩与周德两个人 在政治上 天然与林昭亲近 而且 某人与齐家的关系 一直很不错 所以齐轩第一个到场 至于周德 这个胖子 在青州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带着林昭给他的青州布防图 回到了皇帝身边 结果因为他在青州待了太久 皇帝对这个宠臣 已经并不怎么信任 不过因为他刺探 敌情有功 回到长安之后 还是给他升了一级 把他从兵部丢回了公布 任公布侍郎 这个小黑胖子 也是近百年来 差不多最年轻的六部侍郎了 不过现在天子的权力 都被边缘化 他这个曾经的天子宠臣 自然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前途可言 因此 在林昭封王之后的当天 这位公布侍郎 再一次咬了咬牙 带着礼物 厚着脸皮来到了林家 当年的太学三兄弟 再一次碰面 只十年左右的时间而已 三个人的身份地位 与从前相比 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周德 被请进了林家之后 林昭让人在后院备了一桌酒席 三兄弟 就像从前在龟云楼喝酒一样 各自落座 周胖子满脸笑容 时不时还会拍林昭几具马屁 不再像从前那样 一口一个老三了 林昭与这位周侍郎 碰了碰酒杯 笑着说道 说起来 朝廷分了一座宅子给我 就在重人坊里 应该要修缮一番 周兄这个公布侍郎 可要替兄弟静静心 王爷客气了 周胖子拍了拍胸脯 神色正重 王爷放心 这件事 一定给你修得漂漂亮亮的 林昭笑呵呵的看向周德 周兄可不要在我家里 买什么地道暗门 现在的林昭 已经是岳王殿下了 虽然他的岳王府 理论上应该修在岳州 但是在长安 毕竟也要有一座宅子 长兴方的这座宅子 从身份上来说 已经有些配不上他了 所以 他要找时间 搬到重人坊去 这是什么话 周胖子瞪大了眼睛拍着胸脯 周某人要是有半点 对不住兄弟的地方 天打五雷轰 另一边的骑辅君 微笑道 三郎前几天 刚在太极宫惹了事 我原以为以周兄胆小怕事的脾气 今天是不会来的 周胖子闻言 脸上的表情僵住 他扭头看向林昭 长长地叹了口气 说实话 老子也不想来 他哭丧着脸 表情充满了无奈 没奈何当年 跟这个猫子做了摄友 现在撇又撇不清楚 只好跟过来 拍一拍岳王殿下的马屁了 几天前 林昭在太极宫的表现 长安城里大部分人都以为 这位岳国公是个彻头彻尾的猛夫 按周德老家的话 这种人就叫猛子 主位上的岳王殿下 闻言举起酒杯 哈哈一笑 可能这就是孽元 来 他端起酒杯 站了起来 咱们兄弟 再走一个 齐轩与周德先后起身 与林昭的酒杯碰在一起 恍惚间 似乎回到了十年前 在太学上学 在归云楼喝酒的日子 就在三个人在林家喝酒的时候 另一边的丹阳长公主府 以及河东节度使府邸 都是人满为患 许多官员 争先恐后地 给两位节度使送礼 这两个节度使 一个是天子的姑父 评判中最大的功臣 另一个则是太子的岳父 未来的国丈 一个亲王 一个代王 注定是将来朝堂上的画室人 更重要的是 这两位大将军 都有几十年为官的经历 最起码比较成熟 不会像那位平庐节度使一样 一时上头 就做出什么不治之举 因此 这两个人 成了长安全贵们的谈好对象 河东节度使府邸之中 人满为患 府邸之外 刚从丹阳长公主府出来的世子殿下 站在这座人满为患的大将军府门口 抬头看着熙熙攘攘的众人 若有所思 在他身后 站着一个紫衣年轻人 年轻人恭敬低头 开口道 八叔 咱们从后门进 岳父已经在书房等候您了 世子殿下默默回头 看了看这个年轻人 开口问道 咱们从正门进 从后门 太引人注意了 紫衣年轻人愣了愣 然后点头 知道了八叔 他们两个人 刚刚在丹阳长公主府 祝贺庆王殿下封王 如今 他们来到这里 庆祝代王殿下 在合情合理不过 很快 紫衣年轻人的两个随从 便在人群之中开路 太子殿下驾到 世子殿下驾到 人群立刻被分开了一条路 这对李家的叔侄俩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 进了王家的大门 进了王家之后 在太子殿下的带领下 李旭很快来到了 王家的后院书房 书房门口 一身灰色便服的王府 已经等候许久 见到李旭之后 他立刻上前 拱手行礼 见过世子 李旭也上前 拱手行礼 带王客浅 王府侧身 对着李旭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开口道 已经给世子殿下 沏好了茶 殿下请进罢 李旭微微犹豫 然后迈步走进了 王府的书房 太子殿下并没有进去 而是站在门口 替自己的两个长辈 看门 书房里 两个人相对坐 心静的带王 低头喝了口茶水 默默地看向李旭 世子殿下前方 让太子传的话 风险太大了 一个弄不好 长安历时就要大乱 到时候 谁也没有办法收场 李旭坐在原地 低着头没有说话 许久之后 他才深呼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向王府 开口道 重病当用重手 这个时候不用雷霆手段 以后便再没有机会了 李旭声音低沉 大将军 不是一直想让太子登基吗 王府皱了皱眉头 殿下 圣人春秋鼎盛 李旭面无表情 没有回答这句话 他默默地看向王府 开口道 大将军 平卢军在长安 就有三万多兵力 平卢军在青州 幽州各有驻军 他们几年时间就有数万人 现在还有一个召席在青州 谁也不知道 平卢军现在还有多少人手 况且 他们有火气 还有数不尽的火药 世子殿下 深呼吸了一口气 声音低沉 大将军的何东郡 自认是平卢军的对手吗 三法司 在林昭的配合之下 把当年郑温一案 反反复复地查了一遍 最终 他们查证了当年郑温贪末一事 子虚乌有 当年郑温是以贪末入罪 既然他没有贪末 那么这桩案件自然就不应该存在 至于案处的那个所谓的废太子长孙 谁也没有证据证明 到底存不存在 与郑温有没有关系 于是乎 郑士堂拟定诏书 公告天下 宣布当年郑温一案 是先帝受了奸臣挑拨 行阳郑温与行阳郑士 据是大洲的忠臣 这到诏书颁布之后 礼布立刻抄行天下 算是这儿八经的给原职公证了名 郑家的三兄弟 收到这道诏书之后 都是泪流满面 相拥而泣 为了表达朝廷的歉意 郑温当年的伯爵 也被皇帝重新赤风 郑家人商议之后 这个行阳伯的爵位 最终落在了帝州刺史郑雅头上 与此同时 郑雅身上的这个帝州刺史的官职 也被朝廷正式承认 算是给他转正了 郑家人收到这道诏书之后 各个激动莫名 在长安收拾收拾东西之后 三兄弟就带着郑雅一起 动身回行阳祭祖去了 他们二三十年 没有进过行阳正式 也没有进过宗祠 已经憋了太久太久 皇帝那边 也不知道是不是想通了 下发诏书之后 还在礼布选了个侍郎 代替朝廷前往行阳祭奠正温 郑家人离开之后 林昭便安生了一段时间 亲自盯着公布 翻修了那座朝廷 赐给他的那座郡王府 这座郡王府并不怎么破旧 公布的人在周胖子的督促下 只花了半个月时间 就把整个郡王府收拾了一遍 光亮如星 翻修完之后 这座郡王府 也正式改名为月王府 随后林昭一家人 便搬了进去 搬家那天 长安城里 还是没有几个人来给林昭道喜 数来数去 也就是十几个人而已 虽然没有多少人到场 但是月王府却收到了不少礼物 长安城里有头有脸的人 基本上都给林昭送了礼 庆祝他乔迁之喜 林昭也没有推剧 只要是能收的他 基本上都收了下来 堆在后院 交给家里的下人们打理 除了搬新家之外 林昭偶尔还会去城外的平卢军大营 一来是查看大营里的情况 二来也是要熟悉自己的军队 毕竟这些平卢军 才是他的本钱 这支远征的平卢军 从苍州一路西进一来 人数一直在扩张 收编了不少俘虏 但是进入长安城之后 就不好再大肆扩张了 因此到现在为止 平卢军基本上 还保持了进长安时的人数 除了检氏军队之外 林昭还要处理一些 从青州送过来的重要事物 在这个时代 因为信息延迟 远距离遥控是不可能实现的 青州送过来的事情 也只是一些方向性的决策 具体的事物都是省会在处理 而军务则是赵歇在处理 就这样 时间一点一点飞逝 转眼间 长安进入到了六月 此时 天子回归长安城 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时间 长安城的局势 也相对稳定了下来 因为朝局日趋稳定 朝廷之中 还是有了另一种生意 那就是让三位节度使 离开长安城 原因很简单 三位节度使 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长安城 他们来到长安 是勘乱平叛来的 如今叛乱已经平定 朝廷也稳定了下来 三位节度使 以及各自麾下的将士 该受风领赏的 也都受风领赏了 这个时候 三个节度使 不应该继续留在长安城了 其实倒应该回灵州 王府应该回太原 至于灵昭 他可以回青州 也可以回越州 因为其他两位节度使的封地 都在他们节度师府的治下 而封给灵昭的越州 则是他的故乡 并不在平庐节度师府治下 所以 灵昭就多了一个选择 这种声音 最开始只是几个年轻的读书人 提出来 朝堂上并没有多少附和的声音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暗处 有人推波助澜 到了六月之后 这种声音便越来越大了 六月初一的大朝会上 就有四个无品以上的官员 上书朝廷 直接指明三位节度使 应当各回本职 不应当再留在长安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些人也说 关中尚且不够稳固 长安进军也还没有训练起来 这个时候 三位节度使 应当继续镇守关中 等长安进军成行 三个人再离开长安 对此 三位节度使始终兼默 没有表态 到了六月初时 朝廷的第二次大朝会 三位节度使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默契 全都没有出席 三个当事人没有到场 朝堂上的局面 就更加控制不住 先后有十几个读书人 上书朝廷 请朝廷下旨 让三位节度使 离开长安城 不过不管是地座上的天子 还是正式唐首会曹松 也都没有对这件事情表态 到最后 还是不了了之 朝会散去之后 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中年人 来到了重仁方岳王府 说是要求见岳王 这个时候 林昭刚好在家 很快这个中年人 就被带到了岳王府的书房 见到了正在书房里 悠闲翻书的林昭 中年人毕恭毕敬地拱手道 末将见过岳王爷 林昭放下手中的书卷 淡淡地看了一眼这个中年人 然后淡淡地说道 邵将军今日怎么得空 到我这里来了 说完这句话 林昭顿了顿 然后微微一笑 哦对 现在应该称呼邵将军为世子殿下了 和东军邵将军王洛站在下手 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道 王爷取笑了 林昭指了指自己书房里的椅子 淡淡地说道 世子请坐 王洛犹豫了一下 便默默坐了下来 他抬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王爷 今日朝会上的事情 您都知道了吧 什么事情 林某人眨了眨眼睛 本王今天身体微样 不曾去参加大朝会 今天朝堂上发生什么事了 见林昭装糊涂 王洛微微低头 开口道 王爷 今天朝堂上 礼部郎中诚意 连同十几个文官一起上书 说要让节度使离开长安 各回本职 林昭看了王洛一眼 淡淡地说道 我等节度使职责 本就是镇守各地 抵御外敌 现在战乱已平 我等事 不应该久留长安 朝廷上有这种声音也属正常 如果陛下 让我平如君离京 平如君明日便可以开靶 说完这句话 林昭看向王洛 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怎么 王大将军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王府当然不想离开长安城 他做梦都想着 把李延捧上地位 然后让王洛回太原任节度使 他这个国杖可以留在长安城里 或者去代州做他的岳王 到时候王室 少说可以在大州兴旺三代以上 将来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王家翻身做主人 也不是没有机会 听到林昭这句话 王洛微微低眉 开口道 王爷 家父以为 关中尚且不太平 而且康贼还潜藏在吐蕃 隐患仍在 最重要的是 长安进军尚且没有成军 这个时候实在不应该撒手不管 林昭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王洛 少将军这番话 应该尚书朝廷才是 在这里与本王说 有什么用处 王洛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王爷 你我两家是当事之人 我等尚书朝廷 恐会被朝廷猜忌 王洛抬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现在长安城里的这些声音 一定是有人暗中挑拨 如果王爷再没有动作 这些声音将会愈演愈烈 事关两家 王洛沉声道 家父的意思是 与王爷通个气 一起应对那些读书人 林三郎笑了笑 王大将军 准备如何应对那些读书人 那个带头的李布郎中诚意 王洛低声道 找人上书参踏 将他夺职下狱 林昭微微皱眉 这件事情 你们王家要做自己做就是 过来找我做什么 只是来与王爷通个气 王洛低头道 咱们两家联手打进的长安城 自然应当同气连之 那些文官要闹起来的话 想来王爷也不会坐视不理 林三郎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淡淡地看着王洛 意思是 你们做的事 出了事情 要我一起单着 王洛微微低眉 王爷 这件事 关乎你我两家利益 是关乎河东军利益吧 林三郎微微低眉 开口道 只要朝廷下令 我平鲁军 现在就可以退出长安城 把长安让给你们 只恐怕王大将军 不舍得离开长安 林昭在长安 该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现在的他的确可以 拍拍屁股离开长安 回到青州 去做他的一方诸侯 凭借现在平鲁军的军力 再加上火器 在他自己的地盘上 没有任何势力 能够威胁到他 而且 青州离长安太远 在那里他林某人就是皇帝 只要有足够的粮食 他想怎么扩张 就怎么扩张 哪天不想认理皇帝了 在幽州建都称帝 也就是他临昭一句话的事情而已 林三郎淡淡地看着王洛 似笑非笑 不过也不奇怪 王大将军是太子的岳丈 自然会不舍地离开长安 王洛眼神闪动 他低着头 开口道 王爷 我父向来 视您为忘年之交 这种时候 咱们更应该同气连之 哦 林昭看了看这个 比自己大了不少的少将军 笑着说道 如果林某与王大将军论交 那少将军 岂不是要称呼我一生叔父 王洛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 他沉默许久 才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深深低头作一 王爷 文官要针对的是三个节度史 非是我父一人 其中厉害 还请王爷细细思量 说吧 他对林昭拱了拱手 扭头告辞 林昭连站起来 都没有站起来 只是摆了摆手 让赵成送王洛出去了 王洛离开之后 林昭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 低头看着自己桌子上的白纸 默默出神 等到赵成回来赴命 林昭才从出神之中回过神来 他抬头看了看赵成 开口道 去 把赵甫平找来 赵成恭敬低头 赵甫平这段时间 一直带着青州军 在关中四处追击叛军余孽 现在关中的叛军余孽 基本上已经消除干净 赵甫平也在半个月前 带着青州军回到了长安城 并且被朝廷封为 郑四品中武将军 回到长安之后 因为赵甫平这几个月 一直在忙碌 林昭就给他放了个假 这段时间 一直在长安城里休息 因为就在长安城里 因此没有过多久 赵甫平就来到了林昭的书房里 见到林昭之后 这位骁勇多志的青州将军 半跪在林昭面前 拱手道 末将赵甫平拜见王爷 林昭起身 来到赵甫平身边 把他扶了起来 不是军营脸 赵将军不必客气 林昭指了指书房里的椅子 开口道 坐下来说话 赵甫平也没有客气 在书房里寻了一把椅子坐下 对着林昭低头道 王爷换末将来 有何吩咐 是有事情让你做 林昭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默默低眉 现在平鲁军将士 有一部分在城外 一部分在城内 都是裴将军一个人在带 有些不够灵活 本王的意思是 由裴将军长总 驻扎在城外 城里的平鲁军 就由你来统领 赵甫平张了张口 刚想说些什么 林昭便从自己的书桌上 取下一张长安城里 108方的地图 然后他伸手指着地图上的各方 默默说道 平鲁军现在 主要驻扎在城南 但是岳王府所在的重人方 却在城北 如果城里有什么变故 恐怕支援不及时 说到这里 林昭指了指重人方 开口道 重人方里 要再增加一个都尉营 赵甫平正想说话 林昭缓缓摇头 朝廷那边我来处理 你按照我说的做 说着 林昭继续指着这张地图 声音沙哑 重人方 平康方 宜阳方 一直到城南明德门 起下门 一旦城里有所异动 要保证畅通无阻 说完这句话 林三郎面无表情 平鲁军的火器莹 我会调派给你一半 赵甫平脸色凝重了 他看着林昭手里的地图 声音沙哑 王爷 是不是 出什么事了 没有出什么事 林昭 把地图直接放到了他的手里 开口道 但是要留个后手 本王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城里一旦有所异动 要保证 从重人方能安全 撤到南城 南城 是林昭原先占据的地盘 一直到现在 平鲁军主要的控制区域 依旧是南城 赵甫平恭敬低头 王爷放心 属下都明白 除却退路之外 城里的平鲁军 要随时保持警惕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保证随叫随到 赵甫平深呼吸了一口气 面色严肃 末将 遵命 好 你下去办事去吧 赵甫平恭敬低头 退出了林昭的书房 等这位青州将军走远之后 书房里的岳王爷 背负双手 看向了长安城方向 虽然不知道 你们在捣过什么东西 林三郎微微眯了眯眼睛 但是兵甲之下 无有阴谋 在林昭的授意下 平鲁军很快有所动作 赵甫平出城与裴检沟通之后 立刻按照林昭的命令 调整了平鲁军 在城里的兵力部署 同时 他亲自带着一个都尉营 入住了岳王府所在的重人坊 这个举动 让平鲁军与河东郡 起了一些冲突 因为城北 主要是河东郡在控制 而且没有事先与河东郡沟通 双方甚至发生了小规模碰撞 最后层层上报 报到了各自的最高层 除了与河东郡的冲突之外 林昭的这个举动 也吸引了长安城所有人的目光 因为重人坊 紧贴皇城 重人坊一出门 就是皇城的东门警封门 林昭突然在重人坊增兵 一旦他有所异动 可以直接进逼警封门 打进皇城 虽然平鲁军 没有进攻皇城的意图 但是这个举动 还是颇为吓人的 还没有等赵府平的军队驻扎到位 城里的许多人 便派人到岳王府询问情况 包括另外两位截度使 都来喊询问 就连宫里也派了周震 亲自赶到了岳王府 岳王府里 大太监周震 在林昭面前弯着腰 毕恭毕敬 岳王爷 平鲁军没有提前打招呼 便大规模调动 现在长安城里风言风语 陛下浅奴必来 询问 说着 他抬头看了林昭 小心翼翼地问道 询问情况 林三郎低眉喝茶 缓缓说道 周公公 本王搬迁到崇人坊不久 近来发现崇人坊里 颇多盗匪 最近十几天 府上便丢了七八样东西 向金赵府报了官 也没有什么用处 无可奈何之下 只能调了些人过来帮忙抓贼 抓贼 调一个都尉营来抓贼 周震苦笑着摇了摇头 平鲁军的编制 与朝廷的编制 是有一些出入的 但是周震清楚地知道 平鲁军一个都尉营 是一千人 而岳王府里本身就有不少护卫 这样下去 整个崇人坊 都要成为平鲁军的兵民了 周震微微低眉 叹了口气 王爷 您用这个借口搪塞奴婢 奴婢自然无话可说 可是您的举动 长安上下的人都看在眼里 陛下也看在眼里 您总不能一意孤行 不给长安父老一个交代罢 什么交代 林三郎这才抬起头 看了一眼周震 面无表情 本王说了 调人过来是抓贼的 半个月前 岳王府就已经向金兆府多次告官 周公公去金兆府查一查 就能查得到 至于驻兵的事情 岳王殿下声音沙哑 河东郡在北城 有一万多个人 分布在各方 周公公怎么不去找王大将军要个交代 周震默然无语 当初皇帝还没有回京的时候 林昭与王府 各自占了长安的南城与北城 后来哪怕把行政权交割给了金兆府 王府在城北 依然保留了大量的驻军 正因为如此 王老头在皇城里的声音 才会那么响亮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周震 淡淡地说道 劳烦周公公转禀陛下 就说 近来这段时间 本王听到了不少要节度使离京的声音 我等节度使 本来就应该替朝廷镇守四方 如果陛下觉得 平鲁军在长安城里有什么不对 平鲁军明日便可以开靶 离开长安城 毫不客气地说 林昭的平鲁军 前脚离开长安 后脚和东军 立刻就能把李延捧上地位 因此 这个时候如果想要三位节度使离京 必须同时离京 如果王府不愿意走 皇帝不可能让林昭离开 长安城里的各方势力 在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这个平衡中 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 长安立刻就会大乱 周震叹了口气 低头道 王爷的话 奴婢一定转成圣人 长安城 宋王府 已经卧病在床数月的宋王殿下 在诸多姓林国手诊治之后 病情仍旧恶化 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世子李旭就坐在床边 拉着自己老爹的手 默默无语 已经花甲之年的宋王殿下 头发白了大半 脸上几乎看不见什么血色 他拉着自己大儿子的手 喉咙动了动 李旭听不清楚 便敷耳过去 只听见老王爷 用极其微弱的声音 缓缓说道 家 家国大事 飞在你一人身上 老王爷咳嗽了两声 继续说道 莫要自 自讨苦吃 李旭眼睛有些发红 他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弟弟妹妹们 又看向自己老爹 声音沙哑 父王 就要家国破碎了 地座上的 不是先帝 世子殿下泪流满面 而没有您这样的福分 老王爷是当年的六皇子 从小跟在先帝身后玩耍 先帝即位之后 因为足够强势 朝廷也渐渐恢复元气 他与自己的五哥关系还不错 因此就快快活活地 当了一辈子逍遥王爷 没有怎么操过心 但是 如李旭所说 现在的皇帝 不是先帝了 宋王爷摇头叹息 他让李旭把自己扶起来 伴坐在床上 然后看向房间里的一众儿女 声音沙哑 你们 你们都出去 很快 房间里只剩下父子二人 老王爷恢复了一些精神 看向自己的长子 低声道 你 你准备如何做 世子殿下低眉道 驱虎吞狼 老王爷咳嗽了两声 那虎呢 李旭咬了咬牙 只能寄希望于辜负 是我李家的忠臣了 骑 骑师道 老王爷又咳嗽了两声 闷哼道 这丝 明面上是个忠正之人 但是他也未必就是什么忠良 他又看向自己的儿子 叹了口气 这些事情 本来应该是圣人去做 而不是你去做 世子殿下咬牙道 圣人 圣人昏馈 非儿子来做不可 老王爷似乎累了 又重新躺了下来 双目中的神光慢慢消散 你要用王府 你们的兄弟勤奋呢 与王府合作 就意味着在皇位上选择了李延 选择了李延 就意味着要放弃现在的天子李旭 而世子李旭 与李旭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比亲兄弟还轻一些 李旭双目微红 低头道 父王 事已至此 须 须有取舍 而 不得不舍小求大 老王爷常常地叹了口气 这条路千难万难 能不能做成尚且两说 即便做成了 现在的这个太子 将来也未必能容得下你 到时候 咱们这一家 为了天俭 为了设计 李旭咬牙低头 低下眼泪 儿子没有办法顾及太多 做到这里 也只能一往无前 且尽人事 成败犹天 永德八年六月初七 宋王在宋王府中轰事 天子亲自下令举哀 皇城之中 很快挂起白帆 老王爷这辈子 没过过什么苦日子 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 平日里就喜欢吃吃喝喝 五文弄墨 因此 他在长安城里的人员还不错 宋王府刚挂起白帆 摆好灵堂 立刻就有人上门吊咽 世子殿下跪在灵堂里 双目发红 一动不动 很快 太子李延到场 代表天解给老王爷磕头 按照李旭与皇帝的关系 他爹死了 皇帝可能也会亲自到场 只不过皇帝出宫 需要一系列程序 这会儿 天子还没有到 李延给老王爷的灵位磕头之后 便跪在了李旭身后 披码带笑 这位太子殿下 对着李旭低声道 八叔 平卢君有动作 到现在已经往重人坊里 增派了一个都尉营 除此之外 重人坊附近的几个坊 也都派了人手 李旭本来正在伤心 文言回头看向李延 声音沙哑 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两天时间 因为老王爷病危 他一直待在宋王府里 没有过问外面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 他才知道平卢君的动作 昨天开始的 李延低着头 咬牙道 知道书祖病重 便没有敢打扰八叔 世子殿下跪在原地 沉默许久 然后默默起身 看向了身边的一个兄弟 开口道 二郎 你替我跪一会 李旭在同辈里行八 但是在家里却是老大 此时是在宋王府中 他自然就是大哥了 一旁的二公子李密 立刻上前 跪在了李旭的位置 给来磕头的宾客 磕头环礼 李旭起身之后 看了李延一眼 开口道 殿下随我来 李延眼珠子转了转 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跟在李旭身后 来到了宋王府的后院 在一处凉亭下面 叔侄二人相对坐 李旭默默地看向李延 声音沙哑 殿下详细跟我说一说 平卢君都有哪些不说 李延连忙点头 把平卢君这两天的动作 详细跟李旭说了一遍 一身笑福的世子殿下 坐在原地 微微合眼 与其里满是疲惫 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 李旭声音沙哑 或者是 你那个岳父 私底下跟他有沟通 不可能 李延连忙摇头 开口道 八叔 岳父他 与林三不怎么对付 早先打洛阳的时候 两个人就有 举语 昨天平卢君调兵的时候 何东郡还跟平卢君 在城里有小规模的冲突 还动了手 李旭面无表情 陛下那里怎么说 就这么看着林昭 在长安城里为所欲为 父皇 父皇派了周震 去了一趟岳王府 不过看来没有什么效果 听 听司公台里的人说 林昭直接跟周震说 如果朝廷觉得 平卢君有什么不对 平卢君可以立刻退出长安 甚至 退出关中 说到这里 李延压低了声音 开口道 八叔 父皇最信您 如果这个时候 您能劝得洞父皇 干脆就给平卢君下旨 让他们离开长安 回青州去 李旭文言 大皱眉头 他抬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这个侄子 开口道 殿下 陛下 虽然有时候有些 但是并不纯笨 这个时候 何东君掌握长安北城 圣人全靠平卢君 才能制衡何东君 朝廷才能维持 假如平卢君 真的离开长安 李旭深呼吸了一口气 淡淡地说道 难保你那个岳障 不会生出什么别的心思 他又不是没有儿子 李延张了张口 但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是他 太急功近利了 于是乎 这位太子殿下站了起来 规规矩矩地对李旭低头道 八叔 您不是要对付林昭吗 对付林昭 是要他死在长安 世子殿下面无表情 而不是让他带着自己的平卢君 安然无恙地离开长安 只要他死在长安城 死在你那个岳障的手里 平卢君与何东君 立刻就会大规模冲突 到时候 你那个岳障即便取胜 也无力独自掌握长安 届时朔方君入场 便能控制住长安城 那时候的长安 才是咱们李家的长安 才是 他抬头看向李延 面色平静 才是殿下的长安 不过 这都是理想状态 李旭低眉道 林昭不蠢 你那个岳障更不蠢 不到万不得已 王府不会妄自动手 说到这里 李旭声音沙哑 坏就坏在 林昭不知道什么时候 察觉到了不对 现在 计划被打乱了 世子殿下脸色很不好看 平卢君增派人手在重人方 王府就更不敢动手了 一切都要从长计议了 说到这里 他正准备对李延再说些什么 一个送王府的下人 匆匆忙忙跑过来 跪在了李旭面前 世子 岳王来调研王爷了 二公子问您 要不要去见一见 见 李旭站了起来 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去灵堂见他 李延见机得快 立刻上前 扶住了自己的八叔 一蹶一拐地 回了送王府的灵堂 此时灵堂里 一身素衣的灵招 已经给老王爷磕完了头 王府里的几个公子 正跪着给灵招还礼 世子殿下也走上前去 跪在地上 规规矩矩地 给灵招磕头海里 林三郎看到了李旭 摇头叹了口气 上前对着李旭沉声道 生老病死是人生常事 师兄解哀 李旭微微低头 多谢三郎 岳王爷半蹲在地上 看向李旭 开口道 师兄这几天 要操持后事 应该会很忙 有什么要帮忙的 可以跟我说 我能帮得到的 一定尽力 李旭摇了摇头 开口道 后事有家里人 还有宗府出面 我无非就是到处跪一跪 多谢三郎好意 说完这句话 李旭抬头看了看灵招 开口问道 刚听人说 三郎这两天也在忙 说是崇仁坊里遭了贼 是有一些贼人 暗处作祟 林昭低眉 开口道 不过已经增派了人手 想来这些贼人 也不敢再肆意妄为了 世子殿下点了点头 摇头叹息 康贼作乱之后 长安城已经不再是 从前那个名风淳朴的长安城了 林昭微微低头 正要答话 突然听到了 外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圣人驾到 是司公台大太监周震的声音 林昭看向李旭 淡淡地说道 师兄 圣人到了 出去接驾吧 李旭默默点头 因为腿脚不方便 艰难地从地上起身 林昭伸手拉了他一把 扶着他朝外面走去 师兄弟两个人 一起跪倒在圣家面前 扣手道 臣等 扣见陛下 此时的天子 也试着一身束缚 他下了碾架之后 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众人 然后默默走到林昭与李旭两个人面前 伸手把两个人扶起来 然后开口道 都平身吧 说完这句话之后 天子再一次看向李旭 叹了口气 早听说六叔病了 但是不曾想病得这么重 连最后一面也不曾见到 老八节 李旭恭敬垂首 开口道 多谢陛下关怀 天子面色平静 给朕取校服来 老王爷是皇帝的亲叔叔 按照规矩 也是要披麻戴孝的 只是皇帝身份太过尊崇 不可能像宋王府的这些人一样 跪在地上 穿一穿校服 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宋王府的下人们 很快取来一件校服 毕恭毕敬地递在天子面前 天子接过校服 让一旁的几个太监 替自己穿上 然后转头看向林昭 轻声道 林青也在这里 林昭低头 是 来给老王爷磕个头 难得林青有这份心 说到这里 皇帝顿了顿 开口道 听说林青所在的重人方 竟然闹贼啊 林昭面色平静 抬头看向天子 回陛下 是有不少匪道 现在已经无事了 无事就好 天子淡淡地说道 前几天 林青的平庐军调动 可让长安城里议论纷纷 郑士堂的几个宰相 和东郡的王大将军 都到宫里来见朕 向朕禀告了这件事 称 惶恐 林昭垂首道 平庐军调动 是因为重人方里人手不够 如果坏了朝廷的规矩 臣甘愿领发 说到这里 林某人顿了顿 继续说道 除却这件事之外 臣尚且还有一件事 本来准备晚一些向朝廷上书的 既然在这里见到了陛下 臣想当面秉奏 天子这会儿已经穿好了校服 他看了看林昭 臣声道 有什么事 林青直说就是 林昭微微欠身 开口道 陛下 幽州不太平了 两个多月前开始 契丹部就一动平平 频繁骚扰我大州的幽州边境 如今平庐军大部 都集结在幽州 全力对抗一族 奈何敌众我寡 臣麾下大将赵歇 在幽州抵抗的颇为吃力 数月前 臣就收到了他的求援 只是当时朝廷未稳 臣无法离开长安 只能暂时搁置下来 如今朝廷安稳 林三郎微微低眉 开口道 臣想率部离开长安 支援幽州 听到这句话 在场的众人神色各异 李旭低着头 看不出脸上有什么表情 站在李旭身后的太子殿下 先是面露喜色 随后也发觉了 有些不太对劲 默默低头 一言不发 至于皇帝陛下 则是看了一眼林昭 然后微微皱眉 契丹人不是安分了好几年了吗 怎么突然 又开始侵扰边疆了 据臣所知 林昭低眉道 当初康贼造反之前 与契丹人首领见过面 并且承诺过他们 只要契丹人三年不动 三年之后 就把幽州割让给他们 契丹人狠守诺言 这三年果然没有动 但是 但是康贼却逃到了吐蕃去 自然没有办法兑现当初的诺言 因此 这些契丹人才在边疆扰闹 想要强行夺走幽州 天子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沉声道 此种军国大事 朕一时半会之间 也没有办法决断 这样罢 等朕祭拜完六叔 林昕随朕一同进宫去 咱们君臣慢慢商议 说完这句话 天子便咳嗽了一声 迈步走进了宋王府 一众臣子 只能跟在天子身后 一起进了王府 李旭腿脚不方便 太子殿下便跟在他身边 准备搀扶着他 世子殿下却没有领情 默默正开太子的手臂 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这个大侄子 微微摇头 太子殿下这才想起来 自己的老爹也在场 当即缩回了手臂 规规矩矩地 跟在自己老爹身后 这一幕 走在最前面的天子 并没有看见 但是却被一旁的林昭 看在了眼里 林某人很是自然地 走到了李旭身边 搀扶住这位世子殿下 缓缓朝着林堂走去 李旭并没有拒绝 林昭的搀扶 而是扭头看了一眼林昭 淡淡地说道 三郎当真想离开长安 自然是真的 林昭面色平静 开口道 我是平庐节度使 幽州有战士 我当然应该回幽州去 况且我在这长安城里 许多人看我不顺眼 说不定在暗处想着 如何弄死我 听到林昭这番话 世子殿下先是微微皱眉 然后扭头看向林昭 声音平静 以三郎的本事 应当不至于惧怕王府才是 他声音沙哑 你离开长安 长安便要尽数落入 他河东军手里了 林昭面色不变 开口道 朔方军就在萧关 距离长安也就六七百里 师兄可以向圣人建议 调朔方军进城 我平庐军的位置 可以全数移交给朔方军 李旭沉默了一会儿 还要说话 一行人已经走到了灵堂 天子对着老王爷的灵位跪下 其他一众人跟着天子一起 骑刷刷下跪 林昭与李旭两个人 也都跟着下跪 天子行礼之后 便站了起来 然后重新来到李旭身边 伸手拍了拍李旭的肩膀 开口道 等六叔的后事处理完 便去宗府入金册席爵 朕当年承诺给你的 以后你宋王府世袭网替 宋王爵将长办地策 李旭是宋王府世子 又是嫡长子 原本他是可以老老实实等 老爹死了之后席爵 根本不用奋斗 而他他当年之所以费心费力 跟着太子一起 就是为了让自己家世袭网替 让自己也成为宋王 后来天子登基之后 也的确应下了这件事 李旭毕恭毕敬的下跪 对着天子低头行礼 臣多谢陛下厚恩 天子看了看李旭 微微叹了口气 早些给六叔处理完后事 朝廷里许多事情 还要靠老八里来操忙 说完这句话 天子又转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林青随朕进宫去吧 林昭犹豫了一下 然后低头道 臣遵命 天子被一众人簇拥着 上了自己的碾架 上了碾架之后 他对林昭招了招手 林青上来与朕同坐 林昭连忙摇头 臣不敢 这长安城里 哪里还有你不敢做的事情 天子想摆出一个温和的笑脸 但是又想起来 这是在自己叔父的葬礼上 反应过来之后 他的表情就变得有些古怪 不过他还是对林昭招了招手 且上来吧 震害不了你 皇帝当众邀请两次 林昭犹豫了一番 还是登上了天子的碾架 碾架缓缓离开 龙碾之中 皇帝陛下看向林昭 神情有些复杂 林青 你不能离开长安 林昭抬头看了看这个神情 有些着急的皇帝 默默低头 看来 司公台也查到了什么 这个曾经的大洲第一特务组织 至今仍然保持了良好的运转状态 林三郎低头道 陛下 幽州有战士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声音沙哑 林青 幽州只是天下一鱼 长安才是天下之中 朝堂上 没有永恒的敌人 自从皇帝陛下通过司公台 察觉到了长安城之中 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之后 他便对林昭越看越顺眼了 碾架之中 天子看向林昭 开口道 林青 这个时候 长安城里许多事情都没有定下来 长安禁军也没有成行 平如军一旦离开长安 长安历时大乱 你 无论如何 也要在长安 多待一段时间 至于幽州 天子正色道 如果幽州战士吃紧 正可以 可以让户部 调集一些钱粮过去 支援前线 天子这句话 让林昭有些诧异 因为幽州青州那一带 是完全脱离朝廷掌控的 现在可以说是林某人的私地 原本林昭就可以在幽州慢慢壮大 如果朝廷再给调拨钱粮 平如军在短时间内会再上一个规模 要知道 前段时间林某人还在太极宫里 与天子针锋相对 天子这种举动 无异于资敌 林昭坐在天子对面 低眉思索了一番 然后抬头看向天子 轻声道 陛下 是不是发现了一些不对的地方 天子默默叹了口气 开口道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政变与林青说句实话 这几天司公台上报上来的消息 老八 他从回到长安之后 私下里与太子会面 就有四五次 并且 并且还与王府见了两次面 这还只是司公台知道的 暗处里司公台不知道 可能会更多 说到这里 天子低眉道 和东军就在城北 一旦他们互相勾结 公辩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而已 现在的皇帝 虽然手中没有太多的权力 但是司公台的存在 让他还算耳聪目明 不至于在长安城里 两眼一抹黑 这个原本在长安城里 就战战兢兢的皇帝陛下 收到了司公台的消息之后 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怎么睡好觉 生怕每天晚上 自己的那个好大 就带着他的老丈人进宫来 要了他这个皇帝的性命 林昭微微眯了眯眼睛 果然 李旭已经不再跟天子同心同德了 先前 同前卫只查到了李旭与太子 私下里见过两次 就是这两次私会 让林昭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现在看来 司公台的情报功能 明显比林昭的同前卫 要成熟太多了 想到这里 林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陛下 平卢君离京 朔方君可以来到长安 接替平卢君的位置 有朔方君在 足可以制衡河东君 不至于让长安势力失衡 天子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昭 然后微微摇头 开口道 朕 吃不准骑士道的心思 连老八都跟朕不是一条心了 难保骑士道什么时候 不会倒向他们那一边 林三郎恶然抬头 看向天子 陛下如何能笃定 臣不会背弃陛下 天子没有开口 只是默默地说道 等进宫之后 林青就知道了 君臣二人对话的时候 碾架已经进了朱雀门 然后又从承天门进了太极宫 来到了甘露殿门口 林昭先一步跳下碾架 然后看着天子 在周震等太监的搀扶下 也下了碾架 下了碾架之后 天子看了看在甘露殿门口 不肯进去的林昭 淡淡地叹了口气 宫里的护卫 也有你平路军的人 朕不会害了你 林昭低头思索了一番 然后还是跟在天子身后 进了甘露殿 林昭对甘露殿并不陌生 这里是天子的书房 早年他在宫里放龙的时候 经常在这里 记录先帝的言行举止 进了甘露殿之后 天子便让林昭自己找椅子坐下 然后他回头看向周震 开口道 去 把东西拿来 给岳王过目 周震连忙点头 很快取来厚厚一叠文书 放在林昭手里 岳王爷 这是司公台搜罗道的情报 请您过目 林昭抬头看了看周震 又低头看了看 自己手里的这些情报 心里不由羡慕 假如他的同前卫 能有司公台这种专业水准 那么他就可以在长安城里 步步先机 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处处谨慎小心了 接过这些文书之后 林昭很耐心地翻开了第一份 他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给事中 处理文书的速度一直很快 他一封又一封翻下去 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这些文书里技术的大部分 是太子这段时间的一举一动 见了哪些人说了什么话 其中详细技术了 他与李旭会面的次数 林昭看完前面的文书之后 随即翻到了最后一份 看到这一份之后 岳王殿下的脸色 才变得有些难看 这封文书上写的 是李旭等人的详细计划 计划很简单 先找人在城南纵火 趁乱带人冲进重人坊 将岳王府上下杀得干净 然后迅速带人 控制长安南边的几个城门 再调动河东郡 把城里的平鲁军逐一绞杀 这份计划里 还写到 他们已经收买了平鲁军的一个都尉 好几个校尉 到时候配合他们 第一个袭击平鲁军的火药库 林昭看完这份计划之后 默默低眉 他抬头看向天子 声音沙哑 陛下 这份文书可幸福 天子没有说话 一旁的周震开口道 岳王爷 这份文书是司宫台的人 一字一字听来的 天子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林昭 他们已经商量好了 对林青动手之后 便立刻进攻逼宫 先让逆子正位 然后再用皇帝身份 去威逼骑士道 听到这里 林昭便默然了 按照骑士道的性格 如果长安城里的大局已定 那么他的确有可能放弃抵抗 支持新的朝廷 岳王殿下沉默了片刻 然后缓缓说道 平鲁军在长安城里的人手并不少 河东郡如果调人进京 我也能知道 仅凭城中的河东郡 他们凭什么围杀我平鲁军 周震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一来给偷袭 二来是先袭击火药库 在他们看来 王爷的平鲁军 只要没了火药 便失去了近半战力 林昭微微皱眉 便想明白了其中原因 这份计划书 多半是李续写的 他就是要让河东郡 与平鲁军两败俱伤 这样李氏的新皇帝 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新朝里 占据主导地位 天子适时地睁开眼睛 看向林昭 现在林昭明白 朕为何这么笃定了吧 天子悠悠地叹了口气 他们想要杀你 林昭坐在原地 沉默许久 陛下 即便如此 臣还是可以从长安脱身 原本有些昏溃无能的天子 在面对这种 关乎自己身家性命的事情的时候 显得极为机敏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所以 这次是朕有求于林青 林青现在就可以开出条件 朕能办到的 天子咳嗽了一声 继续说道 都尽量给你办 朕尔